第161章 妈死了 做几个好菜庆贺吧 第张妈死了 做几个好菜庆贺吧 到家了 夏青青又脚点在地上 想叫小鱼出来吃海糖糕 才想起小家伙去朗约那儿学话了 青青 宋春兰跑了出来 还朝后面看了看 又紧贴着他耳朵说 左宫安来了 说要找音乐 我心里慌兮兮的 不会出事吧 没事 吃海糖糕 夏青青心知肚明 肯定是为了丁玉梅的死来的 他不动声色的 拿起车篮里的报纸包 冰箱里的菜吃吃掉 明天买新鲜菜吃 宋春兰见他这么镇静 别安心了 抱着海糖糕进屋了 还大大方方的冲左洋笑道 左宫安 吃海糖糕 谢谢 左洋也没客气 拿来个咸肉馅的吃 夏青青将自行车推进天津里挺好 又给几盆花浇了水 这才不急不忙的进屋 左宫安来做衣服 咱们老交情 我给你打巴巴扯 夏青青开了句玩笑 今天不做衣服 有事找萧映月 他什么时候回来 左洋问 今天礼拜六 放学要晚点 点吧 夏青青边说话 边拿起尺子和剪刀 开始剪裁 和左洋说话 就像话家常一样 非常轻松自然 左洋暗暗佩服 要不是有夏洋两家的面门 他还真会觉得 夏青青和案子不搭嘎呢 萧志光杀气案 他和师父负责 这件案子并不复杂 有很多目击者 亲眼看到萧志光 拿菜刀砍死了妻子丁玉梅 足足砍了刀 萧师父像要吃人一样 挥着刀子砍得不停 我们都不敢去拉架 吓死人了 血飙都老高了 像喷泉一样 夜里肯定要做噩梦了 晦气死了 以前还以为萧志光是好人 哪晓得竟是个杀人犯 这些都是邻居们的证词 至少有十人以上 亲眼看到萧志光杀妻 刀刀都要命 这个凶案非常简单 很快就能结案 但左洋却在死者丁玉梅的亲属名单上 发现了个有趣的事 萧应悦是丁玉梅 和前夫萧志飞的女儿 萧志飞是萧志光的师兄 萧志飞出事 是丁玉梅举报她 在家发布反动言论 前段时间 萧应悦和大吵一架 被远方表姐下轻轻接走 还去派出所控告萧志光和丁玉梅 谋害她父亲 还企图对她不轨 更有趣的是 萧志光也去派出所控告妓女萧应悦 顽劣不堪 和社会混混乱搞 离家出走 而真正让左洋怀疑上的 是很多街坊们都提到了乌鸦 还说那只神奇的乌鸦 宋春兰前夫和姑姑两家的案子 也出现了乌鸦 这么多显而易见的指向 让左洋坚信 这案子并没那么简单 要是夏清清没在其中做手脚 她申请去干法医 你找音乐干什么 夏清清手脚麻利的画好线 再剪好 将布交给宋春兰和庄宏夜采缝刃机 她则接着剪裁另一块布 丁玉梅死了 左洋回答 还悄悄观察屋内三个女人的变化 宋春兰面色疑惑 她在想丁玉梅是哪个 庄宏夜面无表情 专心采缝刃机 死了哈哈 老天开眼啊 她怎么死的 车撞死的 还是雷劈死的 夏清清愣了下 随即狂笑 毫不掩饰她的开心 左洋抽了抽嘴角 好想挖着女人去演话剧 演技真杠杠的 萧志光砍了刀 当场毕命 哈哈 报应啊 夏清清笑的嘴都合不拢了 对宋春兰说道 春兰姐 你去买些好菜 今天是好日子 必须庆贺 成 宋春兰有点猜到了 这丁玉梅应该是映月那个黑心妈了 死得真好 确实该庆贺 我想吃黄扇咸肉 庄宏夜突然说 她以前从未点过菜 都是烧啥就吃啥 今天她心情很好 想吃点好的 黄扇咸肉映月爱吃提榜 炖一下午晚上吃 夏清清笑着说 那中午吃红烧大牌 家里人都爱吃 宋春兰去提了篮子 准备骑车去买菜 春兰姐 再买只鸭 包老鸭汤吃 知道了 宋春兰骑车走了 左洋嘴角抽得有点酸 这三个女人的反应 一个比一个让她意外 左公安 多谢你带来的好消息 中午一起吃饭 夏清清笑音音道 那我不客气了 左洋犹豫都没犹豫 就硬下了 谁让他们点的几个菜 全都是她爱吃的呢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清清姐 我回来了 萧音乐声音先到 随后人才推着车进来 嘴唇黑乎乎的 你吃没了 夏清清没好气 黑的都没人样了 好吃的 萧音乐从书包里 掏出一包灵角 讨好的递了过来 特别弄 好吃 九月是吃灵角的季节 学校门口经常会有老太太 提着一栏主书的灵角交卖 用报纸包好 一脚钱一包 买一包包着吃 嘴和手都黑乎乎的 属灵角左公安来了 还带个好消息 你妈让萧志光砍了刀 死了 夏清清接过灵角 包了个吃 确实甜糯 就是太废手 黑乎乎的 很难洗干净 老天开眼了 萧音乐眼睛大亮 冲进屋开心的问 左公安 我妈她真死了 没可能活了吧 萧志光啥时候枪毙 左洋嘴角又抽了 果然是物以类聚 和夏清清一起的人 都不是太正常 你妈已经烧成灰了 萧志光关押在看守所 法院还没开庭 肯定是死刑 刀呢 必须枪毙 我妈总算做了件好事 萧音乐脸上没有一点伤心 笑得牙花都滋出来了 看到还冒着热气的海棠糕 她更开心了 拿起一个就肯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 她妈死了 回家还有好吃的 清清姐 中午是不是得庆贺一下 萧音乐想吃提榜了 但清清姐说不年不节的 不能天天吃提榜 今天这么大的喜事 总可以吃了吧 你春兰姐去买菜了 晚上吃提榜 夏清清一眼看穿了她的小心思 清清姐 我爱你 萧音乐开心地跳了起来 问都没问萧茉莉姐弟 左洋指的说 萧志光想见你 不见 让她去死 萧音乐断然拒绝 见个屁 萧志光说 你轻罢萧志飞 很可能没死 左洋转达了萧志光的话 第162章 美食当前 脸不要也罢 第162章美食当前 脸不要也罢 萧音乐面色大变 海棠高也不肯了 历声问道 她还说了什么 没了 萧志光说 你想知道更多的 就去看守所见她 左洋回答 操他妈的 萧音乐忍不住抱粗 她知道萧志光 是在明晃晃地威胁她 可她真的想爸爸 哪怕萧志光是在骗她 她也要去一趟 万一是真的呢 夏清清皱眉 萧志光的目的 肯定是希望萧音乐 照顾她的一双儿女 萧茉莉岁 没工作 萧文宾岁 还在上学 萧音乐虽然也没工作 但她有一幢洋房 手里还有钱 只要她愿意 肯定能养活这对姐弟 左公安 你和萧志光说 都死到临头了 别再耍心眼 音乐不见 夏清清替萧音乐回绝了 就算萧志光知道什么 她也不会老老实实地说出来 肯定会以此要挟萧音乐 谈判桌上 谁先急 谁就输了 反正萧志光一时半会死不了 让她这急去 萧音乐虽然想知道爸爸的下落 但她明白 夏清清肯定不会害她 所以她顺着说道 对 我不见 让她去死 行 我会转告她 左扬答应了 她很瞧不上萧志光 一个忘恩负义的恶毒小人 如果真是夏清清设计陷害的 她也算是替天行道了 而且她发现 和夏清清有关系的几件凶案 死的人其实都不无辜 夏阳两家人 张建国一家 宋春兰姑姑两口子 都是生活中的坏人 死得并不冤 这也是左扬不愿意深究的原因 法律并不是万能的 漏网之余很多 她身为公安 面对这些也很无奈 如果民间真的有 替天行道的侠士 百姓们的生活 肯定会更美好 宋春兰买了满满一篮子菜回来 小鱼在朗月那吃饭 江涵的厨艺很不错 朗月和小鱼都爱吃她做的菜 咸肉蒸黄鳝 红烧大排 扁煎老鸭汤 蒜蓉炒红馅菜 香辣螺丝 摆了满满一桌 香味诱人 咸肉 甘笋 干杯 庆贺我妈死了 萧英月唬了巴基的 说出的话 让左洋嘴里的可乐 差点喷出来 外面别这样说 心里知道就行 夏轻轻提醒 知道 我就在家里说 萧英月也不是真的唬 她在外面还是很会演戏的 老鸭汤真鲜 红烧大排也好吃 春兰姐你手艺真好 我要是男人 肯定娶你 萧英月嘴里塞得满满的 吃得幸福死了 除了黄扇蒸咸肉外 全都是她爱吃的 宋春兰羞红的脸 给她加了个鸭腿 左公安 多吃点 夏轻轻把另一只鸭腿 夹给了左洋 代客知道吗 谢谢 左洋道了谢 继续埋头猛吃 她觉得自己以前的二十几年 都白活了 原来家常便饭 也能这么好吃啊 她妈只有番茄炒蛋 稍微像点样 她爸不会做饭 也不挑食 只要是煮熟的 她爸都能吃得喷香 她哥和她姐也一样 对吃事太不挑了 吃饱就行 她是家里的异类 就想吃点好的 所以每次她抗议 家里的饭菜不好吃 都会被她妈骂 骂她贪图享乐 吃不得一点苦 她妈还说 谁家的家常便饭能好吃 不都是随随便便吃点 想吃好的 上饭店吃去 于是 等她上班后 她就经常下馆子打牙剂 犒劳自己的胃 可现在她吃到嘴里的是啥 明明家常便饭 也能很好吃 比饭店的都好吃 她不是家里的异类 她爸妈兄姐才不正常 左洋有种沉晕昭雪的感动 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往嘴里色彩的速度 也越来越快 毕竟她要是不吃快点 好菜就要被萧映月吃完了 最后一块大牌 静静躺在盘子里 两双筷子精准地伸向她 在大牌上方撞上了 左公安 你都吃三块了 我是客人 你得理让我 左洋一点都没客气 美食当前 脸皮不要也罢 萧映月不想让 两人僵持着 夏清清看不下去了 拿来尺子量了下 精准地分成两半 不偏不倚 公正公平 吃吧 夏清清话音刚落 左洋就快很准地夹走了 带骨头那块 她就爱啃骨头上的肉 香死了 萧映月慢了一步 只得家剩下半块吃 菜基本上吃完了 还剩下些老鸭汤 左洋见不得剩菜 跑去刮了些锅巴 拿汤泡上 呼噜呼噜地吃完了 哥 左洋撑得打了好几个哥 左公安 吃饱了没 夏清清笑着问 饱了 哥 左洋有点不好意思 他其实没那么贪吃的 主要是他从小到大 没吃过啥好的 一看到 好吃的 就停不下来了 宋春兰去煮了些山楂水 让他喝一碗消食 别把胃称坏了 坐着歇了话 左洋到辞 夏清清送他到门口 还客气道 下次再来吃饭啊 好的 我一定来 左洋就等着这句呢 夏清清愣了下 嫌弃地看了他一眼 这是有多缺吃的 左洋笑呵呵地四下看了看 凑近了些 神秘兮兮兮道 我查到一件事 什么事 萧志光和丁玉梅之所以吵架 是因为一个叫陆姐的女人 一个月前 萧志光偶然认识陆姐 为他着迷 老房子着火一发不可收拾 左洋说完 意味深长地看了眼下清清 还耐人寻味地笑了笑 这才汽车走了 他在查到陆姐时 已经百分百肯定 夏清清绝对点了一把极大的火 萧志光和丁玉梅 都跳进了他设下的坑 夏清清笑了笑 回屋继续干活 并没放在心上 清清姐 萧志光真的知道我爸下落吗 萧音乐问 可能吧 但你不能被他捏着鼻子走 拖他一段时间 等他心急如焚了 再去见他 夏清清也不确定 萧志光是否知道 但肯定不能被这王八蛋带了节奏 我听你的 你说能见了 我再见他 萧音乐点点头 他有自知之明 他脑子没清清解聪明 动脑子的火 就听清清解的 左洋见到萧志光后 转达了萧音乐的话 萧志光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萧音乐已经完全跳出他的掌控了 而且他冷静下来 发掘了很多疑点 第163章 就算养阿猫阿狗 他都不会养这对姐弟 第1章就算养阿猫阿狗 他都不会养这对姐弟萧志光发现 最近他很容易发脾气 看丁玉梅越来越不顺眼 杀心也越来越重 这根本不是他的性格 他就算再不喜欢丁玉梅 也不会用那么蠢的方法 砍死这女人 下药或者制造意外 都能让他逃脱法律制裁 可他那时根本控制不住 就像鬼迷了心一样 萧志光心一下子揪了起来 他想到了以前突然出现的血字 还有那只诡异的乌鸦 难道真的是萧志飞来报仇了 左公安 我想见见于露 可以吗 萧志光想到了陆姐 这个让他魂牵梦营的女人 他想在死之前再见他一面 于露说 他和你只是普通朋友 没必要再见了 左扬看他的眼神 像是在看蠢货 一个阴险恶毒忘恩负义的小人 居然还是个禽种 真滑稽 萧志光脸色更难看了 他死死咬着牙 指甲扣进了掌心 血流了出来都不知道疼 他终于明白 他被吓套了 于露就是那个诱饵 他乖乖地跳进了坑 杀死丁玉梅 自己则成了杀人犯 好一个一尸二鸟啊 萧志光突然笑了 笑了几声后 又哭了 一会儿哭 一会儿笑 疯疯癫癫癫的 左扬冷冷看着他 又一个想靠装疯卖傻 逃脱法律制裁的 他让人将萧志光带下去了 现在才装疯迟了 不出意外 萧志光肯定得判死刑 他回到刑侦队办公室 耿兴华也刚从外面回来 问起了萧志光的案子 萧音乐怎么说 他很高兴 不想见萧志光 左扬实话实说 这案子不用管了 你和小丁去庆春路 盯着吴大利 上午有人看到 他在庆春路度转捡垃圾 我带人赶过去 人不见了 耿兴华忍不住 骂骂咧咧 为了找这个吴大利 他带着兄弟们 挨家挨户查 脚竿子都磨戏了 也没找到这王八蛋 上午有人见到 很像吴大利的流浪汉 在庆春路那边捡垃圾 他赶过去 让那人看相片 有七八成的 可能就是吴大利 可这家伙比狗还灵敏 等他赶过去时 人静不见了 好的 左扬兴奋点头 他终于要独立抓重犯了 要是他能带到吴大利 说不定明年就升职了呢 萧应悦没去见萧志光 但萧茉莉却找上了门 还带着他弟弟萧文斌 陪他们一起来的 是宝庆芳的街道工作人员 这天是礼拜天 萧茉莉他们上门时 萧应悦还在睡懒觉 周末一家人都起得比较迟 弄堂口的早饭摊 收摊也会吃上一个小时 因为大家都要睡懒觉 宋春兰起得最早 他习惯早起 早上五六点就睡不着了 等下青青起来时 他已经干一个多小时活了 粥我煮好了 还煮了鸡蛋 你们还想吃啥 宋春兰笑着问 我要吃枪饼 小鱼咽了下口水 枪饼配白粥 好吃 那就吃枪饼 小鱼你买一块钱的枪饼 再买五角钱的葱油饼 夏青青拿出一块五角 让小鱼去买 小家伙最喜欢干这活了 好 小鱼蹦蹦跳跳的去买饼了 枪饼和葱油饼 他都爱吃 枪饼小家伙买饼回来了 后面还跟着肖茉莉他们 在弄堂口碰到的 姐姐 他们找音乐姐 小鱼乖巧的指了指几人 还一脸求表扬 因为他把客人带回家了 小鱼真乖 去吃饼吧 夏青青在他脑袋上轻轻拍了下 没在小家伙面前白脸色 去电警里说吧 夏青青语气很冷 就算肖茉莉姐弟俩 现在看起来很可怜 他也不会有一丝同情 以前这姐弟俩 欺负肖应乐 可没有手软过 应乐呢 肖茉莉装出一副可怜样 但他道行太浅 眼睛里的怨恨和嫉妒 都没收敛住 他脸上被八爷抓得伤全欲了 但留下了 几道像蜈蚣一样的疤痕 那张死面馒头脸 越发丑陋 大白天都能吓死人 他在睡觉 你们来干什么 夏青青不客气地问 肖茉莉红了眼睛 渲然若气地看向 接到工作人员 可惜他脸太丑 这副作态 让工作人员也有些恶心 小夏 你大概也知道了吧 肖应乐的母亲丁玉没死了 他继父肖志光杀的 被公安抓了 家里现在 就剩下这姐弟俩 没工作没钱 房租都付不起 买菜钱都没了 夏青青打断了工作人员 这和肖应乐有什么关系 终归是一家人 肖文斌和肖应乐 也亲姐弟啊 工作人员皱了眉 觉得夏青青太不尽人情 便问 能让肖应乐出来吗 我和他说 和我说也没用 肖文斌虽然是我 同母异父的弟弟 可我现在财岁 还是学生 连我都是靠青青解养 没能力养其他人 肖应乐下楼了 言辞拒绝 他就算养阿猫阿狗 都不会养肖茉莉姐弟 你那幢洋房 不是租出去了 每个月租金也有不少的 工作人员不约到 他可是调查过的 那幢洋房租给了洋人 洋人出手大方 租金肯定不少 肖应乐冷笑了声 反问 我不用吃饭了 租金刚够我的生活费 难道让我饿肚子 养肖文斌再说了 法律也没规定 同母异父的姐姐 有抚养弟弟的义务吧 他指着肖茉莉嘲讽道 论血缘 肖茉莉和肖文斌更近 他已经了 有手有脚 你们街道为什么不给他 安排奋工作扫马路 扫厕所到夜香都行啊 肖茉莉脸色大变 眼神更加怨恨 该死的贱人 竟让他去扫厕所到夜香 夏轻轻眼神欣慰 这丫头总算长进了 没被街道的人牵着鼻子走 现在工作岗位很少 一时半会不好安排 肖茵月 你先收留他们 等安排好工作了 再让他们搬出去 你看怎么样 工作人员看似退步 实则是迂回之际 不怎么样 我说得很清楚了 我住在这里 要交房租和生活费 还要交学费 自己多过得紧巴巴 没余力收留他们 你们工作上的麻烦 不能甩给我啊 我又不是收容所 肖茵月一点都没留情面 他对这些街道办的人 没有一点好感 啥事都解决不了 就只会祸悉尼 最终 工作人员和肖茉莉他们 灰溜溜的走了 肖茉莉跨过门槛时 回头看了眼 眼神怨毒之急 肖茵月冷哼了声 没再管他 去吃早饭了 但第二天 他就接到了公安电话 说肖茉莉去保庆坊的洋房放火 幸亏陪爱华在家 没出大事 他报警将肖茉莉抓了 第164章 给肖茉莉开脱 一箭双雕之计 递章给肖茉莉开脱 一箭双雕之计 肖茵月接到电话时 他正在学校上课 派出所让他过去一趟 毕竟他是房子主人 他又打电话回家 希望夏清清陪他一块过去 肖茵月有自知之明 他脑子不聪明 又容易冲动 没清清姐看着 肯定会被人牵着鼻子走 清清他出去办事了 什么事 接电话的是庄红叶 夏清清出门了 那我和公安说 今天没空 肖茵月决定等 夏清清回来了 再去派出所 庄红叶问清了事情 便说 我陪你去 你先回来 好 肖茵月眼睛亮了 他怎么把红叶姐给忘了 清清姐经常夸红叶姐聪明呢 他和老师请了假 骑车赶了回来 庄红叶换好了出门衣服 由他烧着去派出所 路上 庄红叶问 你打算怎么和公安说 不知道 我怕说错话 肖茵月实话实说 他就是不知道咋说 才叫人陪着的 那你希望肖茉莉坐牢 还是不坐牢 庄红叶换了个问法 他发现了 这姑娘的思维比较直线 不能问得太委婉 当然希望他坐牢 要是能枪毙就更好了 红叶姐 你不知道我有多恨这一家人 他们全死了 我都不会掉一滴眼泪 还要放一块鞭炮庆贺呢 肖茵月说着说着就生气了 丁玉梅和肖志光虽然坏 可面上还会装一装 肖茉莉姐弟的恶 是毫不掩饰的 动辄打骂他 邻居们知道了 肖志光会说 小孩子不懂事 闹着玩 而且肖志光和丁玉梅 这对狗男女 经常会怂恿肖茉莉姐弟俩教训他 他们自己很少动手 动手的活都是肖茉莉姐弟的 我知道 庄红叶淡淡道 他可太知道恨的滋味了 这些年来 他每一天都在仇恨中苦熬 这也是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动力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肖茵月正了下 他并不知道庄红叶的身世 夏轻轻没和他们说 但他能看出来 庄红叶有故事 肯定也吃过苦 红叶姐 我是不是应该和公安说 要研究肖茉莉的纵火事件 让他多坐几年楼 肖茵月有了的想法 十分激动 这起纵火案牵涉到了洋人 就大有文章可做 不说判死刑 判个三五年 应该没问题 不好 你应该宽宏大度地原谅肖茉莉 还要说 毕竟曾经是姐妹 就算肖茉莉犯了错 希望公安再给他一次 毁过自新的机会 庄红叶说出的话 让肖茵月傻眼了 还很不服气 凭什么给他说好话 他以前欺负我 可没手软过 肖茵月可不想以德抱怨 他又不是菩萨 如果肖茉莉坐牢 肖文斌谁养 庄红叶没解释 反问了句 肖茵月噎住了 半赏才说 那法律也没让姐姐养弟弟 我反正不养 送福利院呗 福利院都在检员 只要有亲属在 他们不会接收的 你有一幢洋房 还有房租 街道会想方设法地 让你抚养肖文斌 天天来骚扰你 你受得了 庄红叶和他分析 可能发生的事 法律并不是万能的 肖茵月和肖文斌的血缘关系 就注定他逃不掉 肖茵月咬住了唇 只是想象了下 天天被骚扰 他就已经暴躁了 那就这么便宜肖茉莉了 肖茵月还是不甘心 凭什么呀 放他出去对付肖文斌 你觉得肖茉莉 会心甘情愿抚养弟弟 庄红叶语气嘲讽 不可能 肖茉莉特别自私 经常被地理抢肖文斌的东西 肖茵月使劲摇头 他早看透肖茉莉了 这女人结合了肖志光 和丁玉莉的所有额 从小就是个恶种 就算对亲弟弟也坏得很 以前是有大人压着 他不敢太过分 现在丁玉莉死了 肖志光坐牢 肖文斌肯定没好日子过了 肖茵月眼睛搜得亮了 激动到 红叶姐你好聪明 这是不是叫借刀杀人 庄红叶轻轻笑了笑 不 是一件双雕 肖茵月没听懂 哪双雕肖文斌是一只雕 还有一只是哪个 肖茉莉好意勿劳 自私冷血 又没工作 他如果想活下去 第一考虑的肯定不是去工作 他连放火都敢放 其他事也没什么不敢做的 他要干什么 肖茵月还是没太听懂 感觉好高深 过段时间就知道了 见到公安你知道怎么说了吧 派出所到了 庄红叶拉着他 在外面预演了一遍 还纠正了几个词 两人这才进去 裴爱华已经到了 看到他俩特别高兴 热情问道 宋小姐没来吗 他在忙着给裴先生制作画下龙 还剩下最后一点收尾 今天就完工了 庄红叶笑着说 我的龙好了 那我一会儿能去拿吗 我是不是太着急了 对不起 我太想见到龙了 这些天我每天做梦都是龙 梦里的龙是我的模样 还长了两只长长的翅膀 在宇宙中翱翔 裴爱华兴奋极了 手舞足蹈地描绘他的梦 庄红叶想象了下 顶着裴爱华脑袋的一头变色龙 在空中飞翔 嘴角就忍不住抽 裴先生 华下的龙没有翅膀 他们遇风而行 西方的龙才有翅膀 但庄红叶觉得 西方的龙和华下的龙 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种 西方龙肯定打不过华下龙 对对对 我给忘了 你们的龙是没有翅膀的 庄小姐 这个遇风而行是什么意思 疯 看不见摸不着 怎么遇不对 这个遇是什么姿势 抱着 趴着 踩上去 裴爱华的都快干烧了 还比划了好几种姿势 实在想象不了 遇风而行 是怎么个遇法 庄红叶的 也快被干烧了 他哪知道杂遇的 古人反正是这么说的 裴先生 遇风其实就是把风能 转化成动能 明白了吗 庄红叶终于想到了 个恰当的解释 裴爱华恍然大悟 竖起大拇指夸赞 画下龙真了不起 不用发动机 就能直接转化风能 要是能给我一头龙 说不定能研究出一种新能源 裴爱华是汽车高级工程师 他以为庄红叶说的是真的 还想着去抓一头龙研究 庄红叶也懒得纠正他 公安同志们都等急了 得办正事了 我和肖茉莉 毕竟曾经是姐妹 虽然我不喜欢他 可也不希望看到他坐牢 幸亏没酿成大祸 公安同志 我放弃对肖茉莉的追究 希望能给他一次 毁过自新的机会 肖英月按照庄红叶教的 情真意切地说了这一番话 第165章 She forgives her 第张庄红叶嘴角上扬 如此可教也 裴爱华听不太懂中文 派出所有个年轻公安 会说几句英文 但不精通 复杂的长句他翻不出来 他憋了半天 终于翻出一句 宽恕 裴爱华问为什么 他还以为肖英月会追究责任呢 年轻公安憋得脸都紫了 终于憋出一句解释 累得他满头大汗 小脸 这姑娘说了那么多 你咋说这么短 班玉明有点怀疑 年轻公安没翻译后 他是不懂阳文 可他会数数 肖英月说的语句 明显比小李说的多 这翻着翻着 还缩水了 反正意思翻到位了 要不然你翻 小李心虚 但他嘴硬 对了一句 班玉明不吭声了 他倒是会说几句俄语 英文连个字母都认不全 翻个毛线 裴爱华在肖茉莉和肖英月 两人之间 打量了好几次 还不住摇头 自言自语道 不像 一点都不像 一个那么丑 一个那么美 怎么可能是姐妹呢 虽然他说的是英文 但他的眼神和表情 大家都看懂了 公安其实也觉得不像姐妹 两人之间没有一点像的 差别太大了 他本来就对自己的相貌很敏感 裴爱华的眼神 深深地刺激到了他 眼神变得怨毒 明明他也是丁玉眉省的 为什么 把他生得那么丑 把肖英月生得那么好看 活该被他爸砍死 庄红业笑着说 裴先生 他们是同母异父的姐妹 各自的父亲相貌差异很大 原来如此 裴爱华恍然大悟 这就能解释得通了 庄红业又说道 裴先生 给您造成困扰 实在不好意思 英月他的意思 想再给他姐姐一次机会 为了表示歉意 我和英月想请您吃一顿 地道的护城美食 可以吗 吃饭不必了 我本来也没打算追究 他放的火并没烧起来 其实扑灭了 我今天能去看看我的华夏龙吗 裴爱华很好说话 他其实一开始就说了不追究 但街道和派出所 都没人听得懂 搞得裴爱华越说越急 街道和派出所 还以为他生气了 要严惩肖茉莉呢 庄红业欣然答应 宋春兰几天前就捡好了 想打电话 让裴爱华来去 被他给阻止了 太快做好 会让人觉得减脂太容易 还会觉得 付了几千块亏本了 必须多拖一段时间才行 裴爱华激励咕噜说了一串 表示不追究肖茉莉的责任 但希望肖茉莉能认真悔改 别辜负妹妹肖音乐的一片心意 庄红业很完美的翻译了 班玉明一边听着 一边数数 谢谢裴先生的声明大意 我们一定会严加教育肖茉莉同志 班玉明热情地和裴爱华握手 心里松了口气 幸亏遇到了个好说话的洋人 有些洋人很难弄 一点批大点的事 都要斤斤计较 甚至还闹到领事馆去 害他们吃批评 肖映月和裴爱华签个字 就能走了 肖茉莉还得留下来 接受批评教育 裴爱华要去看画下龙 和他们一路 等他们走后 班玉明忍不住说 小李 那姑娘翻译的句子 和洋人说的差不多 你怎么那么短 你才短 小李同志火了 凭啥说他短 夏青青已经办好事回来了 前六斤兄弟做好了招牌 厂房也清扫干净了 接下来就是置办缝纫机 这些天赚的钱 还有从杨家搞的钱 全都填进去了 肖映月 宋春兰 装红叶也都各投了四千 托培爱华的服 他俩赚了不少钱 这家服装厂 是他们四姐妹共有的 以后一起发财 轻轻 映月和红叶去派出所 不会有事吧 宋春兰有点担心 他在绣鞋垫 普通的鞋垫上 绣出美丽的图案 穿着很舒服 还能按摩脚底 对身体有好处 放心吧 肯定没事 夏清清对装红叶信心十足 装红叶可是他们四姐妹中最聪明的 宋春兰这才放心 他缝了最后一针 打了结 用剪刀剪去线头 放在夏清清面前 笑着说 给你的 鞋垫上绣的是美丽的牡丹花 左右鞋垫上 各绣了平安二子 美得像一副艺术品 谢谢 春兰姐 夏清清很喜欢 这种鞋垫 写起来真的很舒服 就是太费功夫了 谢啥 我去做饭 晚上吃啥 宋春兰淳术的笑了笑 比起夏清清为他做的 他只是绣一双鞋垫 算不了什么 毛豆烧玉奶 好玉奶 夏清清点了道菜 护城中秋节 有吃毛豆和玉奶芋头的习俗 玉奶方言和玉奶差不多 兆头很好 毛豆烧玉奶 好玉奶哦 小鱼说 要吃油豆腐嵌肉 我现在去做 宋春兰去厨房忙碌了 他喜欢做饭 还喜欢研究菜 好吃的菜他吃一遍 基本上能研究出来 味道差不多 油豆腐嵌肉 好吃极了 我们回来了 萧英月人味道声先到 路上看到个阿婆在卖草头饼 她买了几块 因为小鱼前几天说想吃草头饼 但这是立下吃的食物 现在很少有人做 既然碰上了 她肯定得买 小鱼 看看姐姐买了啥 萧英月将草头饼递给小鱼 谢谢小月姐 小鱼眼睛亮晶晶的 拿了块草头饼吃 咬一口 就是她记忆里的味道 好吃 草头饼 草头是木须少吃点 一会儿要吃饭了 萧英月在小家伙头上摸了摸 拿着饼进屋了 裴爱华兴冲冲的跟在后面 没看到宋春兰 她有些失望 但很快 她就看到了桌上的鞋垫 一下子被吸引住了 这是什么太美了 这是牡丹花吗 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裴爱华就像十万个为什么一样 有问不完的问题 对华夏的所有东西都感兴趣 庄红叶给她解释 这是鞋垫 垫在鞋子里的 秀上平安寓意出入平安 这么美的东西 怎么能垫在脚底下太浪费了 应该裱起来挂墙上 这是艺术品 裴爱华连声说 觉得他们是在暴殖天雾 庄红叶默默翻了个白眼 懒得在理她了 要是让裴爱华知道 华夏有个慈禧太后 一顿饭吃一百多个菜 一双鞋子花万两白银 她不得心疼死 宋小姐 能给我做一双这样的鞋垫吗 我也要牡丹花 裴爱华找到厨房的宋春兰 一边说一边笔话 还拿着那双鞋垫 并且说 我出钱买 多少钱 第166章 庄红叶大呼又上线 钱赚不停 第张庄红叶大呼又上线 钱赚不停 宋春兰听得一知半解 冲外面叫 红叶 你来翻一下 她说的啥 她要买你绣的鞋垫 你这个要做几天 庄红叶进来了 手里拿着卤鸭爪啃 她喜欢吃所有动物的爪子 最爱鸭爪 一个星期吧 宋春兰想了想回答 她都是几时间做的 不能耽搁工作 那你打算卖多少钱 一块行步 会不会太贵 宋春兰小声问 有点心虚 她觉得自己越来越想奸商了 庄红叶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对裴爱华说道 裴先生 这双鞋垫在华夏 有非常古老的历史 而且鞋垫还有个美丽的传说 什么传说 裴爱华一下子来了兴趣 她最喜欢听华夏那些传说了 比某些童话有意思多了 庄红叶不慌不忙地 献编了个爱情故事 反正华夏这种故事多的是 东超一点 西超一点 完全能护弄老外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个美丽的姑娘 她的情郎为了保卫国家 即将出征 姑娘一晚上没睡 绣了一双鞋垫 她的眼睛熬出了血 血滴在鞋垫上 她绣成一朵一朵花 再拔下她乌黑的头发 绣下平安二字 情郎将鞋垫缠在腰上 陪着她出生入死 甚至还为她挡下敌人的刀剑 情郎终于平安归来 和美丽的姑娘相伴一生 白头到老 陪爱华听得如痴如醉 对鞋垫也更加痴迷了 这鞋垫都能挡刀剑 既美丽 还有实用性 她一定要买 陪先生 做鞋垫很费功夫 至少要半个月 才能做好一双 张红叶露出为难的表情 陪爱华心里一个灯 还以为不肯卖 又听到她说 但您是我们的贵宾 就算再麻烦 也要满足您的需求 这样吧 一双鞋垫二十块 您觉得怎样 会不会太便宜了 陪爱华放下了心 她都打算出重金购买了 没想到 只要二十块 您是我们的贵宾 按理是不应该收钱的 但姑娘如果送给异性鞋垫 有另一层意思 得象征性的收点钱 张红叶笑着解释 陪爱华追根究底的问是什么意思 张红叶指的说 姑娘会在婚前送给情郎鞋垫 收钱了就是买卖 没这意思了 原来是定情信物 太有意思了 陪爱华恍然大悟 在华下待的时间越长 她对这个古老的国度越喜爱 历史沉淀太深厚了 值得她花一辈子去研究 张红叶对宋春兰说 你给她做一双牡丹花的 也绣上平安两个字 二十块一双 光 炒菜的宋春兰 国产差点将国产出个洞 她朝陪爱华这个冤大头看了眼 小声说 太贵了吧 老家的女人都会做 不值钱的 要不是你老家的女人都会做 我就开价二百了 张红叶瞠了眼 托陪爱华的福 她现在有了个极好的项目 成立个贸易公司 专门卖洋人手工鞋垫 肯定能赚钱 也不用办傻工厂 找一个村子的妇女 定期上门收购就行 几乎是无本生意 光 宋春兰吓了一跳 差点又敞坏锅 她默念阿弥陀佛 再看一眼傻呵呵乐的陪爱华 继续专心炒菜 做生意的是她不懂 还是让青青和红叶操心吧 她只管干活 作为至尊级的冤大头 夏青青热情地邀请她一起吃饭 得知她爱吃饼 宋春兰特意做了些韭菜盒子 还榨了春卷 咸甜各一半 中饭菜很丰富 毛豆烧玉奶 油豆腐嵌肉 卤鸭肘 粉蒸肉 啤酒鸭 韭菜盒子和春卷 再来两个素菜 摆了满满一桌 啤酒鸭是夏青青前世初遇后学到的川菜 觉得很好吃 就交给了宋春兰 果然做出来 大家都爱吃 好吃 太好吃了 所有的菜都好吃 裴爱华虽然是洋人 但她有个华夏味 桌上的每一道菜 她都爱吃 尤其是韭菜盒子和春卷 她根本停不下来 裴爱华得知是鸭爪后 毅然吃得极香 可见不是洋人不吃爪子 而是没吃过好吃的爪子 宋小姐 您的手简直是上帝的神迹 太厉害了 裴爱华由衷夸赞 宋春兰听庄红叶翻译后 脸都羞红了 可心里却很感动 甚至有点想哭 她以前在家里 在张建国家 每一天都埋头苦干 也会做美味的饭菜 可从来没人夸过她 都觉得她干这些是理所当然的 来到夏青青这之前 宋春兰也是这么以为的 她的思想被父母制过了 但在这耳濡目染后 她的思想渐渐打开 她现在觉得 以前的自己好蠢 自己立不起来 真是活该被欺负的那么惨 裴爱华吃得直打宝格 还打包了韭菜盒子和春卷 就连小鱼吃剩下的几块草头饼 她也没放过 宋春兰也取来了她精心捡的笼 用布袋小心装好 让她带走 微波炉里加热夏 明天当早餐吃 裴爱华有点不好意思 她好像太失礼了 但这么好吃的东西 她是真的忍不住 而且她决定和总部打申请 以后要常驻护城 这边就是她的第二故乡了 夏清清送裴爱华到了弄堂口 护城的弄堂太复杂 洋人搞不明白 小夏 你还认识洋人呢 小卖部门口打麻将的大爷大妈们 好奇地问 是小鱼老师的朋友 来做衣服的 夏清清随便解释了下 小夏这生意都跨国了 了不起 李大爷竖起大拇指夸赞 小鱼去上学了 难怪这几天没看到他 刘大爷喜欢小鱼 最近都没看到 心里空落落的 拜了个画画的老师 夏清清笑道 小鱼画画厉害的 你家围墙上的画多漂亮 以后小鱼不得了 要当大画家的 刘大爷不令夸赞 夏清清微微笑着 他喜欢听别人夸小鱼 等他走了后 有个大妈 就是王沈 小声嘀咕 画画可不便宜 给个小傻子学画多浪费 小夏脑子不灵光 我看小鱼脑子比你灵光 你会画画 不小鱼那叫内秀 你懂个屁 李大爷对了过去 小鱼蛮聪明的 以我教书三十几年的经验看 小鱼画画上肯定是天才 他就是偏刻有点严重 不是大问题 刘大爷慢条思理道 徐姐也说 小鱼肯定是天才 没学画都能画那么漂亮 以后肯定能办画展 当大画家的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把小鱼夸到了天上 王沈表情善善的 其实他也蛮 喜欢小鱼 就是看不惯夏清清和沈秋白在一起 心里酸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 离中秋还有两天 八爷跑来汇报 吴大利钱花光了 又去庆春路捡垃圾了 第167章 十块钱 金戒指 杀兴起 第张十块钱 金戒指 杀兴起 捕快那小崽子不在了 前些天还在的 八爷还说了个消息 他嘴里的捕快 克制左洋 夏清清挑了下眉 公安还挺敏锐的 如果那天他没扔那只银手镯 吴大利第二天 很可能会再去庆春路捡垃圾 就会被左洋发现 玻璃珠串还有眉 八爷飞进白屋里转了一圈 很快飞了出来 嚷嚷着要玻璃珠串 那么多 你都送完了 夏清清无语 前前后后他给了八爷 至少五十串珠串 一只母鸟送一串 那也有五十只了 何止这鸟祖宗 夜夜当新郎啊 老子怎么可能只送一串 赶紧去搞些珠串来 我有大用场 八爷抬起头吃了声 以止气使地下命令 我想问一件事 夏清清很认真地请教 问 你那么多只母鸟 哪只才是你的挚爱 夏清清真的很好奇 每只都是 新欢就爱都是爱 八爷白了眼 从盘子里抓了块饼干 飞出了窗外 夏清清抽了抽嘴角 他家八爷感情虽然泛滥 但感情都是真的 送的东西也实打实 该说他渣呢 还是多情呢 八点 时间正好 夏清清台湾看时间 上午八点 明天就是中秋节 可以行动了 他换了身不打眼的衣服 还戴了帽子 叫上装红叶出发 八爷只派了只机灵的麻雀 给他们带路 庆春路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没麻雀指路 一时半会找不到 麻雀很懂师弟飞在前面 夏清清他们若是没跟上 他会停下来 等他们追上再飞 乖 夏清清将小半块饼干掰碎 撒在手心喂他 麻雀开心的吃完 冲他叽叽喳喳叫了几声 带路更伤心了 庄红叶眼里含笑 对弄死和强华一家 也更有信心了 老天爷给了他那么多助力 他若是还不能成功报仇 不如去跳黄浦江吗 活着也是丢人谢眼 八点半左右 他们到了庆春路 夏清清掰碎了一大块饼干 扔在地上引来了好几只麻省 吴大力就在前面翻垃圾 看起来还算干净 只是头发乱蓬蓬的 估计不敢去理发店捡头 我们运气不错 左洋昨天还在这盯着 夏清清一边喂麻雀 一边和庄红叶小声说 天意让何强华一家死 庄红叶冷笑 大约过了十来分钟 史洪霞出现了 提着满满一栏菜 远远的朝吴大力那边走过去 买这么多大肠 你和老何吃的碗 史洪霞被个大妈叫住了 两人聊了起来 明天都要回来吃饭 他们都喜欢吃乳大肠 这个弄起来麻烦死了 今天先弄好 明天吃 你家明天要办两桌吧 两桌肯定要的 大人一桌 小孩一桌 我不和你讲了 还要回去做扣肉 炸酥肉 包春卷 哎呀 忙都忙死了 史洪霞匆匆忙忙的走了 和他说话的大妈 冲他背影轻轻脆了口 显摆啥 在史洪霞和大妈谈话时 夏清清想到了个办法 但必须八爷帮忙 他在心里默默召唤八爷 没两分钟 八爷就到了 此时 史洪霞距离吴大利 大约五十米 夏清清拿出一张石原 让八爷叼着飞走了 在史洪霞和吴大利 距离四五米时 八爷从他们头顶飞过 那张石原钱 轻飘飘地落下 看到这张落下的石原钱 两人的瞳孔都扩张了 同时抬起了腿 吴大利更快一步 捡起石原钱 迅速塞进口袋 史洪霞慢了一步 眼睁睁地看着石原钱被捡走 我做对事吧 上次让你抢了手镯 账还没和你算呢 这十块钞票还回来 史洪霞认出了吴大利 冤家路窄 眼睛都红了 破口大骂 吴大利没理他 继续捡垃圾 被完全无视的史洪霞 顿时火冒三丈 他丈夫何强华退休前是干部 家人亲戚朋友 都对他百般讨好 丈夫退休前 还替儿女们安排好了工作 都是挤破头 都要挤进去的好单位 所以就算丈夫退休了 史洪霞依然没受到冷遇 几十年来被人阿谀奉承 他已经忘了自己 也是底层出身 对吴大利的默然愤怒之急 你个糟瘟的讨饭老 瞧瞧你这窝囊样 四十好几还来捡垃圾 你这种窝囊费 肯定娶不到老婆 就算娶了 老婆也要去外面炸拼头 还要给你生几个野种 呸 史洪霞骂得极痛快 他本来不想骂这些话 但看到吴大利 他就想到了那天装红叶说的话 炸拼头和野种就脱口而出了 弯腰捡垃圾的吴大利 手停住了 眼里射出杀意 但史洪霞浑弱味觉 还在骂骂咧咧 史洪霞骂了半天 吴大利都没反应 依然不紧不慢地捡垃圾 他便没劲了 冲吴大利厌恶地脆了口 阴沉着脸走了 夏清清和庄红叶交换了个眼神 两人去扔垃圾 吴大利退到旁边 等他们扔了再见 庄红叶扔垃圾 夏清清站在旁边 他随意地朝吴大利看了眼 走吧 庄红叶扔好垃圾 叫上他走 进了弄堂后 夏清清兴奋到 吴大利起杀心了 前世他在监牢里 见了太多的杀人重犯 以至于他只要看一眼 就知道对方有没有起杀心 明天再添一把火 庄红叶冷笑了声 第二天 月日 上午八点半 夏清清和庄红叶又去了庆春路 吴大利会不会来他那么谨慎 会不会换地方 庄红叶有点担心 不会 他在这接连捡到财物 肯定会再来 而且公安刚撤 一时半会不会过来 这反而安全些 夏清清有八成把握 杀人犯来了 八爷非怪报信 夏清清嘴角上扬 今天得来点刺激的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他拿出了个金戒指 让八爷一会扔了 你扔巧妙些 要保证史红侠捡到金戒指 还得让吴大利差一点捡到 知道了 八爷不耐烦 这么点小事 他闭着眼睛就能干好 九点左右 史红侠准时出现了 今天的菜篮比昨天更满 鸡鸭鱼肉都有 还有大闸馅 晚上儿女和孙子孙女 都要回来吃饭 远远看到捡垃圾的吴大利 史红侠重重地哼了声 臭药犯了 两人隔了三四米时 一只闪闪发光的金戒指 落了下来 定 金戒指落地的美妙声音 吴大利和史红侠都听到了 他们同时朝前冲 不过这回史红侠快了一步 抢先捡到了金戒指 吴大利只慢了一点点 他的手都快摸到金戒指了 还是落后了一步 第168章 中秋月圆夜通缉犯上门 第章中秋月圆夜 通缉犯上门 史红侠将金戒指塞进嘴里 咬了口 戒指上多了道牙印 他顿时笑开了花 吴大利身上煞气壁现 只差一点点 他就能捡到金戒指了 一只金戒指能换不少钱 他就能多藏几天 等护称的公安松懈了 他还能换个身份重新开始 该死老太婆 和那个偷人生野种的贱人一样 该死 看什么看 臭药犯老 你就是天生要犯的穷命 史红侠狠狠瞪了眼 将金戒指揣进口袋就要走 吴大利情急之下 想去拦他 不过他很快反映到 自己是通缉犯 便让开了 你还敢拦我 你的头顶灌农 脚底长疮的要犯老 你睁大狗眼看清楚 老娘是谁瞧你那晦气啊 老婆在外面砸拼头 头顶绿油油了吧 佩 活该 窝囊废 史红侠破口大骂 句句都在吴大利的杀心上蹦打 吴大利一声不吭 史红侠别和流浪汉一般计较 要不是今天中秋节 我家孩子回来吃饭 我肯定要骂死这要犯了 那会起死人样 去当上门女婿都没人要 史红侠冲吴大利狠狠脆了口 趾高气昂的走了 没多话 捡垃圾的吴大利也不见了 过了一刻钟 吴大利提着半袋子垃圾回来了 在垃圾桶里继续翻垃圾 他跟着老太婆到了家门口 八爷跟了吴大利一路 辛苦了 给你猪串 夏清清拿出一串亮晶晶的玻璃珠串 八爷叼着飞走了 他对庄红侠说 吴大利晚上会动手 他刚刚去踩点了 庄红侠眼睛亮了 心跳得极快 今晚过后 爸妈兄姐的愁 真的能爆了 走 再去天拔火 夏清清拿出两粒解药 让庄红侠含在嘴里 他也含了一粒 再将鸭舌帽往下拉了拉 两人去了垃圾桶的上风口 靠着电线杆说话 今天他俩打扮得社会混混一样 一看就不是正经人 聊着聊着 夏清清从口袋里摸出包厢烟 熟练地弹出两支 点燃 两人吞云吐雾起来 烟雾被风吹散 有一些吹到了吴大利那儿 从他的鼻孔里钻了进去 吴大利抬头羡慕地看了眼 他烟瘾饭了 哄 摩托车的轰鸣声 游远极近 一辆五颜六色的三轮摩托车 开了过来 色彩绚烂的花朵 几颗骷髅头 全护城大概也找不出第二辆了 行人纷纷侧目 朝着辆摩托车指指点点 四景一戴着头盔 行人的指点让他越来越兴奋 他就喜欢被很多人指点为官 所以他从小就爱特立独行 别人不喜欢呢 他偏要喜欢 别人不敢挑战的 他偏要去挑战 反正他就要和大众背道而驰 不要做一个被大众社会平庸化的人 夏清清远远看到了四景一 侧了侧身 但他忘了装红叶 四景一已经开过去了 又转了回来 在装红叶面前停下 取下头盔 露出他那张祸国殃民的脸 路边的行人 不管男女老少 起起止步 朝他看了过来 你怎么不去医院拿药不对 你气色不错 换医院了 关你屁事 装红叶一脸冷漠 他记得这男人 是个爱管闲事的医生 非让他住院 他都拒绝了 这男人跟听不懂人话一样 李八说的 我是医生 你是病人 当然关我的事 你气色不错 看来你换的医院也不错 抽烟不好 少抽点 斯锦衣笑了笑 装红叶的状态 比以前好了不少 他挺欣慰的 他拿起头盔袋 但鼻子里吸进了一股烟 不禁皱眉 斯锦衣放下头盔 朝装红叶深深地看了眼 然后就认出了夏清清 尽管鸭舌帽遮住了半张脸 还侧着身 但还是逃不脱他撕一声的阴眼 斯锦衣一下子明白了 夏清清找到了装红叶 以他的医术 只好装红叶都有可能 这也不难解释 是装红叶现在的良好状态了 但他们为什么要抽这烟 走了 夏清清 怕被这家伙发现端倪 拽着装红叶走了 那两根香烟的烟屁股 也被他塞回了口袋 得带回去销毁 看着他们的背影 斯锦衣眼神欣慰 他能百分百肯定 这两人凑在一起 肯定有猫腻 斯锦衣笑了笑 骑上摩托车走了 捡垃圾的吴大利 只捡了一会儿也走了 他现在心烦气躁 杀心越来越重 要不是天还亮着 人命完全没了敬畏之心 史洪霞抢了他的金戒指 还揭他的短 必须死 还要多捅几刀 夏清清和庄红叶 已经回家了 宋春兰在准备晚饭 沈秋白和铁牛 晚上也过来吃饭 天黑了 银盘一样的月亮 挂在天空中 铁牛将桌子 搬到了天井里 其他人将菜摆了出来 芋头老鸭汤 清蒸海蛮 白切鸡 五香毛豆 清蒸大闸蟹 梭子蟹年糕 葱豹大虾 清炖甲鱼等 摆了一大桌 早上运气不错 一去菜市场 就碰到老大爷卖甲鱼 自家池塘里抓的 也得很 宋春兰笑着说 家里人都爱吃甲鱼 除了萧应月 只是现在 甲鱼没人养殖 买这个的碰运气 不是每天都能买到 应月真不吃这裙边 糯瓷瓷的 很好吃 夏清清加了块裙边 咬一口 又糯又鲜 真的好吃 不吃 萧应月使劲摇头 吃甲鱼 他过不了心里那道看 夏清清咬了碗甲鱼汤 放在沈秋白面前 笑眯眯道 不不 沈秋白朝他深深地看了眼 眼神耐人寻味 他拿起汤一口喝完 又给自己咬了一碗喝 然后 又是一碗 庄红叶也想喝甲鱼汤 他拿着勺子咬了半天 只有一层浅浅的汤 连半碗都没 汤呢 沈秋白轻轻打了个格 汤喝得太多 有点撑 但媳妇既然怀疑他的身体 那就多喝些汤让轻轻放心 洞房花烛那天 他肯定没问题 有铁牛和萧音乐 这两个大卫王在 菜全都吃完了 撤了碗筷后 宋春兰摆上了月饼 馅料有好几种 最受欢迎的是鲜肉馅 早上宋春兰去一家老字号买的 馅烤出来的最好吃 晚上重新烤了下 也很好吃 鲜肉月饼这天晚上 几乎每一家都合家团圆 吃完团圆饭后 一家人吃月饼赏月 其乐融融 何强华家也是如此 他们家更热闹 十六口人 全都挤在客厅里 只不过气氛不是太融洽 每次聚会都要攀比 比工资 比级别 比孩子成绩 比到后面就冷场了 史洪霞捧出水果和月饼 招呼大家吃 扣扣扣 有人敲门 第169章 无意生还 第张无意生还闹敲了好几下 史洪霞才听到 因为楼下的年轻人在跳迪士科 录音机放得震天响 整撞楼都听到了 但没人敢说闲话 因为这年轻人的爹 是这撞楼最大的关 史洪霞也只敢背后发牢骚 天天跳迪士科 还去公园里跳 男男女女搂 一起扭屁股 这小赤佬迟早要进牢房 录音机的声音太响 史洪霞可以放心大胆地骂 不怕被人听到 年 公园里跳迪士科 那个时候的人很时髦妈 我们过会儿回家了 看电视的二女儿说了句 她今天很不高兴 因为她最不喜欢的二嫂涨工资了 刚刚在她面前显摆了一通 气死她了 急什么 时间还早呢 再坐会儿 记得瞪了眼 刚刚她都听到了 真是小人得志 尾巴都翘到天上了 完全没了刚嫁进来 时夹着尾巴的窝囊样 哼 回头和老二说一声 别样样都听老婆的 老婆再亲 哪有兄弟姐妹亲 敲门声又响了起来 史洪霞听到了 谁啊 史洪霞一边问 一边去开门 心里还嘀咕 中秋节谁还上人家里做客 真是一点礼数都不懂 何强华在逗孙子玩 他六十岁左右 个子不高 瘦瘦小小的 脸颊瘦削无肉 一脸精明 问问是谁 何强华随口说了句 他心里有些不安 但也没当回事 继续逗孙子玩 史洪霞手已经按在门把上 边开门边问 你哪个 外面的人说了句 但史洪霞没听清 楼下的录音机太吵了 还有几个年轻人 跟着唱的鬼叫声 发颠一样 你找哪 史洪霞打开了门 走廊的灯坏了 模糊看到个黑影 看着有些面熟 还没问完 就被捂住了嘴 嗯 史洪霞眼神恐惧 他认出来了 这人就是臭药犯了 吴大力拿出踢鼓刀 利落地捅进史洪霞身体里 接连捅了好几刀 史洪霞瞳孔渐渐扩散 直到史洪霞死 屋内的人都没察觉到异常 还以为他在和门口的人说话 谁啊 怎么不让人进来 何强华问了句 吴大力关上门 反锁 将史洪霞放在地上 快步走到离得最近的何强华面前 刀光闪了两下 一老一小都倒下了 其他人终于发现了 尖叫 逃跑 还有想抱着孩子跳阳台的 可这是四楼 他们不敢跳 倒是有男人想反抗 可他们常年做办公室 身骄体弱 根本不是吴大力的对手 他们的尖叫声 也被楼下的鬼叫声掩盖了 就算有人听到 也以为是这群年轻人在发颠 只会骂几句 吴大力冷冷笑着 动作不紧不慢 就像他以前杀猪一样 而且杀的人越多 他越兴奋 见到嘴边的鲜血 也被他舔了 又热又甜 味道还不错 五分钟不到 屋子里血流成河 地上 沙发上 桌上 阳台上 东倒西歪的 躺着十六具尸体 吴大力走到史洪霞尸体边 又补了几刀 还踢了好几脚 骂道 老不死 你再骂啊 怎么不骂了 楼下的鬼叫声越来越响 显然的帮小年轻们跳海了 吴大力将女人身上的精气都扒了 还在屋里找到不少首饰和现金 他咧嘴笑了 死老太婆还挺有钱 有了这笔钱 他至少能躲三年 随便找个弄堂柱 护称的弄堂上万条 只要他不露面 公安肯定找不到 吴大力去卫生间 洗去脸上的血 还照了照镜子 咧嘴笑了笑 将窗户都关紧了 关了电视机和灯 大大方方地打开门走了 走时 他还将门关了 只要血腥味不泄露出去 应该能拖到明天 够他转移了 走到楼下时 迪士科的音乐声 和年轻人的鬼叫声更响了 吴大力还停下来听了会儿 这音乐怪好听的 城里人真会玩 他本来想等史洪霞一家睡了 再撬门进去的 但到了后 发现老天爷都帮他 楼下这帮年轻人的叫声 完全能掩盖他杀人的动静 所以他便直接上门了 吴大力将帽子拉低 衣领竖了起来 遮住了脸 走到楼下 有几个小孩在下面玩 附近还有几个老人 朝他看了眼 也没太在意 晚上光线昏暗 看不清人 他们还以为吴大力是住在楼里的 毕竟吴大力太自然了 慢悠悠走着 就像出门散步一样 夜深了 万家灯火基本上熄了 夏清清还没睡 他在空间学习 顺便等八爷回来 死了 真狠 八爷回来了 饶食他见多识广 也被吴大力的心狠手辣震惊到了 死了几个 夏清清问 个 八爷择了声 夏清清不意外 前世庄红叶弄死的 也是个 看来这一世并没改变 以后专心学医 多救人 八爷突然严肃起来 他担心夏清清杀性越来越重 就会和吴大力一样 控制不住杀心 变成没有人性的恶人 夏世需要的是 心狠的继承人 但不是没有人性 知道 以后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夏清清保证 他又不是吴大力 该报的仇都报了 以后他大概不会再沾人命了 除非是真的 不容于事的恶种 他或许会考虑 去看奖励 好好学习 八爷老生常谈的说了句 就飞走了 夏清清眼睛一亮 跑去竹楼 果然奖励了治白血病区的药村种子 还有老祖宗治疗血症的详细医案 有了这些 他肯定能治好庄红叶 林田也扩大了 现在是两母帝 又能多种不少药了 夏清清将种子种下 交了林叶 继续研究医案 第二天一早 他告诉了庄红叶好消息 口 全面 天一如此 清清 谢谢你 庄红叶轻叹了口气 结果和清清做的梦一样 还是个人 不过他已经很知足了 谢啥 以后不要再说客气话了 我不爱听 夏清清假装生气道 好 不说了 庄红叶笑了 眼神越来越温暖 他身上的冷漠也渐渐消失 多了不少暖意 中午 刑侦队接到了报案电话 耿兴华听完电话 表情变得凝重 一家口 无意生还 护城已经好几年 没出过这么恶劣的凶案了 耿兴华瞬间赶到了肩上的沉重 很快他被局长叫去了 勒令他尽快抓住凶手 消除百姓的恐慌 第170章 又出现了乌鸦 第章又出现了 乌鸦从局长办公室出来 耿兴华也开了刑侦队内部会议 讨论何强华一家的灭门惨案 刑侦队出去出差的全都盗会 每个人面前都摆了凶案现场照片 刑警们尽管见惯了凶杀现场 可还是被相片给震惊了 姥姥小小 一家口 就有个孩子 最小的才两岁 没留一个活口 凶手冷血残忍至极 左扬 你前几天丁庆春露 有什么发现 耿兴华沉申问 他怀疑凶案和吴大利有关 何强华一家的尸体 已经拉回了警局 耿兴华去看了 死者身上的伤口 都由踢骨刀造成 而且死者都是一刀致命 不是脖子就是心脏 只除了史洪侠 被捅了十几刀 很显然 凶手捅史洪侠有仇怨 吴大利杀气案里 死了六人 三个孩子都是一刀致命 妻子和岳父岳母 全都被捅了十几刀 尤其是妻子 刀刀都是要害 且伤口极深 这两起案子 有很多相似之处 再就是案发前 吴大利在庆春路出现过 他有很大的嫌疑 没有 我和李格钉了十天 吴大利一次都没露面过 左洋现在懊恼急了 他应该多钉几天的 说不定就能抓住吴大利 何家的灭门惨案 也不会发生了 局长让我们尽快破案 消除百姓们的恐慌 大家手上的案子都放一放 集中精力办 何家这案子 提前和家里打招呼 接下来吃住都在单位 没有大事 不准请假 耿兴华表情严肃的 给每个人分配了任务 全体行侦队都出动了 左洋和耿兴华一起行动 他们去何家住的整状楼查控 看有什么线索 查了半天 他们嗓子都冒烟了 并没打探到有用的消息 不过也有些有用的消息 比如何强华一家的人员并不好 甚至有人说 何家的灭门是报应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报应啊 小孩子可怜 几个大的 算了 人死为大 不说了 你们公安难道不知道 去查查何强华 以前是干什么的 就知道缘故了 街坊邻居们都不愿意多说 只说小孩子可怜 对何强华夫妇 和四个子女的死 并不同情 师徒俩去调查了 何强华以前的工作 果然有了新发现 何强华原本只是 船舶厂的普通技术员 业务水平一般 全靠鳄鱼奉承混日子 十年前 何强华进了歌委会 起初只是个小喽喽 他靠着卖力整人 很快就成了副厂长 将他看不顺眼的人 全都整了 死的死 跑的跑 给船舶厂 造成极重大的损失 何强华很会审视多事 几年前发现 苗头不对 就打了提前退休报告 完好无损地退了出来 而且在退休前 他给子女们 都安排好了出路 自己则在家过 寒衣弄孙的养老生活 师父 会不会凶手并不是吴大利 而是何强华的仇家 左洋突然问 耿兴华示意他 继续往下说 得了鼓励的左洋 兴致勃勃道 何强华整死了 何强华死 但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吴大利逃窜到护城 凶手看到了通缉令 就想冒充吴大利 制造一起灭门惨案 逃脱法律制裁 其实左洋还有心里话不敢说 怕被师父骂 他觉得 何强华死的一点都不冤 这老头手上的人命可不少 还都是高级人才 现在国家那么缺人才 这老头造这么大的孽 捅一刀都是轻的 不过那几个孩子确实可怜 毕竟大人的仇怨 和小孩无关 耿兴华看了眼徒弟 沉声道 你说的是一种可能 但有一点 这个凶手绝对不是第一次杀人 而且还是怪贱血的人 他更倾向于凶手是吴大利 吴大利是杀猪老 刚杀了六个人 他这样的人 才会连杀个人还能保持冷静 甚至还去卫生间洗了脸 大大方方的离开现场 一点都不慌 耿兴华办过很多起凶杀案 审讯过的凶手不少 其实杀人并不简单 很多人都克服不了内心的恐惧 有些人嘴上说得很狂 说杀人跟杀鸡一样 但真让他们动手 他们肯定手软 左扬沉思 师父说的虽然有道理 可他还是觉得 有些地方不对劲 他说不出来 哪里不对劲 就是觉得 吴大利杀人这过程太顺利了 吴大利 为什么要选择 史洪霞一家作案 庆春路那么多人 有钱人不少 势力心眼小的人更多 吴大利怎么就偏偏 和史洪霞遇上了 难道真是恶有恶报吗 几个出去探访的刑警回来了 带回了不少新情况 月号上午九点左右 史洪霞和吴大利发生过争执 两人因为捡东西起了冲突 有人说是镯子 有人说是钱 能肯定是值钱货 被吴大利捡走了 左扬用力拍了下大腿 恍然大悟道 难怪吴大利一连十天没露面 感情是手里有钱啊 月号 同样上午九点左右 史洪霞和吴大利又吵上了 吵得很激烈 起因也是因为地上的一张钱 具体金额不确定 还是被吴大利捡走了 史洪霞慢了一步 他骂得很难听 骂吴大利窝囊废 娶不起老婆 就算娶了 也会上外面砸拼头 给他生一种孩子 说话的刑警边说边摇头 这史洪霞骂的话 句句都扎在吴大利废馆上 真的是在作死 月号 就是昨天 史洪霞和吴大利又吵了起来 还是因为捡东西 有人看到 是一只黑鸟 叼了个亮晶晶的东西 不小心落在地上 被史洪霞捡走了 吴大利想抢回来 史洪霞骂了他一顿 还骂他给人当上门女婿 都没人要 晚上 史洪霞一家被灭门 家里的首饰 现金都没了 奇怪 这吴大利和史洪霞 怎么总能碰上 还总是捡东西 有人提出疑问 要不怎么有人说是天意呢 好多人都说 和强华一家 是恶有恶报 有个人小声嘀咕 相信科学 别散布违心主义言论 耿兴华瞪了眼 警告了一通 李哥 前面两次的东西 是不是也是黑鸟落下的 左洋兴奋的问 这个不确定 没人看到 李哥回答 很多鸟都喜欢雕东西 以前我办过一个案子 有一家人经常丢钱和粮票 夫妻俩都怀疑 是对方拿了钱给自己父母 天天吵 街道调解都没用 就让我们帮忙破案 蹲了三天才捉到小偷 是隔了一条弄堂的 一个大爷养的八个 每天都飞过来 雕一张钱或者粮票 拿回家给主人花 一个老刑警笑着说了 以前办的一起案子 天下之大 无奇不有 左洋却有不一样的猜测 这件案子里 又出现了乌鸦 难道和夏清清有关 第171章 做人留一线 才不会遭报应 第张做人留一线 才不会遭报应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左洋主动申请去调查 何强华的旧同事 如果真的和夏清清有关 那就肯定是寻仇 他想查和强华 曾经害过的人里 有没有和夏清清有关系的 这件案子影响太恶劣 不到一天就全程传播开了 百姓们都在议论这起案子 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 说的最多的是 恶有恶报这个说法 死的那个老头 不是好东西 害死了不少人 我娘家弟妹的姑姑 是船厂退休的 知道何强华家出事后 他姑姑说是报应 我家楼下一个大爷 也是船厂退休的 他也这样说 这大爷还提起一个 叫装工程师的 哎 惨的呀 大爷现在提起来都掉眼泪 装工程师 是不是外国回来的 他老婆跳舞的 比明星还漂亮 三个小孩也都好看的 弟妹姑姑是船厂的女人 一听到这就激动了 因为他也知道 对对对 就是他 一家人都生得洋气漂亮 可惜运气不好 得罪了何强华这小人 哎 一家人都死得惨 所以做人不要做绝 不做好人没事 但绝对不能当恶人 会有报应的 好像还有个小女儿没死吧 当时才十来岁 送到福利院了 后来没音讯了 没音讯不就是死了 要是没死 怎么会没音讯 大家都沉默了 有些人本来还同情 和强华一家的 现在都觉得死有余辜了 要我讲 有困就有果 何家的小孩可怜 可那个装工程师家的小孩 更可怜 人家在国外够得好好的 吃面包和牛奶 做贡献的让何强华给害死了 小孩都没放过 他做这种缺德事实 也不想想会不会连累子孙 要不怎么说 做人不要做绝呢 老祖宗老早就提醒过了 左洋从拐角走了出来 这里以前是船厂的老职工宿舍楼 住了不少船厂的退休职工 他过来打听的 查到了不少事 其中有个叫庄英奇的名字 出现的频率特别高 何强华害的人不少 但以庄英奇一家最惨 最无辜 庄公一新为船厂 他想把自己掌握的高级技术 全都交给我们 他那人很较真 搞技术的人都是这性格 他们对事不对人的 何强华做事不认真 被庄公教训了几回 他怀恨在心 还对庄公爱人有想法 报复庄公一家 一家人都死了 造孽哟 庄公的三个孩子多漂亮啊 又懂礼貌 两个大的死在牢房 还有个小女儿 好像叫庄 庄什么来着 对了 叫庄红叶 三姊妹里她最漂亮 之后没听到她的消息了 也不知道还活着没 左洋一听到庄红叶这个名字 他就明白了 这案子果然和夏清清有关 确切地说 是和夏清清和庄红叶有关 他现在内心很纠结 茶还是放弃 他在警徽下发过誓 誓与罪恶不共戴天 可是 谁来还庄红叶一家的公正 左洋重重地叹了口气 他现在突然明白了 他爸爸曾经说过的话 你很善良 但你心太软 优柔寡断 还有种天真的浪漫主义 你不适合干警察 去文公团演你的话剧吧 他当警察之前 父亲阻拦过他 当时他以为父亲是在贬低他 还和父亲大吵一架 当了警察后 他很努力在查案 就是憋着一口气 想证明自己是优秀的警察 可现在他明白了 父亲作为一名老刑警 确实没说错 他是真的不适合当警察 他同情装红叶 曾燕和强华 甚至觉得和强华死有余辜 这已经犯了当刑警感情用事的大忌 耿兴华带着兄弟们 加班加点了三天 能确定吴大利确实是凶手 案发那天晚上 有人看到吴大利离开 因为案发时 三楼有一帮年轻人在跳迪士科 声音很吵 掩盖了和强华一家的惨叫声 全力抓捕吴大利 哪怕绝第三尺 都要把吴大利揪出来 局长下达了指示 现在全城百姓 晚上都不敢出门了 生怕被吴大利盯上 影响太恶劣 必须抓捕归案 夏清清已经去学校上课了 沈秋白给他报的通读 宿舍的床白天休息 他宿舍住了六个姑娘 除了他外 还有个叫蒋兴仪的姑娘 也是通读 夏清清估摸着 这蒋兴仪和他一样 也是走后门进来的 因为蒋兴仪是港城人 普通话都说不明白 其他四个是临床医学班级的 夏清清和蒋兴仪是中医学 两人一个班 蒋兴仪长相明媚美丽 但性格有些清冷 几乎独来独往 每天放学后 都会有专车来接他 开学快一个星期 大家都和他不熟 而且班上的同学 也被蒋兴仪大小节的架势震慑到 不敢主动搭讪 怕不小心得罪了人 以至于蒋兴仪上课时 他周围的座位都空着 同学们宁可挤一挤 也不会去他旁边坐 同样和班上同学不熟的 还有夏清清 不过他比蒋兴仪好一点 好歹和同学能说几句话 月号 夏清清骑车回家 离河墙华家灭门案 过去五天了 耿兴华他们忙得焦头烂额 还没抓到吴大利 他让八爷去查了下 吴大利就躲在护城 睡在郊区的桥洞里 从何家抢的现金 够他过几个月 吴大利不出桥洞半步 让一个流浪汉帮他买吃的 顺便打探消息 过得还挺舒服 明天是周末 夏清清回到家后 宣布了个好消息 明天我们去搞野炊 好 萧音乐拍手叫好 小鱼也跟着拍手 他不懂野炊是什么 但只要和姐姐一起 他就喜欢 晚上 宋春兰准备了不少吃食 面包 锅 汽水 午餐肉 水果 糖果点心等 夏清清还叫了沈秋白 但他没空 他的秘密任务要收尾 手上的工作的交接 还要抽空结婚 忙得团团转 沈秋白自己没空 让铁牛去护驾 还开了车 夏清清挑的地方 在郊区的河滩边 风景很美 谁也干净 还能捡到干柴 萧音乐和小鱼 还有铁牛玩得最开心 还剩下一些吃食 铁牛和萧音乐想解决掉 被夏清清阻止了 别吃了 那边有几个流浪汉 看着怪可怜的 我去送给他们吃 桥洞里的流浪汉们 被香味给勾得口水直流 站在桥洞口看热闹 但吴大利不在其中 他躲在桥洞里 夏清清朝他们走了过去 站在桥洞口 还朝里面打量了下 果然看到了吴大利 躺着在睡觉 第172章 凶手抓到 领导满意 百姓安心 皆大欢喜 第张凶手抓到 领导满意 百姓安心 皆大欢喜 夏清清将吃食给了流浪汉们 就离开了 流浪汉们喜滋滋地分享着美食 都是他们买不起的高级吃食 面包 蛋糕 巧克力 还有烤鸭午餐肉呢 吴大利也被叫醒 分到了一些吃食 哪来的 刚刚有几个年轻人来野炊 吃不完剩下的 全都是贵的 这些人真有钱 老子今天也算开洋婚了 要是有点 酒就更爽了 吴大利默默啃着鸭翅膀 没有起疑心 以前也经常有人来野炊 不稀奇 他准备在桥洞里再磕一个月 等风声淡了 他就想办法离开护城 本来他还打算在护城长呆的 但这次搞大了 护城公安跟打了鸡血一样 盯得太严 吴大利决定换个城市生活 夏清清他们回到家 在门口看到了徘徊的左洋 左洋纠结了好多天 终于决定来一趟 左公安 我正好要去找你 夏清清笑盈盈道 什么事 这个 我今天看到他了 夏清清拿出吴大利的通缉启示 刚刚在弄堂口司的 全城都贴满了他的相片 左洋心跳了起来 着急问道 你看到他了在哪 今天我们去野炊 凑巧看到的 夏清清说了 他发现吴大利的经过 还说了桥洞的详细地址 让左洋赶紧带人去抓 我现在就回去汇报 左洋眼神意味深长 等抓到吴大利后 他再来找下清清 他已经打算放弃当警察了 其实他更喜欢的是表演 当初当警察 是和家里人赌气 他父母兄姐 全都是公检法部门工作 而且都非常优秀 以至于他从小就觉得 长大后他不是警察 就会是法官或是检察官 而且 如果他不干公检法的话 就有种背叛了家族的感觉 但他学习不行 通不了法官和检察官的考试 最终他成了警察 两年了 他终于证明了自己 确实不是当警察的料 他终于和自己和解了 吴大利这件案子 是他警察生涯的最后一件案子 他必须办好 画一个不算完美的 耿兴华带着人赶去了桥洞 吴大利确实在里 但还有几个流浪汉也在里面 如果惊动吴大利 容易误伤到其他人 左洋提出 按照夏清清的办法 也去河滩边搞野炊 然后将剩下的吃食给流浪汉们 吸引他们出来 再堵截吴大利 耿兴华同意了 一个半小时后 左洋提着一袋子吃食 成功引诱出了几个流浪汉 吴大利没动 懒洋洋躺着 但他听到流浪汉们在说 今天真是好日子 要是天天有人来野炊 咱们都能赶上地主伙食了 吴大利猛地睁开眼 一次是运气 再来一次肯定有问题 他提起袋子就要离开 但桥洞里只剩下他一人 其他流浪汉们也被公安控制了 吴大利情急之下 跳进了江里 最终被公安抓捕 所有领导们都松了口气 沪城当晚的新闻播报了好消息 百姓们也都安心了 左洋向耿兴华提出了离开 他想调去话剧团 你脑子进水了 警察干得好好的 去演什么话剧 就你那眼界 你演戏能出头 耿兴华将他骂得狗血喷头 左洋虽然有不少毛病 但他总会有一些出其不意的思路 给破案带来了转机 挺是何干刑警 我爸说我不行 我觉得我是真的不行 我太感情用事了 左洋表情沮丧 有些话他不能说 夏青青和庄红叶的事 他不能说会连累他们 可不说他心里过意不去 违背了他当初发的誓言 所以还是离开吧 眼不见为敬 心也不凡了 因为夏青青和庄红叶 你这脑袋瓜呀 知道你爸为什么说你不行吗 因为你太拧巴 太容易脚诊 耿兴华嫌弃地看着他 这小子都纠结好几天了 他也懒得劝 得让这小子自个儿想明白 结果想了这么多天 竟然想离职 真是欠奏的玩意儿 师父你知道 左洋满脸震惊 他还以为 只有自己发现呢 耿兴华哼了声 拿出支烟 左洋殷勤地替他点上 有句话叫难得糊涂 做人做事别太较真 过刚一舌 该软的时候软 该糊涂的时候就糊涂 看破不说破 你爸你妈 你哥你姐 他们都懂这个道理 唯独你不懂 耿兴华吐了口烟圈 与众心肠的教训徒弟 因为当年左洋父亲 也就是他师父 也是这么教训他的 那时他和左洋一样年轻 也很拧巴 被师父教训过后 他就像打通了 人都二脉一样 明白了很多事 可我发过誓 我也发过誓 所以我会竭尽全力 抓捕罪犯 这件案子的凶手是谁 耿兴华打断了他 提了个问题 吴大力 这不就对了 吴大力抓到了 领导满意了 百姓们安心了 你还有什么想不通的 耿兴华在他肩上 用力拍了下 便去找局长汇报工作了 年轻人一时 想不明白很正常 他年轻时也这么拧巴 撞得强多了 自然就明白了 夏清清和庄洪业 确实和案子有关系 但没有直接证据 就不能定他们的罪 而且和强华一家 真的无辜吗 当然不 庄洪业为父母凶解报仇 于公是违法了 可于私他没有做错 这案子归根究底 还是何强华的错 谁让他坏事做尽 不给子孙积德呢 耿兴华摇了摇头 他是刑警 他的工作就是 找出证据 抓捕凶手 其他的他管不了 也没那能耐管 吴大利的案子闹得太大 报纸都报道了 这起灭门惨案 还有吴大利的相片 刚做完手术的司警一 准备回办公室 泡方便便吃 听到护士们拿着张报纸 在讨论吴大利 他顺手拿过来看 看到头版的吴大利相片 司警一瞳孔微张 这不是碰到 庄洪业那天的流浪汉吗 再联想到那天 古怪的烟味 司警一脑子里咔的一声 很多东西都想明白了 这案子 要是不和夏轻轻有关系 他道理吃方便面 司警一在办公室里 兴奋的转圈圈 这是得好好利用下 要是夏轻轻给他的药丸 打个五折 他就当不知道了 第173章 高冷大小姐 其实很可爱 第张高冷大小姐 其实很可爱 开学后 夏轻轻的时间紧张了不少 白天基本上都得上课 只有晚上和周末才有空 虽然他是走后门进来的 可还是得好好学习 否则会给沈秋白丢脸 昨晚上看书太晚 早上起迟了 夏轻轻早饭都没时间吃 将小鱼买回来的 包脚布鸡蛋饼塞进包里 还带了杯水 急急忙忙的 骑车朝学校冲 第一节课刚开始 老师还没到 学生们都坐好了 夏轻轻松了口气 前面的座位都坐满了 只有后排有位子 现在的学生特别用功 几乎没有旷课请假的 就算生病 都会坚持来上课 毕竟是千军万马中 走独木桥考上的大学 每个人都很珍惜上大学的机会 夏轻轻扫了眼教室 发现蒋星仪两边都空着 便坐在了他旁边 还隔了个座位 蒋星仪朝他看了眼 夏轻轻笑了笑 他也矜持地笑了笑 便转过头了 夏轻轻吐了吐舌头 可真高冷啊 老师进来了 开始讲课 这节课讲的是中医入门 夏轻轻听得昏昏欲睡 这些知识点 他早已经掌握了 咕噜噜 肚子轻轻地叫了几声 夏轻轻摸了摸肚子 私下看了看 他坐在后排 前面有不少同学挡着 老师应该看不见 他从包里拿出鸡蛋饼 还温热着 小于每次去买 阿婆都会加很多料 油条都比别人的多 夏轻轻低下头咬了一口 然后抬起头 假装打哈欠 用手捂着 快速咀嚼咽下 然后再低头咬一口 再抬头 打哈欠 捂嘴 虽然吃得很繁琐 但鸡蛋饼真香 夏轻轻吃得很满足 旁边的蒋星仪 却被勾得口水越洋 他早上也起时了 没来得及吃早饭 现在好饿 蒋星仪眼角瞥了下 同桌吃得好香啊 这是什么饼 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 比家里厨娘做的早饭香呢 咕咚 咽口水的声音不大 但也不小 夏轻轻听到了 咕咚 又是一声 夏轻轻撇过头 看到了矜持高冷的蒋星仪 正在咽口水 不由乐了 原来高冷大小姐也会馋啊 这样的蒋星仪还挺可爱的 夏轻轻想了想 把另一半鸡蛋饼 从桌下移了过去 小声说 我没吃过 谢谢 蒋星仪眼睛亮了 感动得想哭 同桌真好 鸡蛋饼真香 蒋星仪低下头咬了一口 眼睛瞬间点亮 她活了年 还是头一回 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 太香了 呜 太好吃了 一开始她学下轻轻的样 但吃了几口 嫌太麻烦 于是她灵机一动 想到了的好办法 蒋星仪将书本立了起来 挡在前面 然后她趴在桌上吃 上面讲课的老师 扫到了她这边 视线停顿了下 便移开了 夏轻轻如同醍醐灌顶一样 居然还可以这样 她以为蒋星仪成功 把老师忽悠过去了 便有样学样 也将书本立了起来 趴下吃鸡蛋饼 果然吃起来痛快多了 教室里弥漫着鸡蛋饼的香味 有几个同学 朝他们这边看了过来 讲台上的老师 预言又止了好几回 终于忍不住了 夏轻轻同学 请回答这个问题 老师压抑着火气 点了夏轻轻的名 鸡蛋饼这么重的香味 她在讲台上都闻到了 还有那本书 立着掩耳盗铃吗 分明就是 此地无银三百两 一个两个都这么猖狂 岂有此理 老师之所以不点蒋星仪的名 是因为校长特意嘱咐过 在课堂上对蒋星仪 尽量温柔宽和 毕竟蒋家给学校 捐了不少医学仪器 还捐资盖了一幢楼呢 本来老师还当没看见 忍一忍就过去了 然后夏轻轻就撞了上来 虽然夏轻轻也是走后门进来的 但校长没嘱咐 她要宽和呀 夏轻轻吓了一跳 嘴里的鸡蛋饼卡在了喉咙里 差点噎死她 使劲灌了一大口水 才把嗓子眼的鸡蛋饼冲下去 蒋星仪也吓得不敢再吃了 老老实实做好 只是嘴边的甜面酱 看着有点出戏 哪个问题 老师 夏轻轻乖乖站了起来 老老实实地问 学生们哄堂大笑 老师也被气笑了 重复了一遍提问 眼神很严厉 要是夏轻轻答不出来 她就要惩罚她 写一万字的检讨书 愕然看向她 老师也表情惊讶 这回答堪称完美 有些知识点她课堂上 都没提到过 你在家里自学了 嗯 夏轻轻点头 还说 昨晚上看书太迟 不小心睡过头了 所以没来得及吃早饭 对不起 老师 老师的表情温和了不少 原来是挑灯夜战 发愤图强了呀 要是每个学生 都能像夏轻轻这么用功 和愁中医不行胜 就算看书 也要注意作息 要劳逸结合 坐下吧 老师声音也温柔了许多 嘴边的甜面酱擦擦掉 同学们又是一阵笑 他们心里对夏轻轻的观感 也改变了许多 原本以为夏轻轻是来镀金的 没想到人家有真才实学 班上就夏轻轻和蒋星仪 两个走后门的 其他都是真才实学考上的公费生 而且他俩还搞特殊 不住在学校 所以班上同学对他俩是有偏见的 现在虽然还有偏见 但不敢轻视了 夏轻轻坐下后 低头将剩下的鸡蛋饼一口吃了 后面的课认真听 不敢再开小差了 下课后 蒋星仪主动坐到他旁边 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说 谢谢你的鸡蛋饼 好吃极了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 你以前没吃过鸡蛋饼 夏轻轻好奇地问 鸡蛋饼街上随处可见 也不贵 怎么会没吃过呢 我没吃过外面的东西 爸妈不让我在外面吃 蒋星仪有点委屈 从小到大 她的吃食都是营养师精心安排的 虽然对身体好 可她真的不想吃千篇一律的东西 越吃越不快乐 不过她知道 爸妈是为了她好 她的身体不允许放纵 夏轻轻明白了 锦衣玉食的大小姐 没吃过路边摊 你爸妈肯定很疼你 他们怎么放心 让你一个人来这么远的地方读书 我和他们说 内陆的中医神乎其神 说不定能治好的我病 他们怕我早早死了 只能同意 而且我也不是一个人 从小带我的阿姨陪我一起来的 还有厨娘和四季 蒋星仪笑容狡黠 高冷的面容 一下子变得古灵精怪 第174章 坚决不用别人的心脏 宁可死下轻轻愣了下 细细打量她 果然察觉到了 这姑娘精致妆容下的苍白 以前没仔细看 还以为她气色不错 其实是腮红和口红的加持 仔细看 就会发现 蒋星仪的脸色苍白 嘴唇还有淡淡的紫色 夏轻轻又看向蒋星仪的手 果然手指甲也有淡淡的青紫色 非常明显 说明这姑娘的心脏病很严重 你是先心病 夏轻轻写在纸上问 你怎么知道 蒋星仪愕然 她每天都会化妆 很少有人发现 她有病了 我是大夫啊 来 测个慢 蒋星仪乖乖伸出手 好奇地看着她测脉 夏轻轻微微皱眉 脉气微弱紊乱 这姑娘不仅心脏不好 气血也不足 能活这么大 全靠了真奇药材续命 如果蒋星仪不是出生在富贵人家 根本活不过五岁 但这些真奇药材治不了本 蒋星仪的心脏病想根治 西医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进行换心手术 但目前就算国外 换心手术也才刚刚起步 并不是很成熟 要过几年后 换心手术才会越来越成熟 但夏世医书上 记载了心肌症成功治好的病例 心肌症就是先天性心脏病 夏轻轻昨晚刚看到了这个医力 病人是江南首富的掌上明珠 备受宠爱 但有心肌症 不能玩耍外出 还得压制活泼的天性 不喜不怒 不卑不称 清心寡欲的像是尼姑 这位首富千金 过得很痛苦 他生性活泼开朗 还好动 这种生活他生不如死 也幸好他家有钱 还有疼爱他的父母 夏家老祖宗配了药 开价三十万两白银 首富眼睛都没眨一下 买下了药 首富千金吃了药后 心肌发作频率越来越少 虽然还不能蹦跳 但可以外出玩耍 也可以大笑 这位首富千金 还成婚生儿育女 子孙满堂 活到才寿终正寝 蒋星宜的病 和这位首富千金差不多 夏轻轻能治 但有三位主要 得等空间奖励 这是不着急 蒋星宜的脉息虽然微弱 但还能撑几年 你家应该不差钱 可以等几年 换心手术成熟了 你可以 夏轻轻没说自己能治 她和蒋星宜的关系 还没那么熟 不可以的 蒋星宜打断了她 使劲摇头 我就算死 也不会用别人的心脏 绝对不可以 为什么 夏轻轻忍不住好奇 其实她也反对换心手术 有两个原因 一是前世弟弟小鱼的遭遇 让她对换心手术 以及其他器官移植手术 十分反感 器官移植手术的兴盛 衍生了大量的犯罪行为 比如小鱼的死 就是有钱人为了活命 而造成的罪恶 二是 中医坚决反对器官移植 尤其是五脏六腑 中医认为 人从母体里携带的每个器官 包括每根毛发 都含有这个人独有的神魂 别人的肉 则有别人的神魂 如果将别人的器官 换到自己身上 那就是两个神魂的决斗 西医称为排斥反应 谁的神魂强大 谁就胜利 输的一方就死去 所以很多做了移植手术的病人 虽然手术很成功 但最终 还是敌不过排斥反应 能挺过排斥反应的病人 生活质量也会降低不少 而且 终生都要服药 但这只是夏轻轻的想法 她没想到蒋欣怡也会反对 对于她这样的富家小姐来说 难道不是活着更重要吗 蒋欣怡皱着眉 在听到换心手术后 她的眉头就皱着了 显然这个词 引起了她的生理不适 你可能不知道 因为这个手术 衍生了多少罪恶 蒋欣怡声音很轻 还叹了口气 她所在的阶层 让她见识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也知道了更多的罪恶 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她家也有钱 但因为她祖母信佛 在祖母的影响下 家里人都信佛 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吃宅 而且因为她的身体 父母做善事也更积极了 以前虽然也犹豫过 要不要送她去国外换心 但她坚决反对后 父母就没再提了 就像祖母说的那样 死生由命 命数天注定 我看欣怡福气不错 会有贵人帮她的 祖母还请高僧替她算过命 高僧说她的贵人在东南方 所以她才会来护城上学 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夏清清听到了她的话 心里一暖 对蒋欣怡的观感更好了 虽然是千金大小姐 但并没有不知人间极苦 反而能共情底层人民的苦难 说明蒋欣怡是个很善良的人 我和你的想法一样 坚决反对器官移植 而且咱们中医也是反对的 夏清清笑道 没错 西医太也瞒了 哪痛气啊 切到后面 身上没几个好零件了 可惜现在 好中医越来越少了 蒋欣怡又叹了口气 她家一直都信奉中医 祖母连医院都很少去 身体不舒服 就喝中药 还是有好中医的 放心 你的病会治好的 夏清清安慰了剧 她相信不久之后 空间就会奖励 治心肌症的药材了 蒋欣怡笑了笑 无所谓了 我本来五岁时就该死的 多活了十几年 已经很赚了 所以她每天早上醒来 睁开眼 就会觉得很幸福 又多活了一天呢 你至少能活到八十 相信我 我会看笑 夏清清表情很认真 蒋欣怡愣了下 随即笑页如花 谢谢 我也希望能活到八十 但那是不可能的 能活到三十岁 都是很奢侈的愿望了 上午的课结束 中午有两个小时休息 夏清清昨晚没睡好 想回宿舍午休 就准备去食堂吃饭 蒋欣怡每天的中饭 都是家里的阿姨送过来 今天送的是 虾仁炒芹菜 一块煎鱼排 几片青菜 一小团饭 蒋欣怡早上点的菜 少盐少油 清淡有营养 只是蒋欣怡吃了十几年 真的吃腻了 于是 她决定跟夏清清去混食堂 夏清清打了红烧带鱼 红烧大牌 还有一份素菜 蒋欣怡也打得一样 她咬了一口红烧大牌 眼睛亮得像小太阳 好吃 我都不知道 食堂的菜这么好吃 蒋欣怡一边吃一边夸 懊恼没早点来吃 蒋欣怡真小 原来是表兄妹 你以前怎么不来吃食堂 夏清清看得好笑 和蒋欣怡接触的时间越长 就越发现 她是个活泼开朗的姑娘 一点都不高冷 我不知道食堂好吃啊 一个人也不想来 蒋欣怡咬了一大口大牌 幸福得好想哭 这才是人类该吃的食物啊 其实你家厨师做的饭菜很不错 对你的身体好 夏清清在吃蒋欣怡的饭菜 倒掉太可惜了 她见不得浪费粮食 虽然清淡了些 但味道还不错 营养也够 你试试 吃十几年这样的菜 看你还说不说得出来 蒋欣怡瞠了眼 再好吃的菜 吃十几年也会腻的 夏清清 当她什么都没说 仅仅一天 蒋欣怡就沾上她了 上课都要挨着她做 下课后则找她聊天 叽叽喳喳的 和以前的清冷形象截然不同 不过她只对夏清清这样 其他同学依然保持距离 不冷也不热 晚上去我家吃饭嘛 有好吃的 放学时 夏清清提出了邀请 今天家里确实有好菜 庆贺庄红叶大仇的报 只不过这个理由 只有他俩知道 只要对宋春兰说 想吃什么菜 他就会做好 用不着说理由 好啊 蒋欣怡开心答应 两人一起出了校门 门口停了俩黑色奔驰 是蒋家的车 梁说 我今天去同学家吃饭 他跑过去和司机说话 司机四五十岁 从小看着他长大的 他老婆是给 蒋欣怡做营养餐的厨娘 夫妻俩跟着一块来了护城 什么同学男的女的住哪的 司机三连问 眼神都警觉了 四下张望 想找出嫌疑人 是女同学啊 诺 就那个 很漂亮嘛 蒋欣怡无奈的朝下 轻轻指了指 司机看过去 安心了不守 不是男同学就好 最终司机送他过去 吃过饭再来接 而且 蒋欣怡住的地方 就在华康路 离沈秋白的房子没多远 我同学蒋欣怡 夏清清做了介绍 小鱼在朗约纳 还没回来 朗先生刚打了电话 说一会儿 他送小鱼回来 宋春兰笑道 夏清清笑了 朗约对小鱼是真心喜爱 他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厨房里传出了一阵阵的香味 勾得蒋欣怡口水直流 还有一个菜就能吃了 夏清清去厨房看了下 宋春兰在炒青菜 桌上摆了一盘 刚煎好的馅菜饼 还很烫 小鱼早上说想吃草头饼 菜市场今天没买到草头 倒是有馅菜 做点馅菜饼吃 宋春兰笑着解释 他将炒好的青菜盛了出来 馅菜饼非常好吃 梅干菜扣肉 粉蒸排骨 八宝鸭 大炸馅 一样一样捧出来 香味扑鼻 蒋欣怡实在忍不住 跑了进来 看到这么多菜 不由自主咽了下口水 饿了吃个饼垫垫 夏清清拿筷子 撕了半块馅菜饼 让他吃点解馋 这个红红的是馅菜吗 做饼居然这么好吃 春兰姐 你好厉害 蒋欣怡嘴很甜 把宋春兰夸的脸都红了 慢慢吃 留点肚子一会儿吃菜 夏清清又好笑又怜惜 蒋家肯定不缺好厨师 就算请特级大厨都请得到 可惜蒋欣怡父母太疼爱女儿 有点矫枉过正了 营养餐虽然好 天天吃 其实对身体并没好处 八宝鸭 其实天道和人类 本身就很矛盾 比如 男女交欢能让人愉悦 但天道制造了很多病毒 阻止男女滥交 美食能让人心情愉悦 但吃多了会肥胖 肥胖会导致很多疾病 可是 禁欲会让人痛苦 不吃美食 也会让人心情变坏 人心情差了 肯定不会有好事 这就是拧巴的人 过着拧巴的人生 朗先生 吃过饭了吗 庄红叶的声音传了进来 是朗月送小鱼回来了 我回去再吃 朗月的声音听起来 中气足了不少 他在小鱼脑袋上轻轻拍了下 笑咪咪道 我走了 明天再来哦 好的 老师再见 小鱼乖巧的挥了挥手 他喜欢去老师那 夏清清赶紧出去 笑着说 辛苦你送他回来 要不留下一起吃 不 你怎么在这儿 朗月刚要拒绝 就看到了自家表妹 脱口而出 我和清清是同学啊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是在国外吗 蒋星仪反问 朗先生是我弟弟的老师 你们是亲戚 夏清清真觉得世界好小 都来转去 都是熟人 他是我表哥 他妈妈是我爸爸的妹妹 蒋星仪解释 又冲朗月问 你都能来护城 为什么不去港城 看我们是不是姑姑不让你去 当然不是 我打算过年时再去的 你怎么突然来护城了 朗月有点心虚 事实上他妈 的确有说过不让他去舅舅家 他妈当年嫁给他爸 外公外婆和舅舅都强烈反对 理由是他爸在国外 他们希望妈妈嫁在港城 而且替他妈找好了未婚夫 孩子定好了婚期 然后他爸半夜爬墙 他妈从二楼爬下 两人私奔去国外了 把他外公外婆和舅舅 气了个半死 还登报宣布要断绝关系 不过前些年 他妈和娘家关系缓和了先 还回去了一趟 结果去年又因为一件事 他妈和舅舅大吵一架 到现在都没缓和 具体原因朗月也不清楚 好像是他爹看中了 港城的一块地皮 他大舅也看中了 结果是他大舅中了标 仅仅比他爹的标价 高出一块钱 他大舅说是巧合 可他妈不信 觉得是他舅舅 在他爹公司安插了那间 本来心结就没彻底打开 他妈一气之下 和舅舅吵了一架 还说了些难听的话 后来查出来 确实是巧合 他妈后悔了 但拉不下面子道歉 心子太拧了 不过他爸和舅舅关系还不错 一直有联系 就他妈一个人拧巴着 蒋兴仪轻横了声 姑姑肯定说过 她年纪也不小了 脾气还和年轻时候 一样火爆 上次就不分青红皂白 骂了他爹一顿 还说了那么多难听话 谁的爹谁心疼 反正他对姑姑有很大意见 朗月表情善善的 这件事确实他妈不对 但他是小辈 不好非一长辈 你身体怎么样 朗月关心地问 还行 反正凑合着过呗 蒋兴仪不想讨论自己的身体 每次提起来 他都要收获一波同情 搞得他快死了一样 朗月朝下轻轻看了眼 打算一会儿问问 能不能给表妹也调理一下 他舅舅不差钱 就算一百万一瓶药 舅舅也愿意买 第176章 被狠狠拿捏的司锦衣 第张被狠狠拿捏的司锦衣朗月 答应留下来吃晚饭 一起留下来的还有江涵 他开车送朗月和小鱼过来 停在弄堂口 小鱼蹦蹦跳跳地去叫江涵来吃饭 得知蒋兴仪是朗月表妹 他家刚坐下 外面又响起了摩托车的轰隆声 五颜六色的花 还有骷髅头 下轻轻朝外瞥一眼 就知道是谁来了 而且他还知道司锦衣为何而来 那天在庆春路 司锦衣看到他和庄红叶了 以他的医学天赋 绝对闻出了那只香烟的不对劲 昨天护城各大报纸 都刊登了吴大利的新闻 司锦衣肯定看到了 以他的聪明 稍一分析就能猜到 能憋到现在才来 肯定没憋好水 我来的还挺巧 刚吃呢 司锦衣笑眯眯地走了进来 看到满桌的好菜 口水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一起吃吧 夏轻轻给他倒了杯橘子水 亲自捧到他面前 司锦衣不客气地坐了下来 要完打五折那是 等吃了饭再说 这么多好菜再不吃就要凉了 好吃 司锦衣加了一块八宝鸭 立刻爱上了 再加一块粉蒸排骨 又一情别练了 再吃一块梅干菜扣肉 不得了 他这一桌菜都爱 沉醉于美食的司锦衣 不知不觉将一杯橘子水喝完了 夏轻轻又给他倒了一杯 服务备制 司锦衣心里有些起疑 无视献殷勤 感觉没安好心 那个年代的橘子水 但美食当前 他聪明的脑瓜子变得迟钝了 只是起了一点点疑心 最终还是被美食给战胜了 不管那么多 先吃了再说 多吃点 夏轻轻用公块给他加菜 笑盈盈地看着他吃 蒋星仪羡慕地看着司锦衣 胃口真好 他吃一点点就饱了 眼睛大肚子小 哎 夏小姐 你知道星仪有先天性心脏病吧 知道 还很严重 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会替星仪配药的 放心吧 夏轻轻没用他开口 他挺喜欢讲星仪 这么善良的姑娘 不应该早死 谢谢你 我大就很有钱的 你多要点钱啊 朗月开心极了 他现在身体比以前好了许多 哮喘发作的次数也少了 都是夏轻轻的功劳 他对夏轻轻有信心 肯定能治好表妹 放心 我不会少药的 夏轻轻调皮地眨了眨眼 朗月这才放心 星仪 回家了 我送你 朗月招呼表妹 蒋星仪依依依不舍 他和萧映月很谈得来 两人在诗上 很有共同语言 送走了朗月他们 夏轻轻看向还赖着的思景仪 主动问 你怎么还不走 有点是 你看这个 思景仪神秘兮兮兮地拿出一张报纸 上面正是吴大利的报道 他指着吴大利的相片 挤了几眼 还笑了笑 夏轻轻也笑了笑 不说话 思景仪急了 凑过来 小声说 你那支烟里面加了些东西 我都知道 这样 以后你给我的药丸打个五折 我就当什么都不知道 思景仪胸部突然抽了下 越来越疼 像是针在扎一样 奶藤像有针在扎 夏轻轻笑眯眯地问 思景仪面色一变 全身都绷紧了 警觉地看着他 别紧张 打五折我没问题的 以后给你的药丸 一律打五折 真的以后都五腕一瓶了 思景仪喜心余色 没想到夏轻轻这么好说话 只是胸部越来越疼 让他有点喘不过气 额头都冒出了冷汗 你不会给我下毒了吧 思景仪忍不住问 他虽然先天不足 可没啥隐急 这胸部疼是吃了饭后发作的 让他不得不多想一些 夏轻轻笑了笑 没说话 思景仪面色大变 他想到了那杯橘子汁 是夏轻轻亲手倒的 还给他倒了两杯 他全喝完了 毒肯定下在橘子汁里 你真下毒了 思景仪不敢相信 最毒负人心啊 亏他还只想打个五折 没让夏轻轻亏本 这女人居然想要他的命 蛇蝎心肠啊 别瞎说 只是一点生活的调味品 死不了 夏轻轻的笑容特别美丽 却让思景仪越来越心凉 咬牙切齿地问 你一次性说完 到底是什么毒 我最新调配的 叫大咪咪药 顾名思义 就是吃了这药后 胸部会变大 恭喜你 你将会拥有波涛起伏的大咪咪哦 夏轻轻强忍着笑 逗弄这家伙 敲竹杠居然敲到他头上了 给这小子点颜色看看 吓死他 思景仪想象了下 自己顶着一对波涛起伏的 大咪咪的模样 整个人都不好了 真要是变成那样 他还不如去死 别怕 有解药的 夏轻轻安慰他 解药呢 思景仪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 追着问 这个就是 一天一粒 连吃三天就能解毒 三粒药丸 在夏轻轻掌心滚来滚去 看得思景仪眼热 好想抢过来 一粒药丸二十万 三粒六十万 不奢不欠 一手交钱 一手给药 夏轻轻准收敛了笑容 面上露出冷意 思景仪这才明白 她一进门 这女人就在算计她了 心思这么带多 脑子还这么灵光 沈秋白的好日子到头了 她的心情一下子好了 她只是一时短痛 沈秋白可是长痛 比起来 沈秋白更惨呢 夏轻轻 咱们打个商量 我的药丸不变 你把这解药给我 行不思景仪好生好气的问 不行 我都答应你打五折了 我夏轻轻做人最讲信用 夏轻轻冷笑 一点都不给面子 那你要怎样才肯给我解药 思景仪摸了摸鼻子 后悔莫及 敌情没打探清楚 她就自己送上门 让这女人宰 不冤 果然越美丽的东西 毒性越强 女人和蘑菇其实一样 以后你替我干三件事 你不能拒绝 夏轻轻终于松口 你不可以让我 干害人违法的事 思景仪现在不敢小瞧她了 何强华一家十六口 可是一个 活口都没剩下 就是这女人的杰作 放心 肯定不违法 也不害人 夏轻轻保证 过几年思景仪就要去非洲援助了 她可以用这个题要求 禁止她去非洲 这样就能避免感染病毒 行 思景仪勉强答应了 万一真让她干她不愿意的事 她就溜之大吉 跑得远远的 让这女人找不到 第177章 女人如心肝 兄弟如衣服 第张 女人如心肝 兄弟如衣服 我答应你了 解药给我 思景仪伸手去拿夏轻轻手里的解药 她的胸越来越疼 奶头还胀 她怕再不吃解药 真的会变成大咪咪 夏轻轻痛快地给了她 见她吃下一颗药丸 嘴边笑容加深 酸酸甜甜 味道还不错 思景仪杂了几下 再看看手里 剩下的两颗药丸 有点遗憾 可惜 一天只能吃一颗 剩下两颗也吃了吧 夏轻轻笑咪咪道 不是一天一颗 看到她嘴边不怀好意的笑容 思景仪心里咯噔了下 怀疑地看着手里的药丸 妈的 她不会又上当了吧 一天三十颗也没事 这个就是颜金枣 消失开胃的 夏轻轻笑得瞇了眼 像一只狡诈的狐狸 这要玩是她自己搓的 成分和徐姐卖的颜金枣一样 只是形状不一样吧 夏轻轻 你玩我 思景仪牙齿咬的哥哥想 她活这么大 从来只有她玩别人 还没人玩得过她的 可今天却在夏轻轻这女人手上 连栽了两次跟头 啊 好想给这女人一手竖刀 对啊 你自动送上门给我玩 不玩你玩谁 夏轻轻收敛笑容 冷笑嘲讽 就算是沈秋白的兄弟 也别想占她的便宜 还想打五折 想得美 你别太过分啊 我可是沈秋白的好兄弟 思景仪搬出了沈秋白 想挡回一局 你要不是沈秋白兄弟 我给你吓的 就是蹬腿吐血完了 三天后就是你的忌日 夏轻轻冷哼了声 见思景仪还气呼呼的 便好心劝道 你也不用去想着去告状 沈秋白肯定不帮你 知道一句话吗 什么话 女人如心肝 兄弟如衣服 孰轻孰众司医生 你是聪明人 好好想想啊 夏轻轻举起茶杯送客 思景仪被说迷糊了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可又说不上来 女人如心肝 兄弟如衣服 哪里不对来着 我这解药怎么办 思景仪指了指自己 她的要命的大咪咪毒 还没解呢 不是所有的毒都要解药的 赶紧走吧 不送 夏轻轻看傻子一样 嫌弃的看了她一眼 将她给推了出去 思景仪被关在门外 她摸了摸胸 果然不疼了 也不仗了 她咧嘴笑了 但很快便沉了脸 骂的 又让夏轻轻给耍了 压根没有大咪咪毒 这女人把她当孙子一样耍 太过分了 不行 她要去找沈秋白告状 思景仪怒气冲冲的骑着摩托车 风驰电车的赶去了滚尺机场 沈秋白在办公室 接任她厂长的人已经到了 这段时间在交接工作 沈秋白忙得连看女朋友的时间都没有 那三只臭老鼠也被带住了 国庆那天 三只臭老鼠准备点燃引线 破坏工业区 制造恐慌 他们以为稳操胜券 却不知道埋下的火药 全被铁牛换成草木灰了 引线点燃后 等来的不是爆炸 而是一群鹤枪实弹的武警 逮捕了三人 经过审问 三人还交代了隐藏在户城的其他臭老鼠 沈秋白和铁牛这次都立了功 等归对后表彰 光 办公室门被重重推开 思景仪唬着脸冲进来 沈秋白抬眸淡淡地看了眼 冷声道 敲门 我都已经进来了 思景仪鼓起腮帮子抗议 但在沈秋白的高压注视下 他乖乖地出去 关上门 扣扣扣 进来 得到沈秋白回应 思景仪这才推开门进来 尽管他很不服气 可不敢不从 因为他打不过沈秋白 打小就挨揍 我是不是你一父一母的亲兄弟 思景仪很认真地问 嗯 沈秋白眼皮都没抬 继续批阅文件 铁牛也没挪屁股 他们都对这样的思景仪 见怪不怪了 思景仪隔三差五 都要发一下颠 不发颠才不正常 你兄弟我让人欺负了 他给我下毒啊 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耍我 一点都没把我放在眼里 他看不起我 就等于看不起你 老沈 你必须替我报仇 思景仪天由加速地告状 说到激动之处 他一屁股坐在办公桌上 凑近了继续告状 被沈秋白嫌弃地推了下来 好好做着说话 沈秋白很看不惯 坐如钟 站如松 行如风 这是男人最基本的仪态标准 思景仪扁了扁嘴 乖乖坐好 眼巴巴地看着他 问 老沈 你会替我报仇的吧 谁给你下毒下的什么毒 为什么给你下毒 沈秋白和尚文件 不紧不慢地问了三个问题 思景仪突然不自信了 他怕沈秋白也过不了美人观 见色忘有 就是你那未来媳妇 夏清清 他欺负我 他为什么要给你下毒 总有个前因后果吧 你不说清楚 我怎么帮你 沈秋白不动声色地问 肯定是你招惹清清姐了 铁牛憨憨道 思景仪心里更不自信了 但还是把前因后果给说了 不过他添加了些对自己有利的 夸大了夏清清的狠毒 至于吴大利 那个案子 他没说 毕竟是凶杀案 见人就说 就不叫秘密了 你掌握了清清一个秘密 用这秘密去威胁清清 给你的药丸打五折 反被清清下了药 将你吓破了胆 你恼羞成怒 跑来我这里 恶人先告状 还想我帮你出头 沈秋白替他总结了下 看他的眼神越来越嫌弃 这小子 除了在医学上有智商 其他方面就是白痴 思景仪张了张嘴 想狡辩 被沈秋白打断了 要我说 清清还是心太软 怎么没毒牙你呢 沈秋白你过分了 你色令至婚 见色忘有 你娶了媳妇忘了兄弟 你知道夏清清 给我下的什么毒吗 你知道他有多过分吗 思景仪委屈大叫 什么毒 沈秋白耐心快耗尽了 他手上还有一堆文件没处理 没功夫陪着幼稚鬼玩 大咪咪毒 夏清清他太坏了 思景仪情急之下全说了 还用手比了下前面的波涛汹涌 委屈道 我一个大男人 要是真被他毒成那样 我还怎么出门沈秋白 你以后和这种蛇蟹女人同床共枕 小心哪天惹毛了他 变成太监 第178章 神母 夏清清的煞气是不是重了点 第张神母 夏清清的煞气是不是重了点 哈哈 思医生 你要真有大咪咪 肯定是大美人 出门都要小心点 铁牛笑得前仰后跌 眼泪都笑出来了 为什么要小心 思景仪没听懂 虚心的问 你本来就长得像母的 在长大咪咪 出门肯定会被抢 铁牛用手比划了下一波三折 笑得更大声了 思景仪眯着眼睛 胸光毕露 他绝对要给铁牛一手竖刀 铁牛 插出去 沈秋白懒得在听这家伙废话 下次他问问清清 有没有让人暂时失声的药 时不时给思景仪来一颗 太过躁了 我还没说完 沈秋白你到底帮不帮我 尽管被铁牛挟了起来 思景仪还是坚强的昂着头质问 不帮 沈秋白无情拒绝 这小子就是闲得蛋疼 活该被轻轻治 啊 沈秋白你没有兄弟情业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要和你绝交 思景仪悲伤大叫 但只是他一个人的独角戏 沈秋白和铁牛都没理他 距离上次说绝交 才只过去六七个月而已 思景仪劝沈秋白去国外治疗 被拒绝了 他气得骂了一通 还说要和沈秋白绝交 结果说完不到两个月 这家伙就屁颠屁颠的过来了 跟没事人一样 作为思景仪的朋友 必须要学会适应这家伙的 颠言颠语 他发颠时 说的话没一个字是正常的 听过就忘 千万别当真 铁牛尽执尽责地插着人 将他甩到了门外 绝交 我去找胖子 思景仪气急败坏地吼叫 毫无仪态可言 只是依然不影响他的美 美人就算颠了 也是个颠美人 思医生 你前门开了 铁牛好心提醒 砰地关上门 思景仪下得赶紧扣好前门 在私下看了看 没人看到 这才松了口气 信心离开了 在沈秋白这发了阵颠 他心里没那么憋屈了 决定去找胖子要点钱 上次买的要吃完了 得再买几瓶 不行 他得想办法开源 思景仪眼睛一亮 很快就想到了个好办法 下轻轻的那个大咪咪毒药 带给他灵感 这毒药 要是真的能让咪咪变大 傅珂来看诊的那个太平公主们 肯定愿意花大钱买 到时候他介绍生意 抽一半成 肯定日进抖金 思景仪皱眉 算了 还是抽四成吧 夏轻轻的女人蛇蟹心肠 肯定不会给他一半 四成也不少了 很快思景仪就安抚好了自己 笑容满面的骑车走了 他得去找傅珂的同事打听客源 思景仪来告状这事 沈秋白梅和夏轻轻说 也没问是什么秘密 就算是夫妻 也需要各自的隐私空间 水至清则无鱼 人至茶则无棚 同样适用于夫妻关系 月日 京城沈家 秋白昊结婚 我怎么不知道 他对象是哪家姑娘 一大早上 沈母程月云 便被丈夫告知的消息 给炸得四分五裂 他儿子要结婚了 婚宴日子和饭店都订好了 他这个亲妈 婚宴前五天才被通知 这简直是本世纪最大的笑话 现在告诉你 也不迟 好我们去护城喝喜酒 沈父沈君荣温和道 怎么不吃我当当婆婆的 连未来儿媳妇的面都没见过 她叫什么名字 爸妈干什么的 哪里人做什么工作的这些 我通通不知道 我喝什么喜酒 不喝 城月云气急败坏的吼 虽然还没见到未来小儿媳 但她已经严重不满了 太没礼数了 结婚之前不来拜见婆婆 说明压根没把她这长辈放在眼里 而且还没结婚 就把她家秋白哄得神魂颠倒 结婚这么大的事 连知会她一生都没有 城月云对小儿子虽然有怨气 但更怨下轻轻 觉得是她把小儿子给哄骗了 这门婚事我不同意 沈俊荣 我告诉你 我坚决不同意 城月云大声反对 气得脸都涨红了 行 你不同意 但秋白会听你的吗 沈俊荣不紧不慢地反问 她是我生的 怎么不 城月云的声音 在丈夫的注视下 渐渐消失 心里越来越躲得慌 她再清楚不过 小儿子压根不会听她的 五个儿女里 大女儿脾气最大 小儿子最不听话 她也最恕小儿子 老沈 她那对象具体什么情况 城月云放缓了语气 她到现在还不知道 未来小儿媳妇叫啥 天底下没有比她更憋屈的婆婆了 不生气了 沈俊荣笑着问 被妻子瞪了眼 你赶紧说 别磨磨叽叽的 叫夏清清 费 护成人 和你儿子自由恋爱 还是你儿子主动追的人家 这夏清清 长得沉鱼落雁不成 城月云哼了声 口气酸溜溜的 还真是沉鱼落雁 碧月羞花 沈俊荣从抽屉里 拿出夏清清的相片 递到妻子手里 相片上的夏清清 眉目如画 笑叶如花 确实当得起沉鱼落雁 城月云脸色又缓和了些 这相貌确实漂亮 配得上她儿子 夏清清祖上是宫里的太医 她年纪虽小 却艺术高明 秋白的身体能好 全都是她的功劳 原来是她啊 那你不早说 城月云脸色更好了 再看夏清清的相片 眼神也慈祥了些 和她儿子还是挺般配的 沈俊荣将她的变化看在眼里 微微笑了笑 妻子头脑简单 脾气还冲动 但她是个真性情 喜欢的人会拼了命维护 不喜欢的人看一眼都多余 而且在大是大非上 妻子还是很坚定的 不会做伤害家族的事 所以这些年来 她很少干涉妻子的言行举止 那些年跟着她 妻子吃了不少苦 毫无怨言 而且要不是妻子 她也熬不过来 你还记得你那个远房亲戚杨家吗 沈俊荣突然问 城月云变了脸色 恨声道 怎么不记得 我恨不得杀了他们一家 他们一家都死了 一个不胜 怎么回事护城啥时候有瘟疫了 城月云先是一喜 随后大惊 担心起儿子的安危 又担心护城那么多老百姓 恐怕要出大事 为瘟疫 你要对咱们的国家有信心 杨国祝夫妇 他的三个儿女 还有二媳妇 全都死了 这里有份暗宗 你看看 沈俊荣拿出整理过后的暗宗 详细记载了杨家六口人的死 城月云戴上老花镜 细细看了起来 当看到杨家小儿子的妻子 也叫夏清清时 她面色变了 夏清清结过婚 还是寡妇 城月云质问 你耐心看完 沈君荣劝 城月云哼了声 赖着性子继续看 半小时后 她抬起头 皱紧了没问 老沈 这夏清清是不是煞气重了点 第179章 母女杀去护城 第张母女杀去护城沈君荣 神情变得无奈 和着老太婆看了半天 就得出这么个结论 封建迷信要不得 你身为革命者 可不能说这种话 我这不是在家里说 杨家人都死绝了 这煞气可相当重 秋白那身板吃得消 城月云的思维发散得相当广 现在她非常担心小儿子的身体 沈君荣默默发了个白眼 对妻子的智商 不再有任何指望了 直接道 杨家人的死 和夏清清确实有关系 但和你说的无关 什么意思 城月云没听懂 火大道 你别给我转弯 一口气说完 最讨厌说话九屈八弯的 不能一口气同快说完 我喝口茶 润润嗓子 沈君荣拿起糖瓷杯 喝了一大口茶 这才说了她同贺卫国的怀疑 其实他们已经能肯定 夏清清在其中肯定做了手脚 推进了杨家人的死 城月云脸色越来越震惊 脑子有点跟不上丈夫的语速 不过她听懂了一件事 杨家的灭门 是夏清清做的手脚 这姑娘是真狠啊 沈君荣又说了夏清清的身事 城月云叹了口气 也是个命苦的 但她还是不喜欢夏清清 她觉得夏清清心思太深沉 手段也狠 城月云一直以来 都不喜欢心思深 手段狠的女人 夏清清让她想到了一个人 小时候差点害死 她和母亲的一个姨太太 城月云母亲是正妻 结婚六年 只生了她一个女儿 她父亲便娶了个姨太太进门 那姨太太长得美 嘴还甜 她和母亲都以为姨太太是好人 结果这姨太太是佛口舌心 口蜜腹剑 当面笑嘻嘻 背后捅刀子 父亲不同意修了她母亲 更不同意扶这姨太太为证 姨太太便给她和母亲下毒 幸亏她和母亲命大 没被毒死 那姨太太被她父亲送进牢房了 之后没在那妾 她母亲也生了弟弟 家里又恢复了平静 可这件事 给城月云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让她对长得好看 还嘴甜的女人 有着深深的忌惮 虽然还没见过夏清清 但城月云觉得会是这种女人 她担心夏清清嫁进来后 会把家里搅得不安宁 我不喜欢这个夏清清 不想她当儿媳妇 城月云直言不会 她向来是有什么说什么的 不会藏在心里 秋风和秋松秋华他们娶媳妇时 你也说不喜欢 现在相处得挺好 沈俊荣不客气的阶段 她说句不好听的 以老太婆这脾气 很难会和人相处和谐 多亏了三个儿媳妇脾气好 容忍老太婆的臭脾气 那是我大度 不和小辈一般计较 城月云声音很大 有点恼羞成目 沈俊荣没搭她话 真正大度的人 从来不会四处说自己大度 她和老太婆一起生活了四五十年 对她的性格了如指掌 可以夸老太婆真性情 是非分明 胆大直爽 为革命奋不顾身 这些都是老太婆的优点 但唯独大度 和老太婆半点都不搭搭 你什么眼神我不管了 你们也俩爱怎样就怎样 城月云火大帝甩下一句 便气冲冲出门找大女儿了 她前脚刚出门 沈俊荣就给大女儿打了电话 邱燕 你妈一会儿来找你 肯定会让你陪着去护城 你陪她过去一趟 去看秋白对象 不是说带那姑娘来京城吗 好秋白结婚 好京城半喜酒 省得来来回回地跑 啥秋白号结婚 我咋不知道 我可是她亲大姐 这小子太不像话了 岂有此理 结婚这么大的事 说都不说一声 结婚前五天才通知我 沈俊荣将话筒拿得远远的 女儿的大嗓门和暴脾气 和老太婆如出一辙 沈秋燕在电话里 发了足足五分钟的牢骚 言语中对夏清清十分不满 她和城月云的想法一样 都觉得是夏清清 狐媚了小儿子弟弟 反正要去吃喜酒 你陪着你妈先过去 我过两天再去 沈俊荣打算号坐飞机去护城 顺便会回那边的老朋友 知道了 沈秋燕大声回了句 光当挂了电话 又疯疯火火的去单位请假了 弟弟结婚这么大的事 她这当大姐的 肯定得去操心 这个家没她就是不行 迟早得散 程月云果然来找大女儿了 母女俩你一句 我一言 发了一个小时的牢骚 都对夏清清非常不满 然后决定去护城 会会夏清清 我倒要去看看 那夏清清长了什么三头六臂 把你弟弟给迷得五迷三道的 妈 你到时候说话客气些 不管咋说 夏清清治好了秋白 对咱家有恩 咱们公归公 四归私 沈秋燕提醒他妈 别火气上头 说一些太过分的话 知道我是那种仗势欺人的人 程月云白了眼 拽着女儿去订机票了 京城有直飞护城的航班 票价源 普通人两个月工资 而且还需要开介绍信 很难买到 年有航班 可以抽烟喝酒 待遇很好 就是贵 八十年代的登机牌阿提 夏清清连打了三个喷嚏 她拿出手怕擦鼻子 谁挂念她呢 一天课上完 夏清清背着沉甸甸的书包 准备回家 清清 今天可以去你家吃饭吗 蒋星怡不好意思地问 当然可以 走吧 夏清清欣然答应 多一双筷子的事 我有带礼物 是港城那边的糖果 都是我爱吃的 蒋星怡从包里 拿出一盒糖果礼盒 一看就很贵 小鱼和应悦 肯定要开心死了 夏清清笑了 蒋家的奔驰车没来 蒋星怡坐自行车后座 开心极了 一路上都在横隔 坐自行车这么高兴 夏清清笑着问 当然高兴啊 清清你不知道 你和他们不一样 和你在一起 我特别开心 哪里不一样 你把我当正常人啊 我家里人都把我当病人 我知道他们很爱我 可我不管干什么 他们都会很担心 但我又不能说什么 因为他们真的很爱我 你懂我的意思吗 懂的 你家人太在意你了 所以才会过分担心 对的对的 就是这样 我也很爱他们的 但我不喜欢他们 将我当成玻璃娃娃一样 其实我一点都不怕死 如果剩下的生命 每一天都能开开心心的 我不在乎能再活多久 随时都准备好了呢 蒋星仪吐入了她的心声 这些话 她不敢和父母说 怕他们伤心 她能接受自己的死亡 但家人接受不了 他们一定会很痛苦 你不会死的 放心吧 夏清清保证 第180章 放心 我不会对你妈和姐姐客气一点 弟章放心 我不会对你妈和姐姐客气一点 夏家的晚饭很热闹 做了满满一桌 还有来蹭饭的四锦衣 这家伙来买药的 从陈英俊那儿搞了30万 一口气买三瓶 然后厚脸皮的留下来蹭饭了 上次那个鸭没了 斯锦衣在桌上扫了一圈 没看到上次吃过的八宝鸭 有点失望 这么多菜还堵不住你嘴 夏清清白了眼 吃现成的还点菜 斯锦衣不敢对 她又给她下稀奇古怪的药 等会吃了饭 她再找夏清清商量赚钱大业 这些天 她找妇科的同事 整理了几百个客户 都对丰兄有极大的需求 肯定能赚不少钱 吃到一半 电话来了 夏清清跑出去接电话 是沈秋白打来的 语气有些无奈 我妈和我姐来护城了 他们想见你 我会安排 他们要是说话不好听 你不必客气 刚刚他爹打来电话通知的 他妈和姐姐已经在飞机上了 沈秋白很怀疑 老头子是故意的 明明可以提前通知 却非得等上了飞机才打电话 摆明了没安好心 沈俊荣还真是故意的 他也想耳根清静几天 索性让老太婆去烦小儿子 放心 我肯定不会客气 夏清清一点都不慌 沈秋白和他说了 未来婆婆的一些事 就是个没啥新年子 还脾气大容易冲动的老太太 这种人可比口蜜附近的老鹰 比婆婆好对付多了 那我就放心了 我明天去买几只金手桌 你到时候送给我大姐 她就会帮你对付我妈 沈秋白早想好办法了 想打胜仗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外乱变成内战 让他妈和大姐斗去 撑 你别担心 你妈和大姐不是问题 小菜一碟 夏清清信心十足 一个没啥新颜子的婆婆和大姑姐 可太好对付了 一如反掌 沈秋白本来是不担心的 但关心则乱 还是打了电话过来提醒声 听到夏清清轻松随意的声音 她不由笑了 我去机场接他们 明天见 嗯 明天见 夏清清挂了电话 回去继续吃饭 吃完饭 蒋星一被司机接回家了 司警一死皮赖脸坐着 还让宋春兰给他泡了杯茶 吃饭喝足了 这才挪到夏清清面前 小声问 你那个大咪咪毒药 真的能让咪咪变大 有副作用吗 你想当女人 夏清清斜了她一眼 不会是弯的吧 怎么可能 我是钢铁男人 司警一挺了挺 并不宽厚的胸膛 大声强调自己的性别 最讨厌被人说她像女人了 有屁敢紧放 夏清清不耐烦 就你那个药 要是真的有效 还没副作用 我这有个日进抖金的好生意 咱们一起合作 利润你六我四 怎么样 知道我这为什么叫毒药吗 夏清清反问 为啥 害人的才叫毒药 我这要只对男人有用 懂了 夏清清白了眼 泼了一大盆冷水 这个大秘密药 是她无意中配出来的 只对男人有用 而且时效短 用来恶作剧挺不错 你就不能弄出对女人有用的 司警一失望极了 她辛辛苦苦熬了几个大夜 整理出一百多个客户 全都泡汤了 唉 你也是医生 怎么不去研究 夏清清对风凶没兴趣 而且她觉得平凶挺好 没有下垂的风险 司警一扁了扁嘴 表情兴兴的 她只会开刀 中医只是入门 研究泻药还差不多 一两八斗就行 你真想赚钱 找几个白血病 我能治 夏清清已经配出了药 装红叶吃了后 效果很不错 她想再找几个白血病人吃药 一言为定 你六我四 司警一眼睛亮了 你想的挺美 我出的药材 我配的药 你凭什么拿四顶多一 夏清清给气笑了 没见过这么厚脸皮的人 一旧一 我去找人 司警一很好说话 从果盘里掰了两根香蕉 风风火火的走了 夏清清看得直摇头 吃这么多 也没见长肉 真浪费 第二天 夏清清依然去学校上课 她已经交了请假条 好开始请假 请了一个月 其实老师讲的课程 她基本上都知道 不过第一个学期 还是要低调些 下个学期 夏清清不打算天天来上课了 太浪费时间 反正是走后门的 那就将后门进行到底 到时候让沈秋白和校领导打声招呼 她期末来参加考试 平时不来上课 肯定保证成绩 承越云母女昨晚到的护城 沈秋白将他们安排在了华康路住 那边的房子已经装修好 家具电器都置办齐全了 住起来很舒服 母女俩都是急性子 昨晚就想去找夏清清 被沈秋白阻止了 清清在上课 晚上我安排你们见面 早上 沈秋白陪母女俩吃过早饭 安排了晚上的会面 知道了 母女俩答应得很好 你们如果私下去见清清 说一些不中听的话 我就申请去前线 战争不结束 我不回家 沈秋白赤果果地威胁 母女俩面色大变 赶紧保证 不会去单独找夏清清 其实他们是想去找的 但是 他们更担心 沈秋白真的跑去打仗 一去不回了 沈秋白这才满意离开 厂里的交接工作 还有两三天就完成 正好赶上结婚 再休一个月婚嫁 她就归队 程岳云和沈秋燕 留在家里大眼瞪小眼 去找夏清清的心思 彻底被下没了 有了媳妇忘了娘 还没结婚 就这么护着 以后不得上天 程岳云心里酸溜溜的 但声音却很小 怕小儿子突然杀回来听到 妈 有胆你当秋白面说 在我面前嘀嘀咕咕 有啥用 沈秋燕美好气地翻了个白眼 看穿了 他妈就是个怂包货 程岳云信信地白了他一眼 母女俩乖乖地在家里待了一天 终于等到晚上 沈秋白去接夏清清来见他们 两人隆重打扮了一下 绝对不能在未来 媳妇弟媳妇面前 输了气势 夏清清也打扮了夏 毕竟是未来婆婆和大姑姐 不能穿得随随便便的见人 礼数不能施 两人出门时和四景一碰上了 你们去哪 我妈和大姐来了 想见见清清 沈秋白淡淡回答 四景一同情地看了眼下清清 程一和沈大姐可不是一般女人 泽泽 有好戏看了 等沈秋白的车子开走 四景一转了转眼睛 悄悄跟在了后面 他要去看热闹 你去干什么 庄红叶悄无声息地 挡在他摩托车前盯着他问 你不知道 沈秋白他妈和姐姐 可是出了名的难缠 他们肯定是来找夏清清算账的 四景一有点幸灾乐祸 他可太希望夏清清吃饼了 庄红叶皱了眉 他有点担心夏清清 毕竟是未来婆婆和太姑姐 面对长辈不好顶撞 但平白受委屈也不行 凭啥 他想了想 骑上了车 四景一吓了一跳 你干啥 赶紧的 就说我是你对象 我们去拜访阿姨和大姐 庄红叶很快想到了的办法 以四景一对象的身份 到时候沈秋白母亲和姐姐 要是说不好听的话 他就对过去 我不配当你对象 毕章 你嫌弃我 你觉得我不配当你对象你 胡说八道什么 我和你什么时候出对象了 赶紧下去 四景一像被蝎子咬了一样 警惕的攻起身子 尽量离庄红叶远一点 他从15岁起 就总是被学校的女同学骚扰 还有些胆大的女同学 居然想霸王硬上弓 生米煮成熟饭 有一回还差点成了 幸亏被胖子和周导救了 这也导致他有了个无伤大雅的小毛病 只要有女人靠近 就会如临大敌 简而言之 就是他对所有主动靠近他的女人 都没有一丝好感 更不想谈对象 庄红叶嫌弃地看着他 冷声道 只是演戏 谁说要和你出对象了 你嫌弃我 你觉得我不配当你对象 四景一看懂了他的眼神 炸毛一样跳了起来 是可认 孰不可认 居然瞧不起他 多的是女人求着当他对象呢 不是他吹牛 只要他开口 想嫁他的女人 能从王府井 排到南锣鼓下 庄红叶的眼神更嫌弃了 感觉这家伙的脑细胞 没发育完善 没有 是我不配 赶紧开车 庄红叶眉多大诚意地敷衍了几句 不想和傻子浪费时间 你眼睛可不是这么说的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你下车 我才不要和你出对象 就算是假的都不行 四景一傲娇地哼了声 求他干活 还一副嫌弃养 他有那么减 下次买药 涨价百分之二百 庄红叶冷下脸 敬酒不吃 非得吃罚酒 凭什么 凭我是亲亲的好姐妹 开不开车 庄红叶眯了眯眼睛 冷意涉人 四景一后背有点寒 他突然想到了和强华一家口的惨案 只觉得一股阴气在他后脖子上吹 得他慌 开就开 本来我就要去 我可不是听你的话 是我自己要去的 四景一咬着牙发动摩托车 强调他没有被威胁 对 我搭你的顺风车 庄红叶敷衍衍的没有一点诚意 四景一轻横着撇过头 风驰电车地开出弄堂 他有一开到最快 想看庄红叶被吓得变色的狼狈样 庄红叶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小心思 一只手抓着 另一只手随意搭在膝盖上 尽管冷风嗖嗖地吹在他脸上 头发散乱 但他动都没动一下 背脊也挺得笔直 仿佛坐在家里喝茶一样 很快就到了沈秋白家 门口还停着他的车 吃 四景一来了个漂亮的神龙白尾 停到大门口 车子停稳 四景一得意地挑了下眉 扭头要冲庄红叶炫 你开车真特么的烂 庄红叶强压下胸口的翻滚 这家伙的车技 比他的脑细胞更差劲 他深吸了几口气 心口没那么堵了 再对着照后镜李顺头发 整了整衣领 这才下车 给你一次改口的机会 要不然别怪我不配合 你也信 四景一气冲冲地拦住了他 可以说他医术差 但绝对不可以说他车技烂 这女人是在赤果果地挑衅他 太嚣张了 你车技很好 是我的胃不好 庄红叶很快改口 眼前亏吃一点没关系 以后再报仇 哼 算你识相 四景一得意极了 大步走在前面 后衣领被人拽住了 干嘛 他凶巴巴地吼 我们是对象 并排走 一会儿你要是不配合我 要完涨价300% 庄红叶用力一拽 将人拖了回来 和他并排 四景一很不服气 可他不敢不从 要完就是他的命 刚刚才200% 这么一会儿就 涨到300%了 果然物以类聚 最毒妇人心 沈秋白和夏清清 刚到没多久 承岳云母女正经言坐着 细细打量夏清清 母女俩此刻心里的 想法神同步 比相片还漂亮 难怪把儿子弟弟 迷得神魂颠倒 臭小子 有了媳妇忘了娘姐姐 进门到现在 眼睛都盯着那夏清清 问都不问我一声 一会儿 我肯定要给这夏清清的 下马位 让她知道沈家的门 可不是那么好进的 母女俩交换了个眼神 都懂了彼此的想法 阿姨 大姐 一路上辛苦了 夏清清甜甜的笑了笑 礼貌问好 嗯 坐吧 承岳云脸上没有笑意 客气又疏离 沈秋燕也一样 这个时候 她和母亲 还是统一战线的 沈秋白皱眉 准备开口 衣袖被清清拽了几下 夏清清冲她微微摇头 表示她完全能搞定 未来婆婆和大姑姐 比她预想的更头脑简单些 一点都不会做表面功夫 这种人真的不要太好对付 夏清清坐在沈秋燕旁边 亲热地挨着她坐 笑得像花一样 沈秋燕朝母亲那边挪了挪 有点不自在 她不习惯这么热情甜蜜的笑容 还笑得这么好看 搞得她怪不老人的 但原则问题不能退让 还没结婚 就把她弟弟哄得五迷三道 爹梁兄弟姐姐都不要了 她作为大姐 必须给这下轻轻立个威 大姐 你和秋白好像哦 秋白经常说 她是大姐带大的 长姐如母 大姐没少替秋白操心 您辛苦了 哪里就辛苦了 我亲弟弟吗 应该的 沈秋燕嘴角像上扬了扬 脸色肉眼可见的融化了 算臭小子有良心 记得她的心牢 旁边的程月云 脸色更难看了 她这当妈的还活着呢 什么长姐如母 明摆着没把她放在眼里 虽然秋白小时候 是大女儿带的多一些 可她也没少操劳 臭小子推没良心 心里只有她大姐 没她这亲妈 程月云朝旁边 嘴角越来越上扬的大女儿 隐晦的瞪了眼 心里的怨气 朝大女儿那边倾斜了不少 夏清清不懂事乱说话 你沈秋燕 还真能厚着脸皮瘦着 就不能纠正一下 肯定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夏清清只是替大女儿 说出来罢了 夏清清嘴角微扬 强忍着笑 从包里拿出一个草纸包 用麻绳绑紧 还贴了个红纸条 看起来轻飘飘的 抓起来更轻 以前是这种草纸的包装阿姨 听秋白说 您爱喝茶 这是我在山上采的野茶炒成的 味道还不错 对身体也有好处 夏清清将茶叶包 双手放在程月云面前的桌上 她在空间里 移栽了几株野茶树 长势很好 每个月都能采不少嫩茶尖 她炒了不少 沈秋白爱喝茶 基本上给她吃的 这些茶叶 虽然算不上零茶的级别 但经常喝 确实能强身健体 延年益寿 第182章 未来婆婆和大姑姐 党不劳南方的小妖精 第张未来婆婆和大姑姐 党不劳南方的小妖精成月云 年轻时上过战场 为了掩护战友撤退 受过重伤 当时医疗条件有限 没得到好的医治 留下了不少隐患 这些茶叶对她的身体有好处 你有心了 程月云并不知道 这些茶叶的珍贵 还以为只是普通的茶叶 但礼物不再贵重 心意到了就好 她脸色也和缓了些 不管咋说 夏青青这里数 还是到位的 然而 夏青青又从包里 拿出了一只精致的盒子 光是盒子表面的雕花 就显得特别贵重 程月云家里也算有钱的 见过不少好东西 一看这盒子 就知道 里面装的定式首饰 还不便宜 她有点坐不住了 这么贵重的首饰 她一会儿 是收还是不收呢 收吧 太贵重了 显得不矜持 不收吧 人家小辈的一片心意 显得不尽人情 纠结不已的程月云 心里的想法 全都表现在脸上了 她还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 沈秋白捂住嘴 低下头笑 夏青青用了好大力气 才压住脸上的笑容 她将首饰盒 放在沈秋燕手里 笑着说 秋白说 大姐为了她操碎了心 这只手镯 是我和秋白的一点心意 大姐一定要收下 不行不行 快拿回去 沈秋燕连声拒绝 此时此刻 她还是有一点理智的 拿人手软 以后她还怎么在夏青青面前立威 大姐 你先看看吗 夏青青放软了声音 学得陆姐说话 嘴得像吃了三斤腻 旁边的沈秋白朝她看了眼 眼眸变身 下次她和青青单独相处时 让她也这样叫她 沈秋燕本来是真不想看的 但金光太耀眼 自个钻进了她眼睛里 真不是她想要看的 一只金光闪闪 又粗又重的金手镯 静静地躺在盒子里 毛咕咕 至少得有二两 沈秋燕的眼睛一不开了 这只金手镯 比她家里的几只都重 肯定很值钱 没错 沈秋燕凭嫁金手镯的好坏 只有一个标准重量 样式不重要 只要重 越重越好 反正沈秋燕不带 她都藏起来放家里 晚上睡觉时拿出来摸摸 就会特别安心 睡觉都会做美梦 夏青青将手镯 直接套在了沈秋燕的手上 很轻松套进去了 哎呀 这可真是巧了 我还想着要是尺寸不合适 再请师父弄一下的 没想到刚刚好 不大不小 就像是给大姐量身打的一样 凑巧了 沈秋燕嘴都合不拢了 眼睛直直盯着镯子 一不开 沉甸甸的手感 让她欢喜极了 刚刚姑错了 少说有三两 这就是天意啊 说明大姐是有福之人 不管干啥都刚刚好 这手镯带大姐手上可真好看 你可一定要收下 夏青青一张小嘴 把沈秋燕哄得迷迷糊糊的 她活了岁 还是头一回碰到夏青青这样的人 说话娇娇软软软 酥酥麻麻的 还那么会撒娇 嗲得她骨头都酥了 还那么会送礼 这金手镯 真送到她心巴上了 又那么会说话 小嘴比吃了蜂蜜还甜 她活半辈子了 还没听到有人这么夸她呢 沈秋燕有点理解弟弟了 她是女人都受不了 更何况男人 碰到夏青青这种又美 又会撒娇 又会哄的女人 男人不得把心掏出来 给她 这镯子得不少钱呢 不能要 沈秋燕艰难的一开视线 想把镯子掰出来 她绝对不能被糖衣炮弹给诱惑了 程月云脸色稍微好了一点 不收就对了 大姐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夏青青别了嘴 委屈地看着沈秋燕 眼里还有几点盈盈泪光 没有 怎么会 我可没不喜欢你 沈秋燕心里一紧 突然觉得自己好过分 人家夏青青 其实也没干啥 单身男女出对象很正常吗 人家一上门就送东西 礼数那么足 她这么大年纪了 还给人家小姑娘下马威 确实过分了 你别多想 这镯子太贵重了 你自己留着 沈秋燕语气缓和了许多 好生好气的解释原因 这只镯子 说不定是人家好几年的工资 她确实不能收 大姐 这是我和秋白一起买的 我们的心意 而且我们都是一家人 你在见外 就是没把我当一家人 我会不高兴的 夏青青又委屈上了 泪眼婆娑地看着她 沈秋燕哪受得了这样的魔法攻击 她从小在军营长大 见的都是能顶半边天的娘子军 说话比爷们还有气势 她自个也是这种人 周边的女同志 也基本上是这种人 倒是有一个柳如烟娇娇娇柔柔的 以前沈秋燕就蛮喜欢她 可自打看清这女人的真面目后 沈秋燕就格外讨厌她了 这下青青比柳如烟更美 更娇 更点 更媚 沈秋燕压根挡不牢 你别哭了 我收下还不成 以后可不行买这么贵的了呀 沈秋燕喜滋滋地收下了金手镯 手感真好 颜色真善 金子真好 夏青青立刻换上笑脸 哄了几句甜言蜜语 沈秋燕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 和她亲热地聊了起来 还说了不少沈秋白小时候的糗事 这热络劲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亲姐妹呢 程月云咬着牙 朝大女儿看了好几眼 提醒她别忘了约定 但沈秋燕没接收到 忘我的童夏青青交谈 阿姨 我给您泡杯茶吧 夏青青注意到了 未来婆婆脸色不太好 赶紧去泡茶 不用 我杯里还有 程月云语气不太好 这夏青青眼里只有大女儿 根本没把她这婆婆放在眼里 她现在一点都不喜欢夏青青 也不喜欢叛徒大女儿 夏青青拿起杯子 重新泡了杯茶 用的是她送的那包茶叶 一瞬间 茶香四溢 只是闻一口 就神清气爽 程月云昨晚没睡好 脑袋有点晕沉沉 闻了这茶香后 感觉精神多了 她喝了几十年茶 对茶叶稍有了解 便知道 这看似不起眼的茶叶 实则是好东西 她心里顿时欲贴了不少 这包茶叶 说不定比金手镯还贵呢 阿姨您喝茶 夏青青将杯子捧到她面前 程月云朝她看了眼 捧起杯子 吹了几口气 喝了口茶 口感比她以前 喝过的所有茶叶都要好 而且身体有种奇异的轻松感 这茶叶 程月云想问 茶叶是奶采的 被冲进来的四景一打断了 程一 大姐 四景一身后还跟着装红叶 两人本来以为会是 剑拔弩张的气氛 结果一派轻松 沈秋燕笑的嘴都合不拢 程月云脸上也带着笑容 难道气傻了 第183章 庄红叶 轻轻配您儿子绰绰有余 第张庄红叶 轻轻配您儿子绰绰有余景一啊 快坐 看到四景一 程月云母女俩 多露出了慈祥的笑容 热情招呼 四景一父母和沈家关系很好 她打小就去沈家玩 景一 这姑娘是你朋友 程月云朝庄红叶看了眼 心里洋洋的 不会出对象了吧 四景一年纪也不小了 比她家秋白小一岁 也该出对象了 但不管四家人怎么催 她去相亲 她就想尽办法逼向亲姑娘哭 比如 给相亲对象的见面里 是一条活灵灵的蛇 虽然没毒 可以把姑娘吓得不轻 回去后就说 就算嫁猪嫁狗 都不要嫁四景一了 这小子一肚子坏水 有各种各样的搜主意下姑娘 凡是和她相亲的姑娘 都被吓得不轻 后来京城的姑娘们 都知道了四景一的名声 赶来相亲的姑娘越来越少 但还是有几个胆大的 不管四景一用什么招 人家姑娘都不怕 结果 这小子居然和姑娘说 她喜欢男人 把姑娘给气得不轻 回去后当众发誓 就算嫁猪嫁狗 都不嫁四景一这王八蛋 自那以后 四景一在京城 算是臭名远扬了 也没人来给她介绍对象了 介绍女人四小少爷不喜欢 介绍男人 他们没那胆 程月云朝装红叶 看了好几眼 长得挺好看 和夏青青不相上下 不过两人有着质的不同 装红叶 这姑娘太冷了 脸上没有一点笑模样 不像夏青青 脸上一直带着笑 跟春风拂面一样 让人特别舒服 她是 对象 四景一犹豫了 但在装红叶的死亡凝视下 她还是屈服了 破 夏青青正在喝茶 惊得差点喷出来 这两人啥时候勾搭上了 装红叶冲她微微摇头 让她别说话 夏青青强压下好奇 什么都没问 阿姨 大姐 我是四景一对象 特意来拜见你们 装红叶礼貌道 对 来看你们 四景一也彻底摆烂了 大大方方的承认 反正是假的 你年纪不小 是该谈对象了 你爸妈知道吗 啥时候带你对象回京城 程月云问了不少 不着急 到时候再说 四景一含含糊糊的糊弄了几句 问道 程一 你和大姐来喝喜酒的吧 嗯 我们先过来 你审数号过来 程月云一听到喜酒 心就沉了些 她现在还是有点隔音 虽然夏青青很不错 但不是她亲手挑的儿媳妇 而且这桩婚事 她从头到尾都没参与 感觉她像是外人一样 这种感觉很不舒服 你秋白哥打小就有主见 可婚姻大事 总得和家里说一声 她道好 谈对象不说 结婚也不说 要办婚宴了 才通知家里 搞得我们像是外人一样 程月云虽然和四景一说 但她朝下轻轻隐晦的看了眼 夏青青只当没看到 悠然自得的喝茶 四景一还在斟酌 要怎么回答 庄红业抢先开口 现在都流行自由恋爱 我和四景一出对象 她也没和家里说 我们还打算旅游结婚 骑摩托车去西藏 多自由 多爽 谁要和你旅游结婚了 四景一第一反应就是这 可听到去西藏 她一下子神网了 她最大的理想 就是自驾去西藏 一直没实现 是因为她的身体吃不消 不过以后她肯定能去 有生之年 她是一定要去一趟西藏的 四景一在想西藏 看在程月云眼里 就以为她默认了 心里很不高兴 对庄红业也不满起来 结婚哪能不办久 在自由也得讲规矩 自古传下来的规矩不能破 而且我们沈家和思家 也不是小门小户 不摆酒像什么话 对对对 您说的都对 庄红业点了点头 没反驳 她只是来破坏气氛的 不是来气死沈秋白他妈的 程月云都想好了一大堆道理 想教训庄红业的 结果人家不接招 她就像是一拳头打在棉花上 好无力好生气 锦衣 你既然谈好对象了 就带回家 让你爸妈看看 双方家长的见个面 程月云心里又一阵梗 因为夏青青的父母不在 也不对 还有个亲爹在港城 但又跟没有一样 而且夏青青还有个傻弟弟 她有点担心 会不会遗传到孙子上 我爸妈都不在了 家里就我一人 庄红业淡淡道 她一眼就看穿了 程月云的心思 嫌弃夏青青是孤女 没家事 还有个傻弟弟 程月云神情志住了 她没想到又是个孤女 怎么一个两个都找的孤女 我爸妈虽然不在了 但我并不是无人管教的孤女 我爸爸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曾在英国一家传业公司 担任高级工程师 回国后 是护城传厂的高级工程师 我母亲是优秀的芭蕾舞演员 他们从小就教导我中兴礼 也教我文化知识 该懂的道理我都懂 庄红业挺起胸膛 表情很认真 她就是要告诉程月云 父母双亡不代表不懂理 也不代表可以被人看清 程月云脸色变了变 不用问她都知道 庄红业父母是怎么没的 她看庄红业的眼神 变得联系 好孩子 这些年受了不少苦吧 还好 没死 庄红业语气更淡了 她还活着 就比爸妈和兄姐幸福很多了 她又说道 清清是我朋友 她比我更聪明更能干 我觉得 清清配您儿子绰绰有余了 她更想说 如果可以的话 麻烦让沈秋白别娶她家清清 他们四姐妹自个过 夏清清低下头喝茶 嘴角上扬 她知道庄红业过来是干什么的了 就是专门来转移怒火的 夏清清心里暖暖的 其实她根本不会吃亏 对付程月云母女 她随随便便就哄好了 程月云确实生气了 这是嫌弃上她儿子了 你和夏清清是朋友 嗯 我们是好姐妹 阿姨 您喝的这茶 知道卖多少钱不 庄红业突然转移了话题 有些话下清清不方便说 她可以说 这茶还能卖钱 程月云愕然 不是野茶吗 第184章 外战成功转成了内战 母女冷战了 第章外战成功转成了内战 母女冷战了 当然能卖钱 这可不是一般的茶 这是集天地之灵气 日月之精华的山顶野茶 必须清明前 太阳还没升起 露水还在夜尖上 直踩最嫩的夜尖 等太阳出声 就不能踩了 一天顶多踩二两 庄红业说的嗓子眼都干了 沈秋燕赶紧给她泡茶 催着问 踩二两后呢 炒茶 当然不是 哪有这么简单 还得添加7749味珍贵药材 灵芝 人参 黄旗黄金等 用特殊方法炮制9981道工序 这才能炒制成茶叶 庄红业一本正经地说故事 程月云喝茶的动作都变慢了 她现在压力好大 这喝的哪是茶 分明是钱啊 人参 灵芝 这哪样听起来都不便宜 庄红业还没说完呢 她继续说道 这茶叶喝了 能强身健体 延年益寿 上个月 有个外国客户 花十万买了一两 过几天追着买 还要加价 清清都没答应 说茶叶没多少 要送人的 就是送给阿姨您 嗨嗨 夏清清坐不住了 这边的有些过了 她还是头一回知道 庄红业睁眼说瞎话的本领 比算命瞎子还厉害 什么十万一两 什么七七四十九味药材 九九八十一道工序 她听着都心虚 程月云现在压力山大 看着手里的半杯茶 她是喝还是不喝 十万一两 这么一算 她这一杯茶不得好几百块 喝一口就是几十块 她这辈子 还没喝过这么金贵的茶呢 程月云心疼死了 早知道这么金贵 她就不喝了 留着给老沈喝 妈 你不喝给我喝 沈秋燕听得心痒痒的 见她妈看着茶发呆 还以为她妈不爱喝 就将杯子抢了过来 孤独喝了一大口 小半杯没了 难怪这么贵 喝起来确实不一样 沈秋燕只喝了一口 就品出了金钱的味道 她现在上了年纪 腰酸背痛腿抽筋 这些毛病都有 身体特别沉 喝了这茶后 觉得轻松了不守 大姐 我再去泡一杯吧 夏青青说 别泡了 茶叶这么金贵 喝一点少一点 程月云制止了 她舍不得给女儿喝 沈秋燕本来也没想再泡一杯 喝着她不配喝呗 她撇了撇嘴 一口气将剩下的茶喝光了 连茶叶都嚼了 一滴都没给她骂上 程月云咬了咬牙 气得撇过头 眼不见为敬 这女儿就是天生客她的 夏青青嘴角抽了抽 不掺和这娘俩的事了 天色不早 我送青青回家 妈 大姐 你们也早点休息 沈秋白起身 说了进门后的第一句话 这还早着呢 再坐会儿啊 沈秋艳舍不得 她还没落够呢 青青明天还要上学 得早睡 要上学啊 那路上小心 开车慢点 沈秋艳虽然不舍 也没在阻拦 上学是大事 明天我陪你们去逛逛护城 沈秋白说道 算了 你忙你的 我和妈自个逛 沈秋艳拒绝了 程月云也没兴趣 和沈秋白逛街 他们宁可在家听收音机 这小子一点情绪都没有 提供不了一点情绪价值 我后天就有空了 要不然 后天我陪你们逛嘛 夏青青笑道 本来她计划是好请假的 但婆婆和大姑姐这么远赶过来 她于情于理都得陪一陪 爱屋即屋嘛 她和沈秋白是要过一辈子的 肯定要对她家人好一点 而且沈秋白对小鱼也很好 行啊 明天我们在家休息 后天再逛 沈秋艳眼睛一亮 和轻轻逛街肯定有意思 程月云也没意见 她确实有点累 明天就休息一天 养好精神去逛街 阿姨 大姐 后天见 夏青青笑着道辞 程月云和沈秋艳送他们到门口 车子开了 沈秋艳还练练不舍地挥着手 手腕上的金手镯在路灯下特别亮 一只金手镯就给收买了 还说要和我统一战线 不到五分钟 三句好话 一只手镯 你就叛变了 沈秋艳你得亏没被敌人抓住 否则你就要给老沈家抹黑了 程月云越说越气 她绝对不是眼馋金手镯 她就是气女儿强头草 妈 你说话可得平良心 你那茶叶十万一两 那一包至少二两吧 二十万能打多少金手镯了 我可不是看在手镯上 我这是通勤打理 青青多好的姑娘 还是大学生 走后门的 程月云打断 这后门还是拖得三儿席的关系 不管咋样 反正是大学生了 青青还会挣钱 还治好您宝贝儿子 还送您这么贵的茶叶 您要是再板着您那捋脸 那可就推不识好歹了 小心秋白怨赏您 沈秋艳左一个青青 又一个青青 叫得特亲热 我哪不是好歹了 我刚刚给她下脸子了 我不是客客气气接待的 程月云不服气了 据理力争 您就下脸子了 我两只眼睛都看到了 您那叫客客气气 您那是假模假样 连当年对柳如烟一半的亲热劲都没有 还好意思说呢 沈秋艳翻了个大白眼 毫不客气的对 好好 你是想气死我是吧 程月云给气得精神十足 指着沈秋艳骂 我哪敢啊 我就是想告诉您 您就算是做长辈的 也不能不讲道理 咱凭良心说 夏青青没点配不上您儿子了 论相貌 金童玉女 论感情 人家两情相悦 论恩情 人家救了您儿子的命 救命之恩以身相许 古代人还知道这道理呢 您咋就不知道呢 你早上怎么说的说下 青青是狐狸精 把秋白迷得五迷三倒 现在你又是这套说法了 沈秋艳你就个墙头草 剑吹两边倒 程月云快要气死了 早上还和他同仇敌愧 一起骂下青青 现在掉转头骂他了 他怎么会生出个专门刻他的东西 早上我不是没见过本人吗 主席说过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您可不能犯错误 其实青青真不错 人家和秋白感情好 马上要结婚了 您瞎捣乱啥 沈秋艳大咧咧的对了句 还用力甩了下胳膊 手腕上的金手镯 闪过一道刺眼的金光 刺得程月云眼狱 我瞎捣乱 你把话说清楚 我捣什么乱了 程月云追了上去 非让女儿讲清楚 母女俩这个晚上 吵吵闹闹到了半夜 结果就是 隔天两人谁都没理谁 冷战了 第185章 定了江景房 第一次不能随便 第张定了江景房 第一次不能随便沈秋白这边 则是和母女俩截然不同的画风 用叫我大姐 那个声音 乖 什么声音 夏青青故意装傻 那样叫人好肉麻 他自己都受不了 你知道的 沈秋白凑在他颈尖亲吻 湿热的呼吸充满了危险 咽 别闹 夏青青想挪开 但被搂得紧紧的 一动都不能动 男人的手鼻铁还硬 以前他总以为沈秋白 是斯文儒雅的性格 现在才知道 全都是表象 这家伙强硬起来 比强盗还不讲道理 叫不叫 沈秋白的声音更加危险 不叫 夏青青还想倔强到底 但颈尖的苏养 让他根本抵抗不了 身体像春水一样 软成了一滩 脑子也无法思考了 别闹了 我叫 老公 亲爱的 其实都不用特意学 他现在的声音自带春意 眼角泛红 近视妩媚 趴在男人怀里低声叫着 就像是一只撒娇的小猫咪 男人眼眸变身 心里像是被猫爪轻轻的挠一样 双手不自觉的用力 恨不得将怀里的人 揉进他的身体里 轻略性极强的吻 长驱直入 两人都轻的忘我了 房间里的温度越来越高 像是倒入了一盆煮沸的开水 最后一步 沈秋白停下了 都领证了 陷入情欲里的女人 在他身上又拉又扯 关键时候刹车 真要命 我定了江警房 第一次不能随便 沈秋白声音暗雅 额头冒出细汗 他也克制得很艰难 但他不想和青青的第一次 是随随便便地度过 那间江警房 是他精心挑选的 可以俯瞰全户城 还能看到外滩 风景极好 第一次必须给媳妇最好的 样样都要最好 昏昏沉沉的夏青青 脑子里瞬间多了些颜色场景 面朝外滩 不能想了 他没想到 沈秋白居然这么瑟瑟 不过他好喜欢 你妈和你姐会不会吵架 夏青青缩在他怀里 手无聊地在他胸膛上画圈圈 他们隔三差五都要吵一吵 不吵才不正常 沈秋白按住了他的手 他好不容易才冷静下来 别又勾起他的火 他们都挺有意思的 夏青青忍不住笑 婆婆和大姑姐 都是直来直去的性格 其实只要拿捏住了 他们的软肋 很好相处 他们虽然没坏心思 但容易被人利用 辛苦你了 沈秋白很了解自己妈和大姐 头脑简单 脾气冲动 耳根子还软 幸亏他妈和大姐 在大是大非上都很坚定 否则家里早出乱子了 不辛苦 爱屋即屋嘛 我喜欢你 自然会努力 和你的家人和睦相处 而且 他们并不难相处 夏青青没说 对婆婆和大姑姐有多喜欢 第一次见面 不可能有多深的感情 他愿意取悦他们 全是看在沈秋白的面子上 以后他们在京城 我们在沪城 不会经常见面的 沈秋白本身也不喜欢 和家人住得太近 其实他和父母相处的时间并不多 他出生时 父母都很忙 把他扔给保姆和大姐 等父母不太忙后 家里出事了 他被扔去了沪城 等父母有时间陪伴他了 他已经过了需要陪伴的年纪 对父母的感情肯定有 但不亲近 等大姐回京城时 我再送他一只轻巧的手镯 之前那只太重了 带着太沉 不方便干活 夏青青和他商量 晚上送的那只手镯 是沈秋白弄来的 手镯很重 但男人的品位是真的不咋样 他之前夸的那些话 都是违背良心说出来的 不过这也说明 沈秋燕对弟弟是真爱 这么丑的手镯都不嫌弃 还笑得那么开心 我大姐从来不带手镯 沈秋白笑着说 他不带那他还那么喜欢金手镯 夏青青愣了 他是喜欢金子做的所有东西 藏起来睡觉前拿出来摸一摸 才能睡得踏实 沈秋白又说了 他大姐这个爱好的由来 其实是个沉重的故事 我大姐和大哥相差两岁 当时战士很紧张 经常有小孩走散 我妈缝了个小袋子 里面有两枚金戒指 缝在我大姐衣服里 以防万一 大姐十岁时 因为紧急转移 她和我大哥 还有另外两个孩子 都和父母分散了 总共四个孩子 大姐最大 我大哥八岁 另外两个更小 后来怎么样了 他们都安全回家了吗 夏青青关心地问 我妈说他们四个孩子身上 长满了狮子 和一群乞丐混在一起 我大姐还差点混成了乞丐头 大姐真厉害 夏青青由衷夸赞 对程月云和沈秋燕 也多了些敬意 先辈们为了新社会 牺牲太多了 沈秋白笑了笑 说道 多亏了我妈缝的那两枚金戒指 他们才没饿死 自那之后 我大姐就特别喜欢金子 不管去哪身上 都得藏些金子 另外两个孩子 分别是斯锦衣的大哥 陈英俊的大姐 他俩现在的职务 都比沈秋燕高 但在沈秋燕面前 两人都特别乖 就算沈秋燕指着他们鼻子骂 他俩也不敢喊一句嘴 以后我们多孝敬大姐金子吧 夏青青说 好 沈秋白心里一阵软 忍不住轻了下去 自然又是天雷沟的火 差点越雷池 最后才紧急刹车 第二天上学 夏青青直接去校领导 纳请假 沈秋白提前打了招呼 请假很顺利 领导还笑呵呵地恭喜他 特别客气 你要结婚 请一个月假 蒋星仪一脸惊讶 随即是失落 她刚交到朋友 人就变成有夫之妇了 你以后会不会有了老公 就不和我玩了 蒋星仪忐忐忑不安地问 当然不会 我还来上学的呀 夏青青忍郡不惊 在她脑门上 轻轻谈了下 蒋星仪这才开心了 表示要去喝她的喜酒 这个药丸你拿去吃 一天一颗 对你的身体有好处 夏青青拿出一瓶药 是一个月的量 谢谢青青 蒋星仪感动的眼睛都红了 她刚刚才知道 表哥的身体 是轻轻调理好的 没想到 轻轻这么快就配好了药 谢什么 不是白给 收钱的 夏青青青撑了眼 肯定要给钱 我爸很有钱的 蒋星仪使劲点头 还想着该给多少才好 你先吃着 看疗效怎样 钱以后 我问你爸呀 夏青青没打算现在收费 先看药效 再谈钱 又过了一天 沈秋白先来接她 然后一起去接成月云母女 结果发现 母女俩都冷着脸 互不搭话 很显然冷战了 第186章 给婆婆和大姑姐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第张给婆婆和大姑姐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阿姨 大姐 早饭还没吃吧 夏青青假装 没发现他们吵架了 笑盈盈地问 没 程月云挤出一点笑 还吵女儿看了眼 刚起来 没来得及吃 沈秋燕爽朗地笑了笑 只当没看到她妈的白眼 其实是母女俩 早上起来又吵了一架 确实没顾上吃早饭 其因是 沈秋燕想泡杯茶 心疼坏了 忍不住念叨了几句 然后爆发了大战 沈秋燕算起了小时候的账 这笔账 她算无数次了 沈秋白他们四兄弟 耳朵都听得起茧子了 煮五个鸡蛋 那时秋白没生 老四还吃奶 我们正好一人一个 结果煮的时候五个 起锅变成四个 宁非说是我吃了 四个蛋 你们吃得喷喷香 就我刚看着 这是我记一辈子 你刚看着了 你是指记仇不记恩 你爸把她的蛋给你了 你吃得比谁都香 你还记一辈子 她当时也没多想 就顺嘴说了女儿几句 没想到这死丫头 那么能记仇 时不时就拿出这是算账 关键是死丫头的蛋可没少吃 丈夫没舍得吃 把她那个蛋给了这死丫头 她心疼丈夫 就把蛋黄给了丈夫 自己吃蛋白 她可记得清清楚楚 这死丫头捧着蛋 躲在厨房里偷摸吃 因为吃得太急 差点噎死 还是她过去用力拍了一巴掌 才把这死丫头的命给救回来 你还打我了 打的那个用力 我肋骨都差点被你拍断 你打的可真狠啊 沈秋燕又算账了 这是她一辈子都记得 她妈那一巴掌 拍得可真用力啊 骨头都差点断了 程月云气得差点吐血 手指折着腻女 破口大骂 我怎么没一巴掌 拍死你你个死丫头 拿了你爹的蛋 跑出房里脱摸吃 跟黄鼠狼一样 鬼鬼祟祟的 吃得太急 蛋卡嗓子眼了 要不是老娘拍你一巴掌 你现在还能站我面前 大腻不到我当初 就该拍死你 省得让你这祸害 活下来忤逆我 我咋不记得了 明天的吧 沈秋燕很怀疑 她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她反正就记得 她妈冤枉她偷吃了蛋 还用力拍了她一巴掌 差点拍死她 我 我打死你个忤逆不孝的东西 你记得 啥你就只记仇不记恩 打死你个白眼狼 程月云气的四处 找衬手的东西 找了半天没找到 最后脱下脚上的鞋 追着打 夏清清和沈秋白 在外面看了好一阵戏 等母女俩累了 这才进去 当啥都不知道 沈秋白已经交接好了工作 这两天都有空 我们先去吃早饭 再去逛城皇庙和外探 夏清清笑道 行 你们安排 母女俩都没意见 他们以前来过护城 但没逛过 今天打算好好逛一逛 早饭吃的汤包和蟹黄包 还有烧麦 都是护城特色 这烧麦居然是面皮包糯米 头一回吃 味道怪怪的 沈秋燕吃不惯烧麦 她爱吃肉馅的烧麦 咸豆浆她也吃不惯 不过蟹黄包和汤包 她都爱吃 还有生煎馒头 全都和她的口味 承岳云的口味和她一样 母女俩喜欢吃的都一样 妈 你吃这个锅贴 好吃 沈秋燕加了纸锅贴 放进承岳云碟子里 很自然的说着 不错 香 承岳云也很自然的加起来 咬了一口 夸赞了句 母女俩完全没了之前的剑拔弩张 又好得像亲娘俩了 夏清清有点猛 她还想着要调节一下 没想到自个就好了 一点铺垫都不用 沈秋白创她挑了下眉 给她加了支烧门 她早习惯了 她妈和大姐比吃男怨女还奇葩 炒的时候要死要活 好的时候秘里调油 母女情还是很能进得起考验的 母女俩头碰着头 亲热的一起吃早饭 还交换着自己爱吃的口味 夏清清凑在沈秋白耳边问 我挺好奇 那个蛋到底是谁吃了 我二哥 他不敢说 怕被打死 沈秋白忍笑回答 他二哥如果说出来 他妈和大姐绝对要混合殴打 所以这件事家里人都知道 只除了他妈和大姐 夏清清嘴角抽搐 好有爱的一家人 吃过早饭 他们去逛外滩和城隍庙 还有御园拍了不少照片 一天逛下来 程月云和沈秋燕都疲累了 回家休息 八十年代的外滩 八十年代的御园第二天 沈秋白去接他爹 还得陪着他爹去拜见老朋友 夏清清则陪着婆婆和大姑姐继续逛街 头发长了 清清 我想去剪个头 沈秋燕想去理发店剪头 马上要参加弟弟的婚宴 得捣斥一下 我也得剪 修短一些 程月云也想剪了 头发又长长了 他对着镜子剥了下头发 叹了口气 白头发又多了 夏清清心思一动 笑道 要不去烫个头吧 阿姨还能染黑 不好吧 母女俩都犹豫了 他们从没烫过头 一直都是朴素的风格 发型也都是短发 保持几十年了 冷不丁改变风格 他们有点接受不了 可心里又有几分期待 昨天逛街时 看到街上好多打扮时髦的女人 烫着波浪卷 穿着漂亮衣服 打扮得真洋气 真漂亮 他们也有些心动 怎么不好了 现在烫头很平常的 烫着漂亮的头 再做深漂亮衣服 漂漂亮亮的去婚宴 绝对是全场最漂亮的 母女俩被说的心动不已 然后就被夏清清拽去了理发店 店里很大 做了两排烫头的女人 看得母女俩心奇不已 八十年代理发店 不是铁钱烫头的 欧用最好的药水 给我妈染黑 再给她们烫合适的发型 夏清清提了要求 现在的理发店都是国营的 技术相当好 而且不会一次重好 承越云母女第一次烫头 看啥都新奇 也不懂 任由夏清清安排 正好有两个客人烫好头 空出了座位 母女俩都被安排上了 夏清清坐在旁边看报纸 烫头要几个小时呢 第187章 轻而易举 俘虏了婆婆和大姑姐的心 第张轻而易举 俘虏了婆婆和大姑姐的 新烫头花了一个上午 烫好后 正好赶上吃中饭 承越云母女不停照着镜子 有些不自信 这样出去会不会被人笑话 母女俩都是一样的担心 她们短发留了几十年 冷不丁换成这么时髦的发型 怕被熟视的人笑 怎么会呢 她们肯定会夸 你们漂亮 还会打听在哪趟的 这家理发店是护城技术最好的 药水也是最先进的 其他地方不一定能有嘛 夏清清知道她们心里的顾虑 一种风格保持了几十年 突然改变肯定会有些不适应 就好比有些人 一直宅在家里 久而久之 她们就不爱出门社交了 其实有些人也会想出去玩 但跨不出那一步 如果有人能带带她们 结果就会好很多 程岳云母女朴素几十年 不是她们喜欢朴素 而是没人带她们改变 母女俩被夸得满面笑容 还有些羞涩 不停对着镜子照 照着照着 发现她们这个新发型 好像真的挺好看的 越照越漂亮呢 真的好看 程岳云不自信地问 当然 您让大家说 是不是年轻漂亮 夏清清阿拉里发店的服务员问 服务员自然是一通赞美 正好有个大妈进门 看到程岳云的新发型 眼睛一下子亮了 指着她说道 我就趟这个发型 和她一模一样的 程岳云眼睛也亮了 自信心一下子爆棚 没想到她有一天 还能给人当样版呢 说明她这个新发型 是真的好看 母女俩在夏清清的夸赞声中 自信心越来越足 然后又被她忽悠着 去做新衣服了 我就是做服装的 一会吃了饭 去我店里挑几件衣服 我给你们挑 绝对漂亮 夏清清的服装店里 现在有不少成衣 月底服装店就开业了 准备了不少成衣售卖 有不少款式 都适合程岳云母女 母女俩都被调起了兴致 女人天性就爱逛街打扮 以前她们不逛不打扮 不是不喜欢 而是没逛街搭子 现在有夏清清陪着 母女俩的兴致特别高昂 中饭一吃完 就催着去服装店 夏清清叫了辆车 开到弄堂口 在小麦部门口下车 清清 今天不上学 徐姐远远打起了招呼 请假了 我婆婆和大姑姐来了 陪她们逛街 夏清清和徐姐说的是护城话 陈岳云母女听不懂 她用普通话给介绍了徐姐 欢迎欢迎 您可真年轻 这发型也漂亮 绝对是今年最适新的 徐姐用别角的普通话 奉承了一通 重点夸赞陈岳云年轻洋气 趟的新发型漂亮 夸沈秋燕也是如此 清清给我们挑的发型 她眼光挺好 陈岳云笑眯眯的 叫清清叫得特别清热 清清的眼光一直都好 她做的衣服 全程都是独一份 好多客人慕名来做衣服呢 徐姐夸了一通 承岳云母女对夏清清 也更加刮目相看了 以前只以为会做衣服 没想到名气这么大 夏清清领着他们回家 一路上碰到好多街坊打招呼 都和她有说有笑的 承岳云母女交换了眼神 看来小儿媳弟妹 和街坊人员很不错 这一点很重要 要是脾气古怪的人 绝对处不好人际关系 嫁进门后 也会把家里搅得鸡犬不宁 庄红夜和宋春兰在店里忙 萧英月在上学 小鱼在围墙上画画 她画的是童话森林 有郁郁葱葱的大树 美丽的花朵 还有可爱的小动物 五颜六色的蘑菇 围墙上基本上画满了 还差一点收尾 小鱼 夏清清叫了声 姐姐 小鱼开心地跑了过来 看到承岳云母女 她有些拘束 不过比以前好多了 以前她见到陌生人 就会躲在夏清清身后 现在不会了 夏清清介绍了小鱼 我弟弟 他很聪明的 现在在学画 老实夸他很有天赋 又让小鱼叫人 小鱼乖巧地叫了 非常有礼貌 现在的小鱼长高了 百里透红的脸蛋 肉嘟嘟的 大眼睛比天空还清澈 而且穿得整齐干净 说话也很有条理 外人看着 顶多觉得她性格内向 察觉不到她智力低下 你们姐弟挺像 都很漂亮 承岳云夸了句 她心里是意外的 原本以为弟弟是个小傻子 但现在看来 只是反应迟钝了些 而且画画这么厉害 显然并不傻 沈秋燕在小鱼脑袋上 轻轻拍了下 手不知不觉 就一到了小家伙 肉嘟嘟的脸蛋上 悄悄地捏了下 她以前最喜欢 捏四个弟弟了 但长大后 一个比一个不讨喜 她自己生的儿女 长大后更不讨喜 还是这小家伙可爱 她忍不住又捏了下 小鱼捂住脸 抗议地看着沈秋燕 她已经是大人了 不能再捏她的脸了 沈秋燕背着双大眼睛 看得慈母心爆棚 一脸乙母笑 小鱼真可爱 比秋白小时候还可爱 沈秋燕忍不住感慨 沈秋白小时候 也唇红齿白的 小脸肉嘟嘟的 但可爱气太短暂了 一过了八岁 沈秋白就不让她捏脸了 小脸还总板着 跟小大人一样 一点都不可爱 夏轻轻笑了笑 她发现了 沈秋燕其实心最软 看到可爱漂亮的东西 都忍不住心动 最好哄不过了 进屋后 庄红叶主动打招呼 送春兰去泡茶 屋子里摆了不少成衣 看得成月与母女眼花缭乱 他们没想到 衣服居然有这么多款式 他们以前夏天 都是衬衫加长裤 春秋是列宁装 冬天是尼庸大衣 一件尼庸大衣 能穿十几年 很少做新衣服 清清 这些衣服 都是你们做的 沈秋燕问 都是清清设计的 庄红叶抢着回答 我只是出了些主意 主要是我们几个姐妹做的 夏轻轻笑道 程月云对她的印象更好了些 没有独揽功劳 是个心胸大度的 夏轻轻挑了几件衣服 她没挑款式特别新颖的 而是挑的 才简简单大方 布料高档的款式 这样更符合 程月云母女的身份 母女俩换上新衣服 顿时焕然一新 这回不用别人夸 他们自己照镜子 就能明显感觉到 几件衣服 他们都收下了 但坚持付钱 婚宴那天 肯定有好多客人 你们穿上新衣服这么漂亮 其实是给我的店打广告 论理我要给你们广告费的 但我们既然是一家人 就不该谈钱了 是不是 夏轻轻轻而易举 就说服了他们 晚上 沈秋白来接他们 和沈君荣一起吃饭 晚饭安排在饭店 看到改头换面了的母亲和大姐 她晃了下神 差点没认出来 第188章 结婚了 第张结婚了 沈秋白的反应 极大的取悦了程月云母女 脸上笑开了花 妈 大姐 你们这样打扮很好看 沈秋白真心夸赞 你媳妇拽着我们去趟的头 衣服也是她挑的 真好看 程月云忍不住问 还转了个圈 想多听几句夸赞 好看 青青眼光肯定好的 沈秋白一句话夸了所有人 在场的女人都笑了 快开车 你爸等急了 程月云一个劲催 他迫不及待 想看看丈夫的反应 肯定目瞪口呆吧 阿姨 夏青青才刚开口 就被程月云打断了 叫什么阿姨 你和秋白一样 得叫我妈 妈 夏青青立刻改口 还冲沈秋白得意的挑了下眉 他就说嘛 易如反掌 沈秋白嘴角上扬 有个聪明的媳妇就是好 妈 爸爸一会看到您 肯定会目瞪口呆 然后后悔莫及 夏青青笑眯眯道 为啥后悔 程月云母女同时问 没听懂 后悔没早点打扮您啊 她的大老粗 哪会这么想 程月云嘴上这么说 脸上却多了些娇羞 沈秋燕看得嘖嘖稀奇 对夏青青越发佩服 他妈一直都是疯疯火火的脾气 还是头一回看到他妈这扁扭劲呢 沈俊荣在饭店门口站着 他个子高大 悲挺的笔直 气场强大 沈秋白的脸形像父亲 眉眼却向了母亲 集中了父母的优点 沈秋燕说 她是五姐弟里最好看的 爸 沈秋燕跳下车 第一个迎了上去 程月云在她后面 沈俊荣脸上露出笑容 你换了的头 我都没认出来 这样爸爸好看 好看吧 你小儿习跳的 沈秋燕拽出了夏青青 爸 我是夏青青 夏青青大大方方地叫道 好 我们进去吃饭 沈俊荣笑得更加温和 对夏青青印象很好 短短几天 就把大女儿给哄成了自己人 非常优秀 走了几步 沈俊荣终于察觉到不对劲了 皱眉问道 你们妈呢她怎么没来 一直躲在后面的程月云 本来有点生气 过了这么久都没看到她 现在她得一急了 使劲憋着不出声 哈哈 爸你没看到吗 沈秋燕大笑 挪了几步 露出了后面的程月云 沈俊荣终于看清了妻子 先愣了下 随即笑了 夸道 真没认出来 年轻了不守 都不敢和你走一块了 怕被人当成你爹 你就平吧 程月云称了眼 嘴角的得意 都快溢出来了 轻轻给调的衣服 这头也是她拉着去烫的 好看 程月云同志 你当年入错行了 应该去文工团 沈俊荣一本正经的开玩笑 当年文工团的许团长 可是三顾茅庐请我去的 我没答应 程月云更得意了 她年轻时也是一朵花 就是没条件打扮 老两口走在前面 说说笑笑的 恩爱劲儿 让年轻人都自愧不如 夏轻轻捅了下沈秋白 小声说 你爸那么风趣 你咋不学着点 我爸没我好看 只能靠风趣弥补 沈秋白很认真地解释 你敢当你爸面说不 夏轻轻撑了眼 不敢 沈秋白眼里含笑 前面的老两口恩恩爱爱 后面的小两口轻轻我我 中间的沈秋燕 别别扭扭 他看了看前面 又看了看后面 索性大步走到了前面 肉麻死他了 晚饭气氛很轻松 沈君荣是个 很风趣温和的老人 没有一点架子 轻轻 这是给你的 别推死 你三个嫂嫂都有 程月云从包里 拿出个盒子 打开 是一只玉镯 看橙色不便宜 他将手镯套在夏轻轻手上 打量了下 满意道 你皮肤好 带着镯子好看 谢谢爸妈 夏轻轻大方帝收下了 沈秋燕也送了他的见面里 一块精致的女士手表 谢谢大姐 夏轻轻戴上了手表 一家人别客气 以后你和秋白好好过 沈秋燕爽朗道 爸 妈 大姐 我送你们回去 早点休息 沈秋白起身 他爸身体不太好 今天又是赶飞机 又是见老朋友 有点吃不消了 也好 沈君荣确实累了 他这身体一年不如一年 就希望能再多撑几年 替子女们扑扑路 送到家后 夏轻轻拿出一瓶药丸 双手递给沈君荣 爸 这是我配的养生丸 一天一力 调理身体效果很不错 谢谢 你有心了 沈君荣笑着接过 打开瓶盖 一股药香沁人心提 他随即便吃了一颗 药丸入口后 化成暖瘤涌向全身 酸痛的关节 立刻得到了修复 疲累感也消失了 好药 沈君荣赞了声 说化身都变得洪亮了 妈和大姐也有 你们的药不一样 别混着吃 夏轻轻又拿出了两瓶药 药瓶上还贴心地写了名字 免得弄错 我也有谢谢轻轻 沈秋燕欢喜极了 自打他吃了那十万一两的茶叶后 就对夏轻轻的本事 佩服得五体投递了 他接了药瓶 也倒了一粒吃 真舒服 就像吃人生果一样 沈秋燕感慨了句 又问 这要得不少钱吧 还好 只要对你们身体有好处 再多的钱都值得 夏轻轻说得很真诚 于公于私 他都希望沈君荣和程岳云 好好活着 于公 他们是流过血的革命前辈 值得他拿出好药 于私 二老活着 对沈家才有好处 他也能沾光 他说的话 把二老和沈秋燕都给感动了 看他的眼神 你看沈秋白还慈祥些 等小梁头走了后 程岳云不禁感慨 青青这孩子 怪董事的 真难得 你以前可不这样说 还说 她是狐妹子 沈秋燕立刻拆台 你没说 你说得比我还小 我那是顺着您的话说的 你就是墙头草 风吹两边倒 母女俩又吵吵起来 沈君荣掏了掏耳朵 懒得劝 自个儿回房睡觉了 转眼间到了月 夏轻轻一早就赶去了井江饭店 又专门的房间休息 装红叶 宋春兰 萧音乐都去了 给她梳妆打扮 沈秋白的几个好兄弟 也都来了 周导还带来了 她未婚妻朱曼林 一个英气明媚的女孩 是一名记者 但前世她在采访 驻守边疆战事时 遇上了雪崩 永远留在了雪山上 第189章 一起 节约水 第张一起 节约水你好 很早就想见你了 可惜一直在外面出差 朱曼林主动示好 伸出了手 你好 夏轻轻和她握手 心里却有些沉重 前世这姑娘 是12月初的事 和朱曼林一起出世的 还有几个边疆战士 以及电视台工作人员 都是年轻的生命 而且在朱曼林出世后 周导伤心欲绝 她颓废了一段时间 后来主动申请去了前线 也牺牲了 他们四兄弟里 周导是真正的温雅君子 白皙秀气 气质儒雅 如果不是穿着军装 看起来更像是大学老师 朱曼林则是风风火火的性子 和她属于互补 感情很好 夏轻轻决定救下朱曼林 还有其他人 得好好计划下 四小花 你皮肤怎么越来越好了天啊 你这样还让我怎么活性 亏我家周导只喜欢我 要不然我好慌 四锦一推门进来 外面来了不少长辈 一个两个都关心她的个人问题 烦死她了 只得跑来这躲躲 谁知道 避过了大妈的魔法攻击 又遇上了朱曼林这劫难 听到她的声音 四锦一头都大了三圈 周导 特么管管你家女人 再胡说八道 老子不客气了 四锦一火大的吼 还冲朱曼林 翻了的大白眼 我管不了 家里都是她说了算 周导温和的笑 看着自家未婚妻闹 你还是不是男人真没中 四锦一比一的哼了声 还没结婚 就成七管炎了 真没出息 要不要出去比比 周导温和的眼神多了些冷意 笑容也收敛了 我家周导比你有种多了 朱曼林立刻声援自家对象 周导朝她笑了笑 四锦一撇了撇嘴 懒得和他们斗 她只一张嘴 人家是两张嘴 斗不过 她好汉不吃眼前亏 朱曼林也撇了下嘴 她之所以每次都要和四锦一过不去 主要原因就是 这家伙嘴贱 周导和她确定关系后 带她去参加兄弟们聚会 这四锦一看她一脸嫌弃 她去上厕所回来 听到这家伙说 周导眼光不好 咋就找上她这模样的 意思就是嫌她长得丑 气得她冲过去 要和四锦一决斗 最后是周导压着四锦一给她道歉 但从此以后 她和四锦一就结下梁子了 每次见面都要调侃几句 看到四锦一气呼呼的模样 她就痛快了 其实朱曼林早不生气了 她不是小心眼的人 而且打交道时间久了 她也知道四锦一就是嘴贱 没啥坏心思 不过她养成了斗志家伙的习惯 改不掉了 夏青青穿的是自己做的中式新娘礼服 一个月前就开始准备了 她和沈秋白已经去拍了婚纱照 互称最大的影楼 婚纱款式也是最时尚的 现在流行拍婚纱照 很多情侣结婚前都会来拍几张 夏青青穿的是白色婚纱 沈秋白穿的军装 两人的相片洗出来后 照相馆要不是看到沈秋白是军人 肯定会把相片放在广告窗里宣传 实在是太养眼了 婚宴她没打算穿婚纱 而是中式礼服 绣了金线 既美丽又富贵 夏青青一换上 大家都看呆了 这套衣服真好看 明年我和周导结婚 也要穿这套 青青你是哪里做的 朱曼林一眼就相中了 她和周导的婚礼定在明年四月 我自己店里的 明年你结婚 我送你一趟 夏青青笑道 好啊 我可不会客气 谢谢你 朱曼林大大方方地收下了 夏青青也喜欢她的爽快劲 打定主意了 要救她 接新娘了 门外响起了陈英俊的叫声 他们几个兄弟 簇拥着沈秋白来了 沈秋白依然穿着军装 嘴角上扬 冷峻的面容都变得温暖了 看起来意气风发 门被推开 沈秋白出现在门口 夏青青抬起头 两人四目相对 情意绵绵 沈秋白眼里闪过惊艳 夏青青将手放在她手上 两人相视而笑 沈秋白牵着她去坐电梯 慢慢走入婚宴大厅 已经坐满了宾客 都是护城有头有脸的人 还有平安里弄的街坊们 夏青青只邀请了几个关系不错的 像李大爷 刘大爷 还有徐姐等人 刚好坐一桌 左扬和耿兴华也来了 还有朗月 裴爱华 蒋兴仪他们 以及老家的大队长夫妇 都安排到了一桌 李世仁 你怎么不吹牛了 刘大爷小声调侃 自打坐下后 李大爷就沉默了 低头磕瓜子 一声不吭 徐姐也不说话 和李大爷一块磕瓜子 一大桌人 没一个吭声的 只有磕瓜子声 李大爷冲他白了眼 隔壁做了那么多穿军装的 气势不凡 他又不是傻 哪敢在这些人面前吹牛 丢自己的脸面是小 可别丢了小夏的脸 不管咋说 他也算是小夏的娘家人了吗 新娘子来了 好漂亮 难怪沈秋白突然要结婚 英雄难过美人观吗 这新娘子是哪家的姑娘 怎么以前没听说过 普通人家 听说还是个无父无母的 家事拿不出手 窃窃私欲生不绝于耳 很多人都不看好这门婚事 都认定沈秋白 是涂下青青的姿色 花五百日红 等新鲜劲过了 以下青青的低微家事 肯定挽留不住沈秋白 离婚是早晚的事 也所以 很多想和沈家结亲的人家 本来死去的心 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看着吧 顶多一年 牡丹花天天看还腻呢 有人下了预言 还有人说不会超过半年 和沈家结亲的机会 对夏青青一百个瞧不上 夏青青听不见这些闲言碎语 她和沈秋白在敬酒 陈英俊老早就做好了准备 专门调了瓶特殊白酒 白开水对的 就算沈秋白喝 再多都醉不了 婚宴结束 兵主敬欢 也没人敢闹洞房 沈秋白的凶名在外 他们怕挨揍 送完宾客后 便是洞房花竹叶 夏青青换下礼服 她得先去洗个澡 一起 节水 才刚脱了礼服 就被某人给拉进了浴室 随着热水的哗哗声 是铺天盖地的雪松气息 席卷了她全身 第190章 一个白血病女孩 救她 第章一个白血病女孩 救她夏青青击不清 自己求饶了多少回 只记得她们从浴室 换到了窗台前 面朝着美丽的将近 外面是万家灯火 屋内春意盎然 不要了 乖 平时言听计同的男人 此时格外不听话 也不怜香惜玉了 气得夏青青使劲咬在她的脖梗上 反而刺激的某人狼性大发 差点声吞了她 最后 她是怎么回到床上 她记不清了 反正累昏了过去 等她醒来 已经到中饭点了 完了 大家肯定知道 她昨晚有多么放浪了 搞到中午才起床 我和爸妈他们说好了 晚上在一起吃饭 身后传来 沈秋白暗雅的声音 带着浓浓的情欲 不来了 我要起床 夏青青感觉到了她的意图 手脚并用 要跳下床 但被某人长臂一捞 给捞回了怀里 我订了中饭 服务员会送来 沈秋白理由很充足 等中饭的功夫不能浪费 毕竟房费很贵 浪费很不好 夏青青被她忽悠得晕晕乎乎 等她反应过来 又被她得逞了 她无力地躺在被窝里 手指都动不了 门铃响了 服务员送来了中饭 沈秋白为她吃的中饭 吃饱后 夏青青精神了些 一个人去洗了澡 还把浴室门反锁了 绝不让某人有机可趁 被锁在外面的某人笑了笑 她本来就没打算做什么 晚上要和她爸妈吃饭 迟到不好 等吃了饭 还有大把时光呢 下午 夏青青补了几个小时叫 精神恢复了 和沈秋白一起去饭厅吃饭 她爸妈和大姐 明天就回京城 饭桌上还有陈英俊 周导和朱曼玲 以及司景一 景一 你对象怎么没来 程月云关心地问 没时间 敢订单 司景一随便想了个理由 庄红叶又不是她真的对象 你找好对象了 我怎么不知道 陈英俊一下子来了精神 秘密眼亮了几十度 我找对象你干嘛要知道 你又不是我爹 司景一白了眼 你就算叫我爹 我也不敢答应 陈英俊小声嘀咕 她怕被司景一她爹 还有她自个爹 一起混合双打 她这小命经不起 英俊 现在就差你了 别成天没规没矩的 找个好姑娘定下来 景一这么不靠谱 都找好对象了 你年纪最大还单着 程月云展开了说教 叙叙叨叨地念 陈英俊一个劲陪笑 程一 我这不是没时间吗 公司是多 天天忙得睡觉工夫都没有 睡觉没工夫 睡女人就有 沈秋燕凉凉地讽刺了句 京城谁不知道 陈英俊风流 确定关系的对象没有 但睡过的女人却有不少 大姐 可不能这么说 我清清白白的人 陈英俊吓了一跳 这不是拜她名声吗 你可收着先 现在风声越来越紧 到时候可不管你爹是谁 照抓不误 沈秋燕警告她 她丈夫是公安系统 知道不少那些消息 陈英俊男女关系混乱 以后肯定要吃亏的 知道知道 我肯定清心寡欲 明天就吃素 陈英俊心里一领 知道沈秋燕绝对不是无敌方式 罢了 还是先吃素吧 来日方长吗 夏清清不由感慨 难怪人削尖了脑袋 都要向上爬 处在上层的人 掌握的信息和资源 别说渴望而不可及了 可能连门槛都摸不到 秋白 清清 京城的婚宴定在号 你们别忘了 程月云叮嘱 我们号到京城 沈秋白已经计划好了 他打算和媳妇开车去京城 路上再看看风景 不能早点来我 还想带清清去串门呢 程月云打算带小儿媳去认认门 号到 哪还有时间 办了婚宴也可以串门 我们在京城多住几天 那也行 程月云满意了 还拿公块给夏清清加了不少菜 态度之慈祥 让陈英俊他们几个都咋舌 对夏清清也更加佩服 他们都很了解程月云的脾气 坏心思没有 但坏脾气是真有 沈秋白三个扫扫进门时 可是受了不少气的 不过现在婆媳关系挺好 吃完了饭 沈秋白送父母和大姐回去休息 夏清清留在饭店 江景房还有一晚上 明天中午才退房 陈英俊和周导他们也都走了 司景一找夏清清有事 我这边有个白血病人 拿不出多少钱 是个十五岁的女孩 你收不收 夏清清心思一动 她突然想到了 被杨洪杰祸害的那个小姑娘 一家人都被害惨了 小女孩的父母为了给她筹钱 被杨国柱陷害 还被恶狗咬得面目全非 夫妻俩还得去坐牢 因为杨国柱诬告他们 半夜上门做贼 幸亏当时办理着案子的公安同志 以没财务损失为由 没抓夫妻俩坐牢 只是口头批评 但夫妻俩毁了容 又没钱救女儿 绝望之下 一家三口吞药自杀了 关于这对夫妻 请看地章 司景一说了小女孩的情况 叫李孟家 岁 沪城本地人 父母都是工人 这些年给女儿治病 负债累累 妈妈还辞职专心照顾女儿 一家三口挺惨 我收了 明天下午 我去医院找你 夏清清答应了 因为这个李孟家 正是被杨红杰祸害的那姑娘 不过这一事 李孟家父母 并没找上门要钱 撑 明天下午 我正好没手术 司景一也松了口气 他还担心夏清清不肯收 你找几个有钱的病人 夏清清称了句 季平的前提是姐夫 要不然 他在后的家底都挡不牢 再找呢 我比你还急 司景一疯疯活活地走了 他比谁都想挣钱 沈秋白回来了 这天晚上 自然又是乌山行云 翻云覆雨 春光一片好 第二天退了房 沈秋白去准备路上的物资 夏清清去医院找司景一了 司景一领他去了住院部 李孟家的病房 躺在病床上的女孩 苍白瘦弱 生机很微弱 病床旁坐着个花白头发 满脸憔悴的中年女人 眼睛红肿 显然刚哭过 妈妈 我想回家 好不好 李孟家声音很小 最后的时间 他想在家里度过 一点都不想闻医院的消毒水了 他也不想爸爸妈妈那么辛苦 明明四十都不到 头发都白了 都是他拖累了爸妈 他死了 爸妈就能解脱了 好 你爸去叫三轮车了 咱们回家 李孟笑着说 眼里含着泪光 他现在好后悔 没有早点辞职 把女儿一个人留在家里 被杨洪杰那畜生给祸害了 医生说 女儿生病有很大原因是 心情郁闷所致 都是他的错 他没尽到妈妈的责任 没保护好女儿 第191章 早会又敏感的女孩 伤害是成被叠加的痛 第201章早会又敏感的女孩 伤害是成被叠加的痛妈妈 你们再生个弟弟妹妹吧 好不好 李孟加小声说 男男 李母再也忍不住 抱着女儿哭泣 女儿这么乖 这么懂事 为什么老天爷 要对他的男男这么残忍 夏清清和司警一赶到时 母女俩正抱着哭 等了几分钟 母女都没有停下来 夏清清 只得轻轻敲了几下门 对不起 打扰一下 李母赶紧擦眼泪 扭头看他们 狐疑地问 你们找谁 找你们 这位是司医生 我是她朋友 夏清清笑着介绍 她的笑容温柔美丽 而且司警一医生的身份 让李母的态度 立刻变得恭敬 起身道 快请坐 李母拿起自己做的凳子 用衣袖擦了好几下 摆在夏清清面前 她又去隔壁的空床边 搬来把椅子 再用衣袖擦干净 摆在司警一边 她自己坐在女儿的病床上 歉意道 司医生 是不是要交钱了 能不能再等几天 我爱人去借钱了 肯定不会欠医院的 钱不急 我们来有其他事 司警一有点雌穷 面对憔悴的李母 她的三寸不烂之舌 变得笨拙了 不知道该说些啥 便看向夏清清 让她说 夏清清微笑道 我是一名中医 医术还行 目前正在治疗一名白血病人 疗效很不错 司医生和我说了 你女儿的病情 便让我过来看看 您治好了白血病人 我女儿是不是能治好 李母黯然的眼睛 突然蹦射出强烈的光 她紧紧抓着夏清清的手 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 你冷静些 我要测你女儿的脉 夏清清掰开李母的手 抓得她手疼 对不起 我太激动了 您别生气 李母发现夏清清的手 被自己抓红了 愧疚不安的道歉 又担心夏清清生气 不肯给女儿治疗 她付救不安的模样 像要碎了一样 没事 夏清清微微笑了笑 她能理解李母的心情 但还是离李母远了几步 她能做好事 但前提是不伤害自己 毕竟她不是真的善人 给李孟佳免费治疗 一是这女孩确实可怜 二是想积攒经验 三就是麦斯锦衣一个面子 姐姐 我真的能好吗 李孟佳灰暗的眼睛 也变得亮亮的 稀记的 看着夏清清 她不想死 她想陪着爸爸妈妈 想回学校上课 还想继续在舞台上跳舞 她还有好多好多事 没完成 有太多遗憾了 我先给你蹭埋看看 现在说不好 李孟佳乖乖伸出细瘦苍白的手 细得像竹竿一样 夏清清都不敢用力 怕折断了 病房里很安静 李母都不敢呼吸 怕打搅到了夏清清 夏清清测了许久 眉头微皱 又松开了 李母的心也像是被铁手紧紧钻住 钻得特别紧 都快要窒息了 见夏清清松开眉 她的心也放松了些 短短的几分钟 李母就像是在悬崖上荡秋千一样 吓出了一身冷汗 夏清清松开手 对李母实话实说道 你女儿的情况不太好 我会尽力之 但还需要你女儿和你们的配合 饮食和生活上都得注意 心情最重要 必须保持好心情 以前那些不开心的事 都不要去想了 李母面色微变 她知道女儿的心结 就是小时候的那件事 可这是没法对医生说 她怕被外人知道 女儿的名声全毁了 姐姐 我以后肯定会开开心心的 不快乐的事 我不会再想的 伤害我的坏人 我也不会再想她了 我保证 李孟佳突然想开了 这些年 她经常会做噩梦 梦里出现的是 杨红杰猙獰的笑脸 离她很近很近 近的能感觉到 杨红杰的呼吸声 她总是半夜被噩梦惊醒 然后就再睡不着了 她知道这样对身体不好 可她控制不住 杨红杰就像是魔鬼一样 纠缠她至今 家家 你想开了就好 李母又笑又哭 真的想开了 妈妈 这些天我都没做噩梦了 李孟佳微微笑着 她已经有一个月 没做噩梦了呢 夏轻轻朝李母看了眼 难道她没对女儿说 杨红杰已经烧成灰了吗 梦家 伤害你的那个人 她已经死了 烧成了灰 你知道这是吗 夏轻轻直接了当地问 她死了真的吗 妈妈 她真的死了吗 李孟佳吃了一惊 随即大喜 激动地喘不过气来 四锦衣赶紧给她戴上氧气罩 李孟佳渐渐缓了过来 但气色苍白 看起来很不好 夏轻轻到了利药丸 是庄红叶吃的药 给她喂了一粒 李母下意识想阻止 不过她很快就想通了 女儿现在这样 说句不好听的 是死马当活马医 很多医院都不肯开药了 有要吃总好过没药 药完吃下后 李孟佳的状态更好了些 四锦衣摘下氧气罩 给她调高床位 躺着舒服些 我来弄 李母忙过来掉 她见女儿状态好了不少 心情也好了 对康复有了极大的信心 这个漂亮女医生 只为了一颗药 就让女儿好了起来 肯定能治好女儿 夏轻轻问她 你知道杨红杰死了吗 李母面色微变 立刻看向女儿 见她情绪平静 这才放心 她点了点头 知道 我去平安李弄打听过 杨家人都死了 老天爷可真开眼啊 妈妈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李孟佳声音有些间 这么好的消息 为什么不和她说 她要是知道那王八蛋死了 肯定会很开心 很开心的 我不敢说 以前只要提起平安李弄 你都会哭 晚上就会做噩梦 我和你爸爸 连杨的同音字都不敢提 怕刺激到你 家家 妈妈不是不想说 是不敢啊 李母说着就哭了 她也不知道 女儿的反应 会持续这么多年 这些年 她打听了不少 和女儿有类似经历的姑娘 也向家长请教过 这些家长说 孩子年纪还小 只要远离以前的环境 就会渐渐忘记的 她和丈夫 就搬去了其他地方住 远离了以前的环境和人 可女儿却根本忘不了 医生说 女儿比较早会敏感 别的孩子可能会忘记 她却会一直记得 所以康复起来 比普通孩子更艰难些 第192章 香兰服装店开业 第张香兰服装店 开业妈妈 对不起 是我不好 折磨了你和爸爸这么多年 李孟佳哭着道歉 她也好恨自己 为什么要记得那么清楚 为什么不宜忘掉 重新开始 佳佳 是妈妈不好 没保护好你 母女俩又抱头痛哭起来 四景一有点尴尬 她大概猜到 李孟佳童年受到了侵害 所以才导致这姑娘 有心理创伤 这是她在病案上查到的 李孟佳不仅有白血病 还有严重的心理创伤 但她父母不肯说 女儿受到了什么伤害 只说小时候 有不开心的经历 医生也很无奈 李孟哭过后 突然反应过来 女儿的是 漂亮女医生 是怎么知道的 我叫夏清清 嫁给杨红斌的第二天 她就因为当众耍流氓 被抓走坐牢 后来在监狱里打架死了 夏清清介绍了自己 李孟面色又是一变 她怎么都想不到 夏清清竟然是杨家的媳妇 她前两个月 去了一趟平安理弄 本来是想找杨国柱要钱的 女儿的医药费是无底洞 家里能卖的都卖了 能借的也借了个遍 负债累累 亲戚朋友都不肯借 她和丈夫想了又想 决定去找杨国柱要钱 女儿的白血病 归根结底是杨红杰害的 他们向杨家要钱 也不算无理 当初要不是杨国柱 拿女儿的名声威胁 她和丈夫 也不会拿钱死了了 那时她和丈夫 一心想把杨红杰送进牢房 可杨国柱却威胁他们 只要他们敢闹大 就让女儿再互称名声远扬 让所有人都知道 女儿小小年纪就没了清白 以后没眼做人 她和丈夫害怕了 像这种事 大家虽然会骂杨红杰畜生不如 可也不会放过女儿 口水会淹死人的 他们不敢赌 只得妥协 拿了杨家一笔钱搬走了 我七月去打听过 他们说杨家人都死绝了 还剩下个小儿媳妇 没想到是你 李姆涅如道 我已经嫁人了 和杨家没关系了 杨家人死有余辜 你应该把这好消息 告诉你女儿的 夏清清撇清了 她和杨家的关系 我 我不敢 李姆愧疚不安地搓着手 她很自责 如果早点告诉女儿 女儿是不是会好起来 可她又怕说了后 女儿病弱的身体 会雪上加霜 夏清清也没再说她 李姆作为妈妈 已经很尽责了 只是有些地方 做得不到位 但不是她不爱女儿 只是不懂 她看向李孟家 微笑道 杨家人全都死光了 一个都没剩 你要朝前看 别再想过去的事 今天开始 以后的每一天 都是你的新生 嗯 李孟家用力点头 她会努力活着 重新站在舞台上 完成她的梦想 夏清清拿出一瓶药 塞到李孟家手上 一天吃一粒 一个月后来平安里 弄着我开药 保持好心情 不要吃海鲜和发物 她拿出小本子 写了一张发物清单 李姆仔细地收了起来 感激又不安道 谢谢你 夏医生 药费我能不能先欠着你放心 我们肯定会交起的 绝对不会赖账 药费让李孟家工作后再还吧 你们也不用住院 和平常一样生活 我听说 你以前是在服装厂上班 夏清清没说不要钱 她对李孟家有信心 这女孩长得漂亮 还聪明 历此一劫后 应该会服御绵绵 事事顺利了 她的医药费 不怕要补回来 是的 我还拿过服装厂的生产标兵 李姆眼睛亮了下 但很快就黯然了 已经是过去式了 她现在是个无业人士 夏清清抄了徐杰小卖部电话 对她说 你打这个电话 找庄红叶 她会给你安排工作 你女儿不必特意照顾 养两个月就能上学了 夏姐姐 我真的能去上学 我还能跳舞吗 李孟家激动极了 跳舞暂时不可以 剧烈运动也不可以 等我通知 夏清清笑了笑 李孟家使劲点头 苍白的小脸 因为太开心 涌上了红韵 精神也好了不少 夏清清和四景一 离开了病房 远远的都能听到母女俩 开心的笑声 李孟家真的能好起来 四景一怀疑的问 红叶你没看到 夏清清白了眼 四景一摸了摸鼻子 表情善善的 你抓紧时间找有钱的病人 你还想不想赚钱了 夏清清又白了眼 正在找呢 有钱人又不是地理的大白菜 哪有那么容易找 你别天天催命呀 四景一夜着急 他缺钱啊 摩托车他骑腻了 想换部吉普车 再让小鱼画上画 绝对是全程最拉风的车 到时候开去西藏 他就是最拉风的仔 那你慢慢找吧 反正我不缺钱 夏清清哼了声 走了 他叫了辆三轮车 去了平安里弄 有些事得交代下 红叶 春兰姐 服装电号开业 你们多费力 厂子那边也是 我尽量早点回来 你这什么急 多完几天 我们不会把厂子和电整黄的 庄红叶撑道 我和红叶商量好了 我盯厂子 他盯着电 肯定不会出问题 而且还有钱六斤兄弟帮忙呢 宋春兰笑道 夏清清笑了笑 有你们在 我放一百个心 以后我就当甩手掌柜 年终领分红 想得美 庄红叶撑了眼 嘴角却上扬着 夏清清又说了 李孟家母亲的事 是个熟练工 到时候打电话来 你们安排下 行 正缺工人呢 对了 我想安排前六斤兄弟 去跑销售 他们在车间干活太趣才 庄红叶也有时说 服装厂已经开工好几天了 前六斤兄弟在厂子里帮忙 庄红叶观察了几天 发现这对兄弟都是人才 关在厂子里太浪费 还不如放出去 你安排好就行 还有陆姐 我和她说好 负责看店 底星加五个点提成 你隔几天去看看 陆姐魅力太大 我怕她玩脱了 夏清清不是担心陆姐迈不出去 而是担心把男顾客勾得神魂颠倒 引来女顾客的追杀 把她店给砸了 知道 我会盯着她 庄红叶也笑了 夏清清交代完了后 又找小鱼嘱咐了一番 沈秋白已经退了酒店房间 开车来接她了 下午他们就出发 一路逛过去 路上遇到漂亮的风景 就停下来拍照 或者买些土特产 走走停停 玩得不亦乐乎 转眼间到了号 户城的香兰服装店开业 庄红叶 宋春兰 陆姐 还有三个招来的售货员 都是年轻漂亮 身材好的姑娘 第193章 陆姐的黑丝要了命 日进斗金 第张陆姐的黑丝要了命 日进斗金早上六点 庄红叶他们就已经到店里了 打扫卫生 整理服装 还得给几个售货员培训 就连从来没在八点前起床的陆姐 都打着哈欠赶到了 她活了年 还是头一回有份正经工作 陆姐想好好干 其实她一直都想从梁上按的 可她吃不得一点苦 前不久刚分开的情人 是一家国营厂的厂长 答应给她安排份工作 但她不愿意 天天穿丑不垃圾的劳动服 还得戴丑不垃圾的工作帽 就算不用下车间 只是管理仓库 陆姐也觉得辛苦 她喜欢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喜欢睡懒觉 喜欢随心所欲的生活 一点都不愿朝九晚五地上班 卖衣服这份工作 虽然也要天天上班 但夏轻轻答应她 可以八点后来上班 还可以每天都穿漂亮衣服 蛮合陆姐的心意 你穿这件衣服 保证卖得行俏 陆姐挑了件牛仔长袖 背带连伸裙 裙摆长级脚踝 而且是宽松的大裙摆 行走很自由 她自己没穿 让一个身材高挑的 售货员姑娘穿 里面配的白衬衫 套上牛仔连伸裙 腰上集一根黑色细皮带 再戴上黑色贝雷帽 配黑色中根皮鞋 顿时大家眼前一亮 女孩本身就是 清秀文雅的长相 穿上这一身 就算是邻家的乖乖女 男生们的梦中情人 陆姐根据另外两个 女孩的身材和气质 分别给她们搭配了下 效果都出奇的好 她自己则穿了 套宝蓝色的职业套裙 再套上黑色丝袜 黑色高跟鞋 配上她风情万种的气质 简直就是职业诱惑 钱六斤都不敢看 装红叶眼神变得欣赏 陆姐对时尚的敏感度太强了 随便搭配下 效果就好到爆 陆姐 给钱六斤也配一身吧 装红叶指了指钱六斤 钱六斤个子高大 身材和长相真不错 店里有一半是男装 得找个模特展示 我哪行 别弄脏衣服了 钱六斤居住不安 她从没穿过这么贵的衣服 万一弄脏了 她赔不起 我给你搭好就行了 过来 陆姐风情万种的撑了眼 钱六斤红了脸 乖乖的过去 任由陆姐摆弄 好了 去照镜子 陆姐给挑的是牛仔上衣 配的牛仔喇叭裤 钱六斤本身就长得 有种野性气质 配着一身牛仔 恰到好处 钱六斤走到镜子前 眼神不敢相信 镜子里这个英俊帅气的男人 真是他 他居然有这么好看 佛靠金装 人靠衣装 打扮打扮 猪都能没青木秀 你底子又不差 以后别总穿得像要犯老一样 陆姐像长辈一样教训 只是他声音嗲嗲的 没多大威慑力 哎 钱六斤乖乖点头 心里欢喜极了 打算着等发了工资 他也要置办几身像样的行动 武师队什么时候到 庄红叶走过来问 钱小狗去请的武师队 现在都八点了 再不来就来不及了 我去看看 钱六斤也着急 堂弟可别搞砸了 他刚走到店门口 钱小狗就领着武师队来了 我的热闹些 我给大伙包大红包 庄红叶对武师队的人这么说 姑娘放心 肯定热热闹闹的 武师队的队长 笑呵呵的承诺 钱六斤去点燃了鞭炮 噼里啪啦的炮烛声 吸引来了不少人 再加上锣鼓喧天 两只喜庆的狮子 在欢快地捂着 比过年还热闹 很快 店门口就挤满了人 但没人进来 都在观望 等武师队伍了半小时 庄红叶拿着喇叭出来了 高声道 今天香兰儿总店开业 前三天开业大绸兵 所有衣服都打八折 本店的男女服装 都是港城阳城最流行的款式 绝对领先全博潮流 大家不信的话 进来瞧一瞧 绝对价钱是会 款式时尚 有几人愁愁了下 进了店 紧接着 其他人也跟着进来了 反正看看又不要钱 没核心的就不买呗 只是 他们一进店 眼睛就磨不开了 不管男人还是女人 第一眼看到的 都是陆姐 陆姐站得并不直 半靠在柜台上 慵懒又妩媚地笑着 男人眼睛直了 女人眼睛红了 男人上上下下地看陆姐 脸眉 腰细 手白 腿 哎呦喂 要了命了 穿着黑丝的眉腿 简直就是勾魂刀 男人们的眼睛再挪不开了 没带老婆来的 肆无忌惮地盯着看 有老婆跟着的 只敢偷偷摸摸地看 五眼珠子看奶呢 女人低声训斥自家男人 还拍了一巴掌 心里再骂陆姐狐媚 可眼睛也不受控制看过去 长得也就那样 身材也不好 都是靠的衣服衬托 所有女人都是这样想的 他们觉得陆姐也不过如此 身材有点胖 五官也不精致 能把男人的魂勾走 肯定是靠的衣服 他们穿上这套衣服 再套双黑丝袜 肯定也有这么好看 于是 最先卖爆的就是 陆姐身上那一身职业套裙 买的都是三四十来岁的女人 本身就是做办公室的 这身套裙很适合 而且店里不止卖衣服 还卖丝袜 帽子 皮带这些配饰 价钱和外面差不多 款式也漂亮 顾客们便都买下了 省得再去花心思搭配 小妹妹 你这么年轻 穿这身肯定好看 相信我 陆姐还会看人下菜 年轻漂亮的姑娘 她就推荐买其他的时尚款 职业套裙 有点过于成熟了 果然 在她的搭配下 顾客们都很满意 他们觉得自己 从来没这么漂亮过 以前的衣服 感觉像是套麻袋一样 女人满意了 付钱便痛快了 还买走了不少贝雷帽 皮带和丝巾丝袜 这些都是批发来的 利润也不少 女装这边卖爆了 男装那边有点惨淡 陆姐便去了男装那边 三言两语 就让男顾客乖乖付钱 不过她挑的衣服 也确实穿起来好看 仅仅一个上午 店里的衣服就卖了近一半 庄红叶让钱六斤回厂里补货 还去饭店订了大餐 犒劳大家 天黑了 顾客渐渐少了 庄红叶宣布下班 她和陆姐统计营业额 流水近有九千多 陆姐你功不可没 庄红叶不令夸赞 夏轻轻把陆姐弄来当店长 太有先见之明了 小菜一跌 陆姐得意的弯了弯嘴角 让庄红叶算下她今天的收入 你卖的衣服和帽子 丝巾 皮带 丝袜加起来 试缘 提成五个点 除去底薪 你今天的提成试缘 等月底结账 陆姐眼睛亮了下 虽然嗓子也有点干 腿也有点酸 但这收入比她预估的高 这门工作不错 她得坚持干 第194章 她在闹 她在笑 帝章她在闹 她在笑夏轻轻和 沈秋白号下午到的京城 沿途拍了十来桶胶卷 三分之二是给夏轻轻拍的 还有些是风景照 剩下的则是两人合照 请其他人帮忙拍的 我得去打个电话 也不知道店怎么样了 一进城 夏轻轻就找电话停 虽然她对庄红叶很有信心 但还是想知道业绩情况 别急 车停好再下去 沈秋白按住了她的手 车子都没停稳 夏轻轻吐了吐舌头 活泼俏皮的模样 让沈秋白有些恍神 她也不由得笑了 我马上回来 等车子停好 夏轻轻轻快地跳下车 朝电话亭跑了过去 扎得高高的马尾活泼地甩着 女孩的背影窑窍多姿 就像是一幅生动美丽的画 沈秋白静静看着 嘴角越来越上扬 因为她突然发现 现在的夏轻轻 比她梦里的夏轻轻 更活泼美丽些 梦里的夏轻轻 就像一朵美丽的鲜花 她眼睁睁地看着她 枯萎凋零 无能为力 现在的夏轻轻 则是一日比一日的鲜活美丽 她喜欢这样的夏轻轻 也希望她能永远都这么鲜活美丽 过了几分钟 夏轻轻欢快地跑了回来 她今天穿的是白色宽领毛衣 配的色彩 绚烂的大摆长裙 奔跑起来 群居飞扬 像一朵在阳光下盛开的太阳花 美丽极了 沈秋白下了车 斜靠在车门上 微笑看着对面跑过来的女孩 就像高山上的轻松 迎接着归来的彩霞 路过的行人都忍不住驻足 露出会心的微笑 知道昨天卖了多少钱吗 夏轻轻吹呼着冲过来 眼睛笑得弯弯的 她太开心了 营业额大大超出她的预估了 卖了多少 沈秋白接住了她 跑得太快 要不是她接着 估计得撞车上 昨天九千八 今天人更多 红叶说店还没开门 门口就挤了好多人 人山人海的 他们忙都忙不过来 到现在已经有五千八的流水了 红叶说 今天肯定能超一万 夏轻轻叽叽呱呱地诉说着她的开心 沈秋白静静听着 眼里只有她 周围的人和景 全都不在她的视线内 真厉害 以后家里 你是经济主力 沈秋白打去了剧 就算我赚得多 你以后的工资也得上交 放心 你的零花钱不会少 夏轻轻撑了眼 上阳的嘴角 是掩不住的得意 这一事 沈秋白大概不会开公司了 他喜欢部队 他肯定要支持的 好 听你的 沈秋白眉眼间 这样活泼开心的夏轻轻 走吧 去吃饭 沈秋白看了下时间 点半了 去外面吃了饭再回家 不回家吃吗 夏轻轻弯腰上车 沈秋白的手扶在车顶 避免她撞头 等她坐好 她才关上车门 去另一边上车 旁边有路过的年轻夫妻和情侣 看到这一幕 女孩都忍不住冲身边的男人瞪眼 心里酸溜溜的 瞧瞧 人家对象多体贴 长得好 还开小汽车 还那么体贴 再看看你 长得丑 登个破自行车 酱油瓶子 倒了都不服 被训斥的男人 信信地朝沈秋白瞪眼 但却被夏轻轻给勾了魂 乖乖 这怕不是仙女夏凡吧 等车子开走 男人们才依依不舍地移回视线 再看看自家 还在碎碎念的婆娘 突然就有一种天堂到地狱的失落 哎 生活不只有仙女和远方 还有眼前的母老虎 沈秋白开车在城里拐来拐去 他在找长吃的饭店 以后能去外面吃 咱就不回家吃 沈秋白很郑重地叮嘱自家媳妇 为什么 因为我妈做饭 色香味都没 只有一个优点 熟得透透的 绝对高温杀毒 沈秋白一本正经地说冷笑话 夏轻轻忍俊不惊 有点半信半疑 不至于吧 你会不会太夸张了 一点都不夸张 我爸那么容忍我妈 也忍不了他做的饭菜 平时基本上是阿姨做 阿姨不在 就去朋友家蹭 美其名约是怕我妈太辛苦 我妈还被哄得心花怒放 沈秋白毫不客气地吐槽父母 他爸就是个老狐狸 把他妈哄得团团转 那你们以前是怎么活的 夏轻轻好奇地问 我去陈家吃 陈伯母做饭好吃 沈秋白在京城的那几年 基本上在陈家吃住 比在自个家待的时间还长 同样死皮赖脸在陈家的 还有个思景一 因为思景一他妈做饭也贼难吃 还特别有开发新菜谱的创造欲 做好后让家里人尝 结果就是一家人都差点被整成厌食症 沈秋白说起了小时候的事 夏轻轻眼泪都笑出来了 那晚上怎么办 夏轻轻有点担心了 总不能天天在外面吃吧 晚上我三个嫂嫂都会来 他们做饭好吃 我妈也就第一天请快点 一年顶多做四顿饭 除夕端午中秋元宵 沈秋白停车了 是在一处幽静的胡同 胡同很宽 地面是青石板 两边是厚重古老的围墙 有一种历史悠久的沉重感 胡同和弄堂虽然都是巷子 但感觉很不一样 气质截然不同 夏轻轻是第一次来京城 忍不住有些感慨 京城大气厚重 互称阳气小资 有着质的不同 胡同宽 弄堂窄 其实都一样 沈秋白关好车门 牵着下轻轻进了一家饭店 门脸不大 也没有这儿八斤的牌匾 门口热气腾腾的炉灶 说明这是一家饭店 来两碗羊杂汤 十个牛肉饼 沈秋白轻车熟路地点菜 稍等 厨师是个面相忠厚的男人 大约三十来岁 他一听沈秋白这点菜 就知道是熟客 笑呵呵道 小伙子瞅着有些面生 多久没来吃了 好多年了 小时候经常来吃 沈秋白语气里是满满的怀念 家里没出事前 他和陈英俊斯紧益他们 攒点零花钱 就来这吃羊杂汤和牛肉饼 那时您刚娶媳妇 你家老爷子大气 每次都让我们续汤 老爷子呢 沈秋白这话一说 男人便咧嘴笑了 我爹退休了 早上公园打太极 吃了早饭遛鸟 中饭吃完睡一个小时 出去找人下棋 过得滋润着呢 老爷子好福气 沈秋白笑着夸了句 男人笑得更开心了 结果就是捧来的两碗羊杂汤 全都是实打实的羊杂 一碗能顶别人两碗 京城人就是大气 这一碗汤在户城 至少配三碗 夏轻轻不由感慨 他还以为这一碗 是京城饭店的标配 不知道是厨师开小灶了 是你男人的面子大 吃得完吗 沈秋白轻笑 他和厨师可不是白落的 第195章 公公婆婆年轻时候 那点二三事 第章公公婆婆年轻时候 那点二三事吃不完 这些都给你 夏轻轻往他碗里画波 然后喝一口汤 热乎乎的 特别鲜 喝几口羊汤 全身都暖和了 牛肉饼也很好吃 夏轻轻吃了三个肉饼 喝了半碗羊杂汤就饱了 剩下的都是沈秋白吃完的 他看着高高瘦瘦的 胃口极好 一个小时后 他们回到了大院 沈君荣和程岳云住在大院里 还有陈英俊司 仅一周到他们的父母 四家关系极好 大院门口警卫森严 夏轻轻第一次过来 登记时问得特别详细 沈家是一幢二层小楼 还有个院子 不过化成了两半 一半种的花 一半种的菜 两块地形成极不一样的风景 花坛里种的都是平常品种 金贵香气富裕 月季和大梨花花团景醋 看着就让人心旷神怡 旁边的菜地里 种了几栏兮兮落落的菜 长得最好的是小葱 至少活着 只是有点营养不良 其他蔬菜的叶子都干得卷边了 有些已经死绝了 剩下还活着的 也气息奄奄 只剩一线生机了 夏轻轻嘴角抽了抽 一个小小的院子 好家伙 直接能用天叉的别造句了 我爸妈爱好不一样 院子实行画片管理 沈秋白解释 花坛是你妈 菜地是你爸 夏轻轻想当然地问 沈秋白含笑不语 他明白了 嘴角又是一抽 果然是他肤浅了 他现在相信 沈秋白对他妈厨艺的解释了 菜都能种的 这半死不活的 做饭水平 大概也就是活着的水平了 老沈 你打电话问问 秋白和青青咋 还不到后天都要结婚了 屋子里传出 程岳云女士的声音 急什么 要后天才结婚 又不是今天 沈俊荣悠然看报纸 一点都不慌 屁股使劲黏着凳子 一丝缝都没挪 你是天他下来都不急啊 请柬都发出去了 到时候客人都到了 新郎新娘不在 像什么话 你赶紧去打个电话问问 程岳云气得拍了丈夫几下 你这人就是喜欢干着急 秋白他们开车过来 路上哪来的电话 你以为是行军打仗 随身带着发报机 你把心放宽 秋白和青青都是稳妥人 肯定不会迟到 沈俊荣无奈地摘下老花镜 耐心和老伴讲道理 他还打了个比方 你得拿出扔手榴弹那个耐心 别总着急 孩子们都大了 还都挺懂事 咱们得适当地放手 该享福了 我扔手榴弹怎么了 哪回不是扔一个一个准 敌人炸得死死的 我是他们吗 我能不操心 程月云不服气了 每次都拿人手榴弹的是说他 他也就只犯了一回错 后面都扔着贼拉准 行行行 你说的对 沈俊荣立刻改口 再说下去 老太婆又要着急上火 血压高了 本来就是我对 你要吃了没 还没 一会儿吃 每次都是一会儿 拖着拖着就忘了 还总说我着急 你这慢性子 能不能改改 赶紧把这要吃了 还别说 青青这要玩是真好 这些天你都没咋咳嗽 晚上睡觉 呼噜打得震天响 明明是你打呼噜比雷响 胡说八道 我从来不打呼噜 行行行 你不打 我打 沈俊荣立刻闭嘴 接了老伴递来的要玩吃了 继续看报纸 程月云则拿了块纱布和篮子 准备去院子采桂花 你又要干什么 沈俊荣心里一紧 头大了三圈 曼丽说要做桂花糕 我给他摘点新鲜的 老陈家里的桂花 开得比咱家的好 咱家的都要败了 做起来不好吃 也喜欢种花花草草 对哦 上次去老陈家 桂花想死了 我去他家摘 程月云被说服了 准备去祸祸陈家 沈俊荣松了口气 他可怜的桂花 总算保住了 夏清清在院门口听得真真的 捂着嘴使劲笑 他公公婆婆这日子过得还挺精彩 你妈扔手榴弹很准 夏清清挺好奇 听起来程月云女士扔手榴弹 还有典故呢 我妈干啥都着急 但扔手榴弹却耐心特别好 我爸教她扔时 让她别数数 拔了插销就扔 我妈第一次扔时 拔了插销后 抱着吃吃冒烟的手榴弹鼠到了 才给扔出去 刚落地就炸了 把我爸吓得够呛 跑得老远 沈秋白边笑边说 他爸妈年轻时候的那点事 在大院里不算秘密 他都听到好几种版本了 那个时候 我爸和我妈还没确定关系 因为这事 我妈瞧不上我爸 嫌他太胆小 沈秋白笑了笑 又说 我爸也瞧不上我妈 嫌他太虎 两人那时候都互看不顺眼 他还知道 他爸妈那时候 各有喜欢的对象 他爸喜欢的是 上面派下来的女宣传员 温婉漂亮 他爸对他一见钟情 他妈喜欢的是 隔壁团的英雄团长 打仗很厉害 是好多女同志的爱慕对象 这些都是 他听大人们说的 而且他爸妈各自爱慕的对象 最后成了两口子 沈秋白很怀疑 他爸妈大概是受了刺激 才会在一起的 你俩回来了 咋不进屋 程月云提着篮子出来 看到他们便嚷嚷起来 您去干啥 夏轻轻瞧了眼枯萎的菜地 有点遗憾 但凡这菜地争气点 他都能夸出花来 现在这样 还是当没看到吧 去你陈伯伯家摘点桂花 给锦衣他妈送去做桂花糕 你们吃饭了没没吃 我去煮面 早点打电话 我就去买菜了 程月云很遗憾 早上应该多买点菜 中午做顿像样的饭才接风的 吃过了 沈秋白接了句 还催他妈赶紧去摘桂花 免得被小孩子摘完了 刚到我过来 看到有小孩子 在陈伯伯院子里玩 那我赶紧去 清清你累了 就进屋躺躺 床都收拾好了 程月云深信不疑 风风火火的走了 沈君荣也出来了 看到他们笑呵呵的 还指着他种的花问 我的花怎么样 漂亮 夏轻轻竖起大拇指夸赞 沈君荣的意急了 还朝旁边奄奄一息的菜地看了眼 嘴角上扬 鲜明的对比啊 夏轻轻睡了一下午 醒来时天都黑了 楼下有说话声 沈秋白不在屋子里 他赶紧起床洗漱下楼 客厅里不少人 沈家三代基本上都到齐了 第196章 托沈秋白的福 他年纪轻轻当沈圣和舅妈了 第张托沈秋白的福 他年纪轻轻当沈圣和舅妈了 夏轻轻数了数 好家伙 沈家真是人丁兴盛 客厅里就挤了十六七人 热闹极了 清清醒了 沈秋燕热情的去拉他手 给他一一介绍 大哥沈秋风夫妇 两儿一女 长子在部队 俩小的都在上学 二哥沈秋松夫妇 俩儿子都还在上学 三哥沈秋华夫妇 儿子沈泽西岁 女儿沈锦之岁 俩孩子都长得冰雪聪明 可爱活泼 大姐沈秋燕和丈夫东方明 他们只带来了小女儿东方英 两个大儿子都在部队 岁的东方英 模样像母亲 更秀气些 性格也像急了他妈 直爽活泼 特别崇拜小舅舅沈秋白 夏轻轻一一问好 幸好他早早准备好了见面里 三个哥哥都喜欢喝茶 各送一罐茶叶 三个嫂嫂则是一块高档羊绒的料 大嫂性格沉稳 是深蓝色的料子 二嫂活泼些 送的驼色 三嫂性格内敛 则送的黑色 谢谢青青 这料子摸起来真软和 二嫂孙静怡 笑应的夸赞 大嫂和三嫂也都对礼物很满意 天气冷了 正好做一身新大衣 嫂嫂们喜欢就好 夏轻轻从容应对 又给小辈们送了礼物 其实说是小辈 年纪不比他小几岁 部队里的几个 比他还大几岁呢 全脱了沈秋白的福 他年纪轻轻 就升级当舅妈和婶婶了 小辈们 他一律准备了红包 不论年纪大小 全都是二十块的红包 其他孩子收了红包后 都到谢收进了口袋 没敢当面打开看 只有东方英胆子大 打开红包看了眼 开心大叫 小舅妈 我爱死你了 二十块啊 他一个月才五块零花钱呢 其他孩子交换了眼神 纷纷找借口去院子玩 然后从口袋里掏出红包 打开一看 齐齐抽冷气 小沈沈真有钱 他们好喜欢小沈沈 青青 你包这么大干啥 费钱 沈秋燕心直口快 称怪了句 第一次见面吗 又不是天天给 夏清清笑道 他有钱 昨天服装店开业 一天毛利都有一万 甭和他客气 沈秋白打趣道 啥服装店这么挣钱 大家都惊呆了 他们虽然都是干部 职位还不低 但工资 也就一百到三百之间 最高的是二楼 退休工资有四五百 没想到夏清清一天的毛利 都有一万 这得挣多少钱 也不是所有的服装店都挣钱 只是清清的 沈秋白语气淡淡的 仿佛不是在夸媳妇 刚开业 顾客都是新鲜劲 过几天就淡了 夏清清谦虚的解释 再夸下去 怕会引发矛盾 毕竟还有三个轴里呢 沈秋白朝他了然的看了眼 没再夸了 他知道三个嫂嫂 多少是有点轻视清清的 才会这么一说 果然 孙静怡他们三个 内心对夏清清都刮目相看了 不敢再小觑 刚知道夏清清是护城人 而且无父无母时 他们确实有一点轻视 也不能说是轻视 就是没那么重视 如果夏清清是京城高门家族的女儿 他们肯定会更重视些 难怪能把咱家秋白制的服服贴贴的 我要是个男人 肯定也听清清的 这么漂亮 还这么能干 打着灯笼也难找啊 孙静怡是活跃气氛的高手 他见客厅里气氛有点安静 便开了句玩笑 清清还是大夫呢 秋白的身体就是他调理好的 沈秋燕虽然神经粗 但也能感觉到一点不对劲 使劲夸夏清清 清清给我和你们爸配了药 吃了几天后 身子骨葱快多了 你们爸现在晚上不咳嗽 竟打呼噜了 吵得我睡不着觉 程月云也跟着夸 还损了老头子一句 你睡得比谁都像 沈俊荣小声嘀咕 呼噜打得连隔壁都听到了 客厅的气氛越来越轻松 大家都有说有笑起来 夏清清时不时也听几句 不是太冷场 也没太热情 第一次见面得收着点 他对沈家人的总体印象还不错 三个哥哥不太爱说话 但对沈秋白爱护有加 三个嫂嫂虽然各有小心思 但也都是直性子 不是两面三刀的人 晚饭三个嫂嫂和沈秋燕做 夏清清要去帮忙 被他们赶出来了 哪有让新媳妇干活的 出去玩吧 夏清清指的出来 客厅里几个男人们在聊天 他过去听了下 话题很沉重 说的适合邻国的战役 孩子们在院子里玩 看起来挺有意思 小舅妈 你的裙子好漂亮 毛衣也好看 京城没看到有卖的 东方英和另一个女孩 在一起说悄悄话 看到夏清清出来 冲他使劲招手 女孩叫沈景秀 和东方英同龄 是大哥的女儿 性格内向文静 俩表姐妹小学初中高中 都是一个班 比亲姐妹感情还好 毛衣和裙子 都是我店里的 我让店里自己套过来 夏清清很大方 毛衣是阳城那边进的货 裙子是厂里做的 成本都不高 送几套不算什么 很贵的吧 东方英犹豫不决 他不好意思白药 不贵 我是长辈吗 长者刺不可惧 夏清清笑眯眯的占便宜 其实他只比这俩姑娘 大三岁 谢谢小舅妈小婶婶 东方英和沈景秀 齐声道谢 高兴得眼睛亮晶晶的 他们很快就能 穿漂亮的花裙子了 真怪 夏清清在俩人头上拍了拍 当长辈感觉真不错 小舅妈 护城的姑娘 是不是特别洋气 东方英对护城特别好奇 沈景秀虽然没出生 但眼神也同样好奇 相对来说 护城那边是要洋气些 你们明年是不是要考大学了 嗯 我和景秀都打算 考护城的大学 你别和小舅舅说啊 免得被我妈知道了 东方英小声说 你妈不让你去护城 夏清清问 她让我留在京城 我想出去看看 东方英喜欢和夏清清说话 他们年纪差不多 能说到一块 我不和你妈说 夏清清没保证不和沈秋白说 因为她一定会说 东方英很健谈 沈景秀很少说话 是非常合格的听众 聊了不到半小时 夏清清就知道了 这俩姑娘的理想 沈景秀想当一名记者 而且是报道前线的战地记者 小姑娘看着文静 其实极有主见 胆子也大 东方英看着大大咧咧 她的理想居然是组乐队 大大出乎夏清清的意料 第197章 夏大少出现在婚宴 还有个先心病男人 第张夏大少出现在婚宴 还有个先心病男人 我会弹吉他 还会打鼓 吹笛 小舅妈 等我去护城了 我就组建乐队 我妈管不着我了 东方英越说眼睛越亮 她的梦想 就是成为一名原创音乐人 国内现在都没啥好听的流行歌 全都是港台那边传过来的 好听是好听 可听着让它心酸 华国古代那么多美妙的乐曲 好多藩帮国家都远道来参拜 学习华国的文化风俗和音乐等 到了现在 他们的音乐曲 港台那边的歌曲 东方英也听了不少 有不少都是国外的歌曲改版 原创的精品不多 加油 夏清清鼓励了句 年轻人有理想是好事 必须支持 东方英眼睛更亮了 夏清清是第一个支持她的长辈 其他长辈听到她说理想时 大多数和她妈一样 强烈反对 还骂她不务正业 沈家今天的晚饭格外丰盛 鸡鸦鱼肉摆了两大桌 大人一桌 小孩一桌 晚饭气氛也很轻松 吃过饭后 其他人都回这个家了 夏清清和沈秋白留宿在大院 好举办婚宴 还能晚一天 沈秋白当向导 领着她去了天安门 还看了故宫 拍了不少相片 他们没逛太久 养足精神进行第二天的婚宴 有了在护城的经验 夏清清这回没紧张 穿的还是那套中式新娘服 京城婚宴来的大佬更多 一个个都气势不凡 陈英俊也参加了婚宴 她正好回京城办事 婚宴的流程都一样 长辈至辞 然后是新郎新娘 轮番给宾客敬酒 夏清清感觉有两道视线 从婚宴开始时 就一直盯着她 她一看过去 视线就移开了 搞得她有点火大 累了 沈秋白察觉到她情绪不对 侧过头问 有人一直在盯我 夏清清脸上笑容不变 今天是她大喜日子 绝对不可以表现出不高兴 沈秋白朝侧方的 一桌看过去 眼神警告 柳如烟面色微变 赶紧一开视线 心里很不适滋味 她没想到沈秋白居然会康复 还娶了别的女人 她一直以为 自己会嫁给沈秋白 她努力讨好程月云和沈秋燕 就是为了嫁沈秋白 虽然她贪图沈家的家事 可她也是真心喜欢沈秋白的 老天爷对她太不公平了 她费了那么多心思 努力了那么久 沈秋白居然受了重伤 她父母多方打听 得知沈秋白身体废了 再不可能回到部队 能活几年都不知道 一个废了的沈秋白 就算再优秀 都配不上她柳如烟了 那个时候 柳如烟很庆幸 没和沈秋白确定关系 就算她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也不会有人说什么 可是以她的家事 高不成低不就 最终只能挑秦志虎这废物点心 脑袋空空 没有主见 盛在听她话 长得也不错 在参加婚宴前 柳如烟对秦志虎还是满意的 可现在 她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 沈家瞒得可真言啊 从来没说沈秋白身体好了 一点风声都没透露 她要是知道了 怎么会和秦志虎订婚 柳如烟忍不住 又朝下轻轻看过去 她不得不承认 新娘子很美 和沈秋白站在一起那么般配 可明明是她先发现的这个男人 她有一种自己 好不容易发现的宝物 却被别人横刀夺爱的不甘心 如烟 怎么了 旁边的秦志虎关心的问 她是真心喜欢柳如烟的 根本不知道身边的女人 心里在想别的男人 没什么 胃有点不舒服 柳如烟温柔的笑了笑 也没青醋 秦志虎信以为真 心疼不已 起身就要去买药 你干什么啊 别弄得大张旗鼓的 我喝点温开水就好 柳如烟按住了她的手 心里并没感动 反而有一种嫌恶 这男人永远 只会做一些小事感动她 胃不舒服了去买药 或者到热水 从来不会解决源头的问题 只会在细枝末节上做文章 看似很贴心 其实就是无能 她不需要喂药 她要的是之喂病的专家 秦志虎没这能耐请来 沈秋白却有 秦志虎听话的去倒来了一杯热水 贴心的捧给柳如烟 其他桌的姑娘们 眼神都有些羡慕 他们也想有个像秦志虎一样 贴心的对象 柳如烟低着头喝水 心里百味沉杂 忍不住又抬起头 搜寻沈秋白的身影 夏轻轻猛的回头 锁住了她 眼神瞬间变冷 一个娇弱的漂亮女人 虽然她不认识 但肯定是沈秋白的爱慕对象 这女人如怨如泣的眼神 说明了一切 柳如烟吓得低下头 心跳得很快 她没想到夏轻轻那么警觉 眼神还那么吓人 夏轻轻嘴角微勾 并没将柳如烟放在心上 但另一道视线是谁的 答案很快揭晓了 秋白 这位是港城过来的夏公子和林公子 他们得知你大婚 特意来道贺的 桌上一位三十来岁的男人 介绍了同桌的两个客人 气质和其他客人截然不同 夏公子二十出头 戴着金丝边眼镜 文质彬彬 秀气白净 看起来温文尔雅 林公子十八九岁 身形瘦弱 面色苍白 嘴唇泛紫 就算不懂衣理的人 也能看出来 这名公子身体有影疾 夏轻轻看到夏公子 瞳孔微缩 这个夏公子 正是害死小鱼的夏大少夏云哲 没想到他这么早就来内陆了 他朝夏云哲旁边的林公子看了眼 这男人是典型的先行病 症状和蒋星仪一模一样 夏轻轻捏紧了拳头 用了很大力气 才克制住他的力气 这林公子 肯定是前世用了小鱼心脏的人 他不管林公子是不是知情 小鱼是因他而死 这姓林的就不无辜 一双温暖的大手 握住子他的手 是沈秋白 微微摇头 示意他不能冲动 夏轻轻反握了他的手 表示他有数 肯定不会在婚宴上的 感谢二位前来参加沈某婚宴 沈秋白微笑着敬了酒 牵着夏轻轻去另一桌敬酒了 夏云哲忍不住看了眼夏轻轻背影 拿不准这女人 究竟是不是他那个窝囊废叔叔的女儿 夏家的传家宝 究竟是不是这夏轻轻得到了 第198章 林家上门求医 第章林家上门求医婚宴结束 宾客们纷纷离席 夏云哲和林汉文回了宾馆 汉文 京城肯定能找到治好你的大夫 路上夏云哲安慰朋友 那个夏轻轻是不是你堂妹 他身上有没有你们夏家的秘方 林汉文靠在座椅上 说话有气无力 全身散发着阴沉的气息 和婚宴上的温雅截然不同 现在还不能确定 我再打听打听 夏云哲不敢乱说话 他虽然是林汉文的朋友 但其实身份并不对等 准确来说 他更像是林汉文的半读 而且还是他死皮赖脸送上门的 林汉文是东南亚巨父林氏家主的嫡子 他母亲是另一个巨父刘家的大小姐 两家联姻 强强联合 却生了个先心病的儿子 林刘两家花费无数财力 才勉强调住林汉文的性命 但依然无法根治 林汉文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 偏偏林太太只生了林汉文一个儿子 论理 他是林家的继承人 可他的身体根本不可能接管林家 据说林家主在外面还有不少私生子 林太太虽然生气 可也无可奈何 所以 刘家和林太太不惜代价 都要治好林汉文 绝不能让林家的产业被私生子继承 夏家在港城只能算中等家族 而且夏云哲父亲接管家族生意后 经营不善 产业缩水了不少 他是长房长孙 自小就知道会继承夏家产业 所以 在林太太找到夏家治独子时 夏云哲就费尽心思巴结林汉文 为的就是得到刘家一份助力 夏云哲对医术并不惊 但他听祖父说过 夏家曾经辉煌过 因为夏家有个神秘的传家宝 没人见过传家宝的模样 这传家宝会自己责主 这个被选中的人 必然是夏家的家主 会带领夏家走向辉煌 按照夏家留下的书籍记载 夏氏每隔百年 传家宝就会出现 选中的人不分敌术 不分男女 夏云哲还查到 他一 这只在百年前 只是术房 被传家宝挑中后 才成为家主 他们这一房 也变成了敌房 已经过去了百年 传家宝依照惯例 必然会在这几年出现 夏云哲希望传家宝挑中他 可等了几年 他都没等到传家宝 夏家其他人也没有 正好林汉文要去京城巡医 夏云哲主动陪着来了 恰好赶上沈家小儿子婚礼 他还打听到 这沈家小儿子的妻子 叫夏清清 来自护城 医术很高明 夏云哲心思活泛起来 来自护城的夏清清 医术还很高明 难道这夏清清 是夏明远的女儿 于是 他便想办法来参加婚宴 还是无法确定 夏清清的身份 而且他和林汉文也没说实话 只说夏清清身上 可能有他们夏家的秘方 没说传家宝 你抓紧时间 多花点钱没事 找人推荐去沈家拜访 林汉文按了按太阳穴 最近他的经历越来越不济 做一点事就十分疲倦 这副身体 也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汉文 咱们做两手准备 一是打探夏清清的身份 二是找和你血腥一样的健康人 夏云哲建议道 林汉文冷笑了声 嘲讽道 知道和我一样 血腥的人有多少吗 少之又少 若是那么好找 我还用你干什么 多费点心思 总能找到的 夏云哲陪笑 夏云哲不敢再说话 靠着椅子想是 心里又有些幸灾乐祸 林汉文出身那么好又怎样 照样没服 病痒痒的身体 还能活几年都不知道 婚宴结束的第二天 陈英俊找上门 还带了礼物 一根路边 这头公路 是路场里最流氓的 祸害了不少母路 我自己都没舍得吃 毕竟你现在比较着急 我够兄弟吧 陈英俊几枚弄眼的打去 还打开盒子 给沈秋白展示路边 你自己留着补 沈秋白没好气 低白了眼 一天到晚没个正行 我有的是 陈英俊当然不会拿回去 他一个路场呢 要多少有多少 我今天来找青青呢 昨天来喝喜酒的俩港城人 你们还记得不 他们怎么了 沈秋白问 那林公子是东南亚的 巨父林家家主的独子 也不能说是独子 这林家主在外面 还有十来个私生子呢 但明面上就是一个独苗 而且林公子他妈 是东南亚刘家的大小姐 这两家联手 跺一跺脚 都能灭一个小国了 陈英俊透露了林汉文的身份 他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东南亚那边乱得很 很多小国都被大财团掌控 林家和刘家 也确实掌控了一些小国 夏青青咬紧了牙 更确定 林汉文就是害死小鱼的罪魁祸首 前世夏家差点破产 可不是一笔小钱就能救回来的 而且这笔钱投进去 基本上是打水漂 港城其他富豪都选择了观望 只有旧而新切的林太太 才会不惜代价下血本 林公子来京城寻医 沈秋白又稳 要不是生在林家早死八百回了 陈英俊边说边摇头感慨道 这林公子生出来就是山顶上 可偏偏身体这么差 本来心脏病也没啥 现在国外都能换心了 但不巧这林公子的血型稀奇古怪 好像叫什么熊猫血 全世界也没几个人 就算林家再有钱 也难找到合适的心源 夏青青咬紧了嘴唇 开口问道 这林公子不会是想找我治疗吧 没错 青青你可真聪明 他们托我来问问你 陈英俊笑了笑 也没隐瞒到 我也不是白帮忙 治他这毛病不不能我就回绝了 现在说不好 给策慢 夏青青没拒绝 他想探探这林汉文的底细 撑 我去约人 陈英俊风风火火的走了 镜头十足 你想治林汉文 沈秋白问 不治 我恨不得他死 夏青青冷笑 他现在还没想好 怎么报复夏云哲 这一事 就算夏云哲没动小鱼的念头 他也不会放过他的 第199章 神秘的小叔叔夏明晨 第张神秘的小叔叔夏明晨 沈秋白在他背上轻轻拍着 他很理解青青的心情 换了他 至亲被残忍害死 也会想方设法的报酬 一个都不放过 夏云哲一家死后 夏老夫人中风瘫痪 年势已高的夏德昌 出来主持公司事务 并进行了财产分配 出乎所有人意料 夏家的大部分股权 都分给了从未公开路过面的夏明晨 是夏德昌藏在外面的私生子 夏家大房二房三房 都没分到多少财产 沈秋白说起了他的梦 是夏青青死后发生的事 夏德昌是青青的祖父 青青报酬时 他已经退休 在家休养 公司事务由夏云哲父子主持 外界都以为 夏家的财产将由大房 也就是夏云哲这一房继承 毕竟夏云哲是长房长孙 还曾经力挽狂澜 解救了夏氏集团的危机 身份和能力都有资格继承 外界会这么想很正常 但谁承想 突然杀出夏青青 灭了夏云哲一家三口 还揭露了当年夏云哲救世的真相 并非他多有能力 而是他够残忍冷血 用一条人命换来邻家的注资 这种能力让所有人都不寒而栗 所以 港城的各大媒体 都偏向凶手夏青青 对他十分同情 还说夏云哲夫妇最有应得 才获及佣 这件案子在港城闹得轰轰烈烈 夏氏集团的股票狂降 夏家三房 没一个能抗世的 夏老夫人得知 最心爱的长孙和曾孙惨死 一口气没上来 中风偏瘫了 口不能言 手脚动不了 就跟活死人一样 没熬两年就去世了 夏老爷子 当时年事虽高 还是强撑着出来主持大局 很快就稳住了股市 大家都夸夏德昌宝刀不老 其实没人知道 当时真正主持的是夏明晨 夏明晨没听过这个人 夏青青皱眉 她死得太早了 好多事都不知道 看来夏家内部也暗潮涌动 并不太平了 据说是夏德昌心爱女人生的 那女人被夏老夫人害死了 夏明晨当时才六岁 母子出门时发生车祸 她被母亲护着 才得以活下来 她母亲当场身亡 夏德昌心痛欲裂 从那之后 就没人知道夏明晨的消息了 沈秋白调查过夏明晨的来历 但消息极少 显然她被夏德昌保护得很好 夏青青冷笑了声 嘲讽道 那女人要是不死 就不是老头的真爱了 那老太婆做了件蠢事 不应该害死这女人 活着才能消耗老头的爱意和耐心 死了是白月光 活着就是隔夜的范米粒 还有骨馊味 沈秋白哑然失笑 柔声道 你说的对 夏德昌确实风流成性 她对夏明晨的父爱 也确实有几分真心 但归根结底 是因为夏明晨能力很强 夏德昌很清楚 夏氏如果不交给夏明晨 结果只会是破产 她不想夏家积业 毁在她手里 夏轻轻撇了撇嘴 她就知道 夏家哪有什么真爱 不过都是互相利用罢了 而且她还怀疑 夏云哲对小鱼下手 夏德昌应该知情 只不过 她也没在意过小鱼的死活 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罢了 能换来夏氏的起死回生 这可太划算了 夏明晨接管夏氏后 就拔了夏老夫人的管子 还将夏云哲一家三口的骨灰 从墓地里挖了出来 和夏老夫人一起 扬在大海里 夏德昌知道了这事 没过多久也去世了 沈秋白嘴角含笑 说了件让清清高兴的事 梦里 她和夏明晨打过几次交道 而且 这男人还去清清的墓地拜计过 夏清清挑了眉 感兴趣地问 夏明晨替他妈报仇 不只是替母报仇 还有他自己 夏明晨年轻时 又出了次车祸 侥幸活了下来 却被毁了容貌 还半身结瘫 应该是夏云哲和夏老夫人下的手 这夏明晨还挺对我胃口 他现在多大了 夏清清对夏明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不管什么私生子 说起来他爹是树子 他还是私生女 身份也不咋样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他和大方有仇 夏明晨也有仇 那就能合作 他和夏明晨同年 比你大一岁 沈秋白突然变了面色 说道 夏明晨的车祸 是岁发生的 是明年 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 夏清清皱紧眉 如果救夏夏明晨 就是大恩情 不着急 还有一段时间 慢慢查 沈秋白也不知道 夏明晨现在在哪 他只梦到一些断断续续的片段 而且夏明晨阴冷寡言 身边除了多年相伴的保镖外 没有其他人 这男人疑心极重 除了贴身保镖外 他不信任何人 夏清清点了点头 他也不是太着急 能救则救 不能救也无所谓 他和夏明晨不熟 这是他们第一次讨论前世的事 夏清清犹豫了几秒 忍不住问起了夏明远 他那个窝囊爹 他来找过我 打听你以前的事 哭了 此后每年清明 都去你的墓地 沈秋白实话实说 梦里的夏明远 哭得很伤心 他能感觉到 这个男人的愧疚和自责 但依然不能 让他原谅这男人 但凡夏明远有一点责任心 清清在梦里 就不会受那么多的苦 更不会有那么悲惨的结局 迟来的深情比草剑 不稀罕 夏清清表情冷漠 可他心里却酸酸涩涩的 像是有蚂蚁 在啃念他的心一般 嗯 不稀罕 沈秋白将他揽进怀里 他知道夏清清内心 比谁都渴求父母之爱 因为从没拥有过 所以才会渴求 以后 他要加倍地疼爱他 给他所有的爱 填满他的心 妈 你那菜咋还浇水 都让你给浇死了 哎呦 沈秋燕杂杂呼呼地冲了进来 看到抱在一起的小两口 惊得他赶紧向后转 老脸都骚红了 大姐 你怎么不敲门 沈秋白松开媳妇 语气不满 我回自个家敲个屁的门 沈秋燕瞄了眼 见他们松开了 冲过来在沈秋白脑壳上 用力敲了下 表达了他的不满 看着皱锦媒的沈秋白 下轻轻鸣嘴笑 也就沈秋燕能敲他脑壳了 换了其他人 准保挨走 第二百章 林汉文怀里的白猫 他在害怕 第一章林汉文怀里的白猫 他在害怕妈呢 他那些菜都死绝了 沈秋燕四处找他妈 二楼都跑上去找了圈 去私家做桂花糕了 沈秋白慢悠悠的说了句 他妈在沈家祸害了一篮子桂花 陈英俊他爹气得差点脑冲血 又不敢骂他妈 就把陈英俊给骂了一顿 他俩又瞎胡闹啥 做啥桂花糕 我去看看 沈秋燕疯疯火火的走了 来去都像龙卷风 夏轻轻一直在笑 他挺喜欢沈秋燕的性子 这一天天的精力可真充沛 走 我们出去吃饭 沈秋白拉着他出门 算算时间 肯定会有一盘桂花糕 他们要是不吃 程岳云女士伤心 要是吃了 他们伤胃 爸和妈怎么办 夏轻轻问 大姐会做 沈秋白留下张字条 便拿了车钥匙 准备带媳妇出去吃好吃的 两人刚走到院子 就和程岳云母女碰上了 程岳云手里捧着一盘桂花糕 实话实说 这百盘级漂亮 还有古浓浓的桂花香味 看着怪有食欲的 要吃饭了 你们还去奶程岳云问 朋友请吃饭 沈秋白撒谎 面不改色 程岳云信以为真 将桂花糕递过来 热情道 我和你们曼丽阿姨 刚做的桂花糕 来尝尝 你们陈伯伯吃了后 赞不绝口 还说要多拿些慢慢吃 我没舍得 拿回来给你们吃 好东西 肯定要留给自家人吃的 这是程岳云女士的原则 她慈爱地看着儿子和儿媳妇 示意他们拿一块吃 夏轻轻此刻有点怀疑 沈秋白言过其实了 这桂花糕 看着怪好吃的 而且陈英俊他爹都夸好吃 应该味道不会差吧 他伸手拿了快吃 沈秋白没来得及阻拦 眼神变得同情 夏轻轻咬了口香味扑鼻的桂花糕 瞬间 他的舌头都快死了 他婆婆是 打死卖糖的了 除了甜外 糕也黏黏糊糊糊的 像在吃半生不熟的面糊糊 而且除了甜外 还有丝苦味 来自生的桂花 夏轻轻终于明白 这桂花糕 为啥这么香了 感情里面的桂花压根没熟 全都是生的 好吃吧 承岳云眼巴巴的看着他 想再听一番夸赞 夏轻轻艰难的咽下桂花糕 笑着夸道 好吃 您这手艺不比宫廷玉厨差 哪里哪里 还是差点的 承岳云乐的嘴都合不拢了 而媳妇嘴就是甜 夸得他都不好意思了 妈 您这桂花糕是怎么做的 我也学着点 夏轻轻实在好奇 他婆婆和思景一他妈 是如何把桂花糕 做成这个鸟样的 这个是我和你们曼丽阿姨自创的 没完全按照菜谱做 桂花糕快熟时才撒桂花进去 这样就香喷喷的 桂花还好看 色香味都齐了 承岳云更开心了 非常愿意分享她的做法 妈 您真厉害 夏轻轻竖起大拇指 为心夸赞 难怪桂花是生的 思景一他妈也是个妙人 和他家婆婆联手 绝对能毒死大象 妈 这桂花糕这么好 留给爸吃 沈秋白果断选择祸害他爹 拉着媳妇走了 秋燕 你也吃一块 承岳云大方帝让女儿吃 妈 你自个吃了眉 沈秋燕愁愁了 实在是对他妈的厨艺没信心 总共就这么几块 我哪舍得吃 妈 你吃一块 有这么多呢 沈秋燕拿了一块 果断色进成岳云女士的嘴里 哎呀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 妈呀 哦 程岳云表情变得极夸张 将嘴里的桂花糕给吐了 随后母女俩大眼瞪小眼 表情一言难尽 妈 以后你做了啥好吃的 先自个尝尝 沈秋燕很实在的建议 可别再祸害他爹了 我用你说 程岳云老脸挂不住 狠狠瞪了眼 虎着脸捧着桂花糕出门了 妈 你去哪 喂鸡 程岳云的声音越来越远 陈英俊他妈 为了十来只鸡 鸡总不能嫌弃这桂花糕 夏清清和沈秋白 已经出了大院 路上 他咳了几声 嗓子眼都甜甜的 我妈做的吃食 色香味一个都没 但独不死人 思景一他妈做的吃食 摆盘很漂亮 色和香都齐全 可独性极强 沈秋白一边开车 一边说起长辈们的趣事 你妈这厨艺 实在难得 夏清清感慨万千 能把吃食做到这份上 一般人绝对没这本事 陈英俊他爹味觉不行吗 夏清清很好奇 这么难吃的桂花糕 陈英俊他爹居然说好吃 这舌头 怕是摆舌吧 陈伯伯最狡猾 每次他都夸我妈和曼丽阿姨 做的吃食好吃 然后我妈和曼丽阿姨 信以为真 做饭积极性特别高 我爸和思叔叔苦不堪言 沈秋白解释了原因 用他爹的话来说 陈伯伯就是一肚子坏水的老狐狸 他和思叔叔加起来 都比不过陈伯伯 夏清清忍俊不惊 没想到大院的这些老干部们 都怪逗的 不过也能看出 几家的关系很好 晚上他们吃的地方 是京城一家老字号酒楼 据说厨师祖上 给慈禧太后做过饭 很多外地人都会慕名而来 好久没见了 沈同志还是老地方 经理笑盈盈地迎了上来 态度很恭敬 对 来几个招牌菜 两人份的 沈秋白笑了笑 牵着夏清清上二楼 你以前常来着吃饭 夏清清好奇地问 来吃过几回 胖子他吃的次数多 沈秋白熟门熟路地找到包厢 环境很雅致 他推开门 让夏清清先进去 汉文 这间九楼是老字号 厨师祖上是慈禧太后的御厨 很多菜式都是宫里传出来的 我们要好好尝尝 夏云哲和林汉文出现在二楼 而且林汉文还抱着一只通体雪白的猫 眼睛一蓝一绿 比宝石还美丽 一个病若贵气的男人 怀里抱着一只名贵的猫 这幅画面看起来很美 好多客人都朝林汉文这边看过来 但夏清清却感觉到 林汉文怀里的白猫 好像在害怕 那双美丽的眼睛里 全都是恐惧